昭州第十六集 书接上文 这位做了近十年金赵颖的齐家大公子 文言有些愕然 倒还是苦笑的 好 等我养好病 咱俩再慢慢说 在大夫的治疗下 齐轩在太原休养了两三天 身体便好转了许多 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碍 于是乎这位金赵颖 从床上起身之后 就在太原府衙的书房里 找到了林昭 他进入书房的时候 林昭正在处理太原的一些公务 见到齐轩走进来 林昭对着他招了招手 笑道 齐轩来得正好 王府父子占据太原的时候 向朝廷隐瞒了不少人口 一时半会很难统计 再加上我带过来的人 都是些粗人 送上来的东西杂七杂八 齐轩是正务老手了 帮我分担分担 齐轩走到林昭面前 捡起桌子上散乱的文书看了看 又翻看了一些 林昭已经处理好的文书 看了一眼林昭 三郎还真把自己当成太原影了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 林昭笑着说道 既然印下了其实书 就要做好这份差事 对了 齐兄身子大好了吧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齐轩低眉道 就是许久不曾活动了 身子有些虚 将养几天自然就好了 他在书房里找了把椅子坐下 看向林昭 太原的事情 三郎准备如何处理 我都听朝廷的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朝廷要我让出太原 我没有什么意见 齐府君微微摇头 你不是这种性格 岳王爷哑然一笑 我的确愿意让出太原 无非就是消耗一点情分而已 我与圣人毕竟有十年交情 还是值一座太原城的 齐府君微微叹了口气 那情分用尽了呢 说到这里 林昭看向齐轩 笑了笑 圣人请齐兄你到太原来 大约也是这个意思 毕竟齐兄你在我这里 面子要比他这个天子大一些 他约莫 是担心自己的情分不够用 林昭看向齐轩 笑道 想来 圣人应该许给了齐兄一些好处 齐府君点头 圣人说做成了这件事 便拔着我进正式堂 则 岳王爷感慨道 齐兄今年才三十多岁 便要进正式堂拜相了 比我七叔还要早上几年 齐轩摇头 我拒绝了 勤奋用尽便只剩下君臣本分了 齐轩盯着林昭看了许久 最后默默说道 平鲁军可以在太原驻军 但是朝廷也要任命一个太原将军 领兵进驻太原 林昭放下了手中的毛笔 笑着问道 多少人 各两万人 齐府君开口道 加起来便是四万人 足够固守原先河东军的边防了 齐轩顿了顿 继续说道 至于太原影 由朝廷委派 河东军屯田的代州等三州 三郎你派两个刺史 如何 林昭笑了笑 这是齐兄的意思 还是朝廷的意思 圣人派我全权处理太原诸事 他缓缓说道 现在我的意思就是朝廷的意思 就是圣人的意思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办吧 齐轩提出来的这个方案 对于林昭来说并不算吃亏 虽然没有拿到太原影 但是两万平如君 可以稳吃两万进军 再加上太原距离林昭的大本营 极尽 而距离长安很远 真的冲突起来 长安那边根本来不及反应 林昭就已经掌握太原了 更重要的是 林昭可以拿到两个州的刺史之位 只要能够拿到此时的位置 那么这两个州 就可以被林昭发展成 平庐军在太原的基地 换句话说 太原府实际上还是林昭在掌控 只是明面上朝廷那边好看一些就是 不过 我还有一个要求 林昭缓缓说道 如果突厥人来袭 太原的两万进军 要归我节制 不能在大战开启之后 身后多了个捅刀子的人 齐轩骤眉 许久之后 他才开口道 这件事 我要问过陛下 没问题 这是不急 岳王爷爽朗一笑 开口道 如此一来 太原的事情就算是谈拢了 只是齐兄 你身为朔方军的少将军 怎么 不想着给朔方军争一些东西 我父亲是个恪守本分的人 齐轩低眉 不属于他的东西 他也不会要 齐师叔高风亮节 林昭府长感慨 老实说 如果没有外祖的先例在前 我说不定也会像师叔那样 踏踏实实地为国效力 只是 中宗皇帝是中宗皇帝 今上是今上 总归是不一样的 齐轩深呼吸了一口气 陈声道 三郎如果愿意全力相助朝廷 大周就可以复现旧日盛事 林昭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齐轩 中宗皇帝留下来的皇子们 已经被削绝三人了吧 每一位天子 虽然性格各不相同 但是坐在他们那个位置上 就都会做一些皇帝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中宗当年杀我外祖 未必就是他心里想杀 而是因为他想要稳固皇权 今上开始针对中宗皇帝的子嗣 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家仇 说不定 林三郎淡淡地说道 说不定是因为去年那个刚出世的皇子 当今天子四位已经三年了 目前已经生下了一子二女 有了孩子之后 心里想的就与从前不一样了 他不为自己考量 也会为孩子考量 不仅皇帝如此 林昭也是如此 如今林某人已经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他今年也三十多岁了 他做事之前 需要为自己的孩子们考量 为整个岳王府考量 听到了林昭的话之后 齐轩摇头叹了口气 三郎矛盾积压下去 终有一天是要爆发的 我却不担心这个 林昭淡淡地说道 当今天子 如果是接中宗皇帝的班 朝廷或许能够维持平稳二十年 但是他是从先帝手上 接过一个孱弱的朝廷 他可以维持住这个朝廷 但是想要忠心 则是千难万难 现如今 长安城里的矛盾重重 不只是君臣之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宗室之间的矛盾 陛下能够长命百岁自然示好 万一哪一天 长安城 还有能力挽狂澜之人否 岳王爷低眉道 撇开我平庐君不提 单单你们家的朔方君 便有覆灭大洲之力 北庭节度使 安西节度使 何西节度使 哪个没有占据关中之力 只是康东平先立在前 现在大家都在左顾右盼 无人敢第一个动手而已 大洲 只剩下一两代人的国运了 林三郎淡淡地说道 与这些虎视眈眈的节度使比起来 我与朝廷之间的矛盾 不值一提 太原的事情告一段落 林昭留下了一个原先的幽州军副将 带着两万平庐君坐镇太原 而他则是带着平庐君准备返回青州 他离开太原之前 骑士道已经动身离开了太原 只有暂时处理太原政务 与暂时驻扎太原的李旭 出城相送 宋王殿下骑在一匹大马上 一直把林昭送到了太原的东城门 然后他对着林昭微笑道 说起来 已经好几年没有去过青州了 听说青州现在 已经大变模样 等朝廷派正式的太原将军 过来驻守太原 我抽出空 便去一趟青州 见识见识 这座他人口中的不输洛阳的大城 比起洛阳 还差得多 林昭也骑在马上 对着李旭笑道 不过师兄想来 我随时欢迎 暂时坚韧太原影的金照尹齐轩 深深地看了看林昭 开口问道 三郎接下来 准备做什么 准备做生意 林昭笑道 契丹人被我打了一顿 已经福气多了 现在也愿意与我做生意了 齐兄有所不知 我这两年搞了的林家商号 专门用来做买卖 现在已经很成规模了 再丢我几年时间 契丹人的生活必需品 就要统统掌握在我手里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林昭低眉道 五年之内 我就可以收服契丹部 在东北替大洲开疆拓土 齐轩还没有开口 一旁的李旭便默默地说道 三郎开辟出来的土地 是大洲的土地吗 我还是那句话 林昭微笑道 朝廷觉得是 那就是 岳王爷面色平静 开口道 咱们这一代人 互相之间恩仇交互 想要分说清楚 已经很难了 林昭的外祖 是齐轩父亲齐师道的老师 同时也是李家中宗皇帝的老师 与李家有大恩 而林昭本人 就目前来说 也对是对朝廷有恩的 并且 林昭与李旭和齐轩 都有一些私交 尤其是和齐轩之间的关系 说是挚友也不为过 但是 他们相互之间 也不完全是恩德 林昭的外祖 死于中宗皇帝之手 他与李家是有仇的 林昭占据大洲的东北 窥视太原又以冰封强行割裂了大洲二十余周郡 到现在已经实现实际上的自立 从这一点来说 李家跟他也是有仇的 李旭曾经想要杀林昭 林昭也曾经想过要杀李旭 彼此之间恩仇纠葛 已经很难说清楚 岳王殿下看向李旭 笑了笑 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恐怕要到下一代人 才能分说清楚 下一代人 马上的宋王殿下 抬头看了看林昭 忽然问道 三郎家里的柿子 是你那个嫡长子吧 林昭笑呵呵的看了李旭一眼 我知道师兄想说什么 你无非是想说 我家里那个次子母族更加强盛 门帝出身 更适合做岳王府的柿子 我对门帝这种东西 并不十分看重 林三郎淡淡的说道 非要说门帝 我出身的岳州灵氏 在门帝分九品的年代 恐怕连入品也不入品 我又是什么门帝 家里的孩子 谁适合就谁来当柿子 现在两个孩子年纪都还小 就先让老大当着 说着 岳王爷看向李旭 呵呵一笑 师兄家里 好像有一个七八岁的郡主 我家那个老大 今年已经快十岁了 师兄不嫌弃 咱们可以定个亲身 李旭看了林昭一眼 苦笑摇头 三郎莫要害我 跟你家成了亲家 长安城里的文官们 都要戳我的脊梁骨 要说文官 我也是长安的文官 岳王殿下眯了眯眼睛 那些狗才敢瞧我不起 李旭哑然失笑 三郎心里要是不服气 可以去长安城里 跟他们好好分说分说 有机会自然是要去的 林昭笑道 只怕朝廷风气不正 将来会有些掉书袋 靠在长安 骂我来博明生上位 一直在旁边 没有说话的齐轩 突然看向林昭 开口道 三郎 我家里倒是有个女儿 齐兄就算了 林昭摇头 笑着说道 你父亲跟军头 我也是军头 咱们两家要是结了亲 恐怕长安城里心里的 没有一个人能睡好觉 你父亲同不同意不说 林昭伸手拍了拍齐轩的肩膀 笑着说道 恐怕影响齐兄的仕途 老实说 做的这关我也做得腻了 齐辅君微微低眉 开口道 朝堂上的许多事情 与我少年时期心中所想 全然不一样 然而身在官场 有时候想要做点事情 又不得不按照这些规矩来办 十几年下来 我也有些烦了 齐轩也不顾理绪在场 直接开口说道 不是父母亲族束缚 我便辞官去三郎的青州住上几年 闲下来 咱们兄弟一起喝喝酒 倒也是一件快事 他的母亲 是丹阳长公主 父亲则是朔方节度使其师道 这就注定他这辈子 不能够随心所欲 齐兄哪天要是有兴致了 我随时欢迎你来 岳王殿下呵呵笑道 几年之后 如果顺利的话 我就能带齐兄 去长白山打猎了 齐辅君脸上露出了一个 由衷的笑容 好 有机会我一定去 话说到这里 也就差不多了 林昭在马上 对着这一对表兄弟拱手行李 开口道 好了 二位哥哥 时间不早了 咱们有机会再见吧 林某人沉声道 希望有一天 咱们兄弟几个 还能再聚在一起 喝一杯热酒 李续张了张口 想说些什么 随即微微摇头 叹了口气 但愿如此吧 齐轩这个人 相对比较感应 他拉着林昭的衣袖 长长的叹了口气 今日一别 他日不知何年才能再见 三郎 一路保重 林昭点头 低眉道 齐兄在长安也保重 如果碰到什么事情了 记得给我写信 兄弟二话不说 绝对直奔长安去寻你 齐轩咧嘴一笑 眼中有泪光闪烁 好 林昭与齐轩 一一戏别 因为回去的路 就不是很着急了 林昭便没有骑马 坐在马车里晃悠了好几天 才赶回了青州 青州的越王府门口 一身素白衣裳的林二娘 正在带着两个孙儿玩耍 两个孙子一个九岁 一个才刚满三岁 跟在林二娘身边 一口一个祖母 林二娘笑得合不拢嘴 抬头就看到林昭回来了 他拍了拍两个孙儿 小家伙林全 抬头看见了父亲 这个才三岁多的小家伙 立刻就上前 规规矩矩地磕头行李 见 见过爹爹 林昭应了一声 伸手把老二抱了起来 老大林青 扭扭捏捏地站在了林昭面前 挠了挠头 阿甸 您这么快就回来了 林昭的两个儿子 虽然小儿子才三岁多 但是已经可以看出 两个人性格相差不小 大儿子 林青刚出生的时候 林昭就与谢旦然分开 一直到几年之后 父子俩才在青州团聚 这位越王府的狮子殿下 性格有些跳脱 喜欢舞刀弄枪 即便是他的母亲谢旦然 一直盯着他让他读书 他只要得空 便会去舞枪弄棒 因为小时候林昭没有亲自带他 因此 他也比较害怕林昭 林昭在青州的时候 他还会收敛一些 前几个月 林昭带兵前往幽州 这个小家伙 便开始天心号 心号 林昭在幽州打仗的时候 还收到了青州这边的家信 说他的大儿子林青 偷偷溜进了青州的火器署 差点点了火器署的火器 林昭不在青州 再加上越王府的老夫人 林二娘也宠他 即便谢旦然责罚 倒也不会太狠 不过 老大天生怕林昭 因此见到林昭回来 他才会下意识地 说出刚才那句话 林昭还没有说话 林二娘便起身 把跪在地上的小儿子 林泉抱在了怀里 然后林二娘看了一眼 自己的儿子 开口道 六娘什么都好 就是教儿子太严厉了一些 这孩子才三岁多 便处处守规矩了 林昭上前 对着母亲弯下了腰 可能世家大祖里 规矩多一些 因此也就严苛一些 伟娘也是世家大祖出身 你小的时候 我也不曾带你如此 他叹了口气 有些话 我不太好跟六娘说 你私下里 好好跟他分说一番 木儿让二王过得太辛苦 林昭公顺点头 孩儿知道了 他看向林二娘 问道 母亲这几个月可好 都好都好 林二娘看了看 又黑了一些的林昭 微微叹息 你呀 天天在外面奔忙 把娘给你的皮像 都全都晒得黑了 男人黑一些 无碍的 林二娘又问道 听说你出去打仗了 还顺利吧 他脸上多少带了一些担忧之色 招儿你现在 也可以算是一方诸侯了 打仗这些事情 可以交给手下的人去做 没必要每一次都自己去 林昭半蹲在自己母亲旁边 笑着说道 阿娘放心 仗已经差不多打完了 最少两三年时间 都不会再起战端 孩儿虽然亲自去了 但也不会亲自冲阵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林二娘再次点头 这样就好 他轻声道 如果仗打完了 娘想抽时间去行阳看一看 给你外祖外祖母上个分 没问题 林昭痛快点头 阿娘想什么时候去 孩儿便让二舅带您过去 只是 岳王爷弟妹道 只是孩儿不太方便同行 现在的岳王府 缺少另一个主心骨 也就是说 林昭不能独自离开青州 行阳距离长安太近了 万一林昭跟着去了行阳 很有可能会被其他势力截杀 因为青州离开了林昭 立刻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不足为惧 这种情况 要到青州出现第二个主心骨之后 才会有所好转 比如说 十年之后 林昭的大儿子 岳王世子林青长大成人 他能够代替林昭 成为这个主心骨之后 林某人才能够重获自由之身 天南地北任意行走了 你事情多 便不要去了 林二娘亲生道 我跟你二舅 他们去就好 母子两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 岳王府里的岳王妃谢淡然 以及侧妃崔芷 领着一众下人 簇拥了上来 一行人对着林昭恭敬行礼 见过王爷 两个王妃迎上前 先对着林二娘行礼 然后看向林昭 亲生道 夫君怎么回来了 也不打声招呼 还是下人们 说你回来了 我们才知道 崔芷芹也跟着说道 是啊 王爷应该提前智慧一声 我们好处来建议王爷 我又不是什么外人 林昭摇头 用不着迎接 作为老夫人的林二娘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开口说道 也不要在这里站着了 去屋里说话吧 林二娘现在 就是整个岳王府的太后 虽然她性格温婉 但是说话却没有人敢不听 她一开口 众人纷纷应声 簇拥着林昭和林二娘 进了岳王府的正堂 等到众人都在正堂坐下了 林昭低头喝了口茶水 这才看向自己的这个大儿子 甭起了脸 为父在幽州的时候 听说你偷偷跑进了火器树 还差点把火器树给点了 是不是 林青被吓了一个哆嗦 紧紧地拉着谢淡然的袖子 低着头 爹 母亲她 已经罚过孩儿了 谢王妃也不再包庇自家儿子 把她拉到了林昭面前 沉声道 昭明先生与我说了 那天你那把火钥匙点下去 整个火器树都会被你给点了 为娘只是薄成 非要你父王好生罚你不可 小家伙脸色涨红 站在林昭面前 低着头不敢说话 林昭看了看正堂里几十号人 伸手拍了拍大儿子的肩膀 开口道 你随我到书房来 林青今年已经九岁了 自然也是有自尊心的 这个时代的教育 并不在乎孩子的自尊心 但是林昭毕竟与这个时代的人 想法略有偏差 他还是想给自己的大儿子 略微留点面子 林青低着头 跟在林昭身后 一路到了岳王府的书房 进入到书房之后 林昭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 看向这个正式调皮年纪的大儿子 问道 说爸 为什么进火器鼠 孩儿 孩儿听说 火器鼠里的火器都很厉害 可以一下子哄开城门 就想 就想进去看一看 林昭淡淡地问道 谁带你去的 林青咬了咬嘴唇 很是倔强地摇了摇头 孩儿不能说 我说了 就是害了他 林昭闷哼了一声 你不说 我也能查得出来 你现在说 爹不追究他就是 小柿子看向林昭 小心翼翼地问道 阿爹 你不骗人 他母亲 是弟弟道道的岳洲人 这些年 他跟着谢旦然 还有林儿娘 自然也学了一口岳洲话 林昭面色平静 同样用岳洲话回应 阿爹何曾骗过你 那好 我告诉你 小家伙低着头 扭扭捏捏地说道 是韩叔叔带我进去的 起初他也不肯带我进去 我缠了他一个多月 他才肯 韩叔叔 韩餐 青州的后勤总管 林昭心中了然 也只有韩餐 能够轻易带人进火器署 而那个内向道 有些孤僻的家伙 能干出这件事 多半也是看着自己的面子 想到这里 林昭闷哼了一声 沉声道 进去看看 导演没什么 为什么要点火 韩儿是在火器署的 较长点的火 小柿子慌忙解释 韩儿 问过火器署的人了 他们说 就算点着 也不会点了火器署 韩儿还没有来得及点着 就被被韩叔叔发现 把我从火器署带了出来 阿娘知道之后 还狠狠罚了我一顿 他看向林昭 小心翼翼地说道 韩儿 韩儿只是想试试 火器署里的那些东西 到底有多厉害 他咬了咬牙 看向林昭 这样 等韩儿长大了 就可以帮阿爹了 林昭并没有过于 责罚自己这个大儿子 毕竟是寒餐带去的火器署 便不太可能 真的把火器署给炸了 当然了 身为父亲的威严 还是要有的 林昭罚他超时 便四叔五经 这件事就算是了 不过林昭不怎么喜欢读书 这种惩罚对于他来说 已经算是急言了 这位小世子殿下 估计还要在王府里 到处找人帮着抄书 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 林昭一直待在青州 除了处理这段时间 遗留下来的一些药物之外 其他的时间 大部分都是在待他刚出生的女儿 相比于两个儿子来说 林昭明显要喜欢女儿多一些 几个月之后 时间到了红道三年的秋天 林某人坐在青州的节度史府里 听着沈辉汇报一些要紧的事物 这位青州集团实际上的宰相 对着林昭微微欠身 开口道 王爷 昨天契丹部送过来的牛羊 已经统统到了幽州 您先前吩咐过 要上交一部分到长安去 算作契丹给大州的碎贡 不知道要送多少牛羊去长安合适 林昭哑然一笑 契丹耶律卓 倒是个守信的人 我还以为他会拖延一段时间 没想到 说送来就送来了 月王殿下顿了顿 考虑了一番之后 开口道 这样罢 让人从中临选一些迈向好的 送两城去长安罢 贡品嘛 朝廷也就要个脸面 林昭微笑道 剩下的就放在幽州 能养就养着 不能养就给幽州军改善伙食 两城 沈辉看了一眼林昭 小声道 王爷 是不是有些太少了 从太原之战够 现在朝野间 不少人已经开始在背后 说王爷您的坏话了 什么坏话 林昭淡然问道 说 沈昭明犹豫了一会儿 笛声道 说什么 林与李 供天下 林与李供天下 林昭低头琢磨了一番 哑然一笑 这句话就是在骂人了 什么林与李供天下 大周又不是我们一家节度使 北庭节度使 安息节度使 朔方节度使 怎么没人去说 沈辉微笑道 他们毕竟不够大 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如果说当年泛阳之乱的时候 林昭以及他的平卢君 还只是天下诸侯中的一支 而在林昭北聚契丹 东讨太原之后 平卢君已经成为了 天下最强大的节度使 即便是正在恢复元气的朔方君 也已经不再是平卢君的对手 他们要说 就让他们说去 岳王爷弟没道 一些牛羊而已 想来朝廷也不会介意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就是 他眯了眯眼睛 淡然道 咱们从契丹人那里抢来的东西 没道理分给长安大头 老实说 如果不是面子上实在过不去 我一头牛羊 也不会送到长安去 分给军中的兄弟们 一人一口汤 他们还会记我的好 岳王爷闷哼了一声 而长安那边 只知道我跟他们抢了太原 却全然不记得 我替大洲挡下了如狼似虎的契丹 契丹人现在的战斗力 极其强盛 毫不客气地说 如果没有林昭 没有平如军 把现在的禁军放在幽州 禁军绝不可能挡得住 契丹五万精锐 更何况 朝廷也不太可能 把禁军调到幽州去 到时候 幽烟之地 一定会沦落到一族手中 可能对于朝廷来说 幽烟之地 在契丹人手里 与在平如军手里 没有太大的分别 处理完契丹人的问题之后 沈辉整理了一番手上的文书 然后继续说道 再有就是 突厥人的使者 过两天就要到青州了 他们 沈辉看向林昭 脸上露出了一抹玩味的笑容 他们给王爷带来了 十几个突厥美人 还有二十多个胡姬 说是要敬献给王爷 林昭脸皮子抖了抖 罢了罢了 家里两个女人 现在便一团乱麻 我可无福销售这些胡姬 林昭看了看沈辉 开口道 昭明先生觉得 这些突厥人 意欲何为 多半是与契丹人有关 沈辉缓缓说道 王爷您上次 教训了契丹人之后 契丹便屡次与突厥人冲突 说来也怪 佣兵数十万 曾经雄距北方 甚至在我大洲强盛时期 都让太宗皇帝觉得头疼的突厥 竟然被几万人的契丹人 打得节节败退 林昭面色平静 没什么好奇怪的 好日子过得多了 自然也就没有了 从前那种争讨天下的锐气 而契丹人刚刚兴起 再加上耶律卓 也算是一代雄主 打赢突厥人并不奇怪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开口道 如果上一次 我们没有拦住契丹人 他们就会占据幽烟 然后迅速膨胀扩张 十几二十年 就会成为一个强盛帝国 沈辉对于军事不是如何了解 文言点了点头 开口道 契丹人派遣使者到青州来 多半就是想让王爷 您帮忙应对契丹人 毕竟上一次 王爷在幽州大败契丹 他们想得倒霉 林昭闷哼了一声 大州与突厥 是近两百年的仇人了 我也是这儿八经的州人 如何能与突厥人合作 沈辉也跟着点头 王爷说的是 这位青州宰相微笑道 到时候 突厥人带过来的狐女狐鸡 属下一定让他们藏好了 免得王妃发现了 给王爷您招麻烦 林三郎咳嗽了一声 藏与不藏 也没有什么分别 我怎么这也是一家之主 林昭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眼珠子转了转 转移了话题 昭明先生 有一件事 我要跟你请教 沈辉正色起来 对着林昭欠身道 王爷您说就是 林昭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微微低眉 先生看来 如果我想扫清一族 是先灭突厥容易 还是先灭契丹容易 沈辉愣了愣 然后摇头苦笑 恐怕都不容易 他叹了口气 开口道 太宗皇帝之时 大洲便多次征讨突厥 虽然都赢了 但是都没有办法 伤到突厥根基 北边那些地方 想要赢他们不难 想要灭他们 就千难万难 派人驻扎在那里 得不偿失 可如果放任不管 一代人两代人时间 那里又会生出新的一族 说到这里 沈辉抬头 看了一眼座位上的林昭 缓缓说道 王爷 咱们平如君 并没有举国之力 甚至连半国之力都没有 做这种事情 千难万难 而且 我们距离突厥太远了 他微微低头 对林昭问道 王爷您 想要征讨一族 岳王爷伸手敲了敲桌子 声音平缓 目前确实有个想法 不知道堪用不堪用 现在的整个平如君集团 总体来说 处于良性的发展状态 倒不是说 林昭麾下的这二十多个州郡 如何如何复数 最重要的 还是商业繁荣 青州与幽州 成了两个商业中心 郑家的大通商号 与林昭自己弄出来的零食商号 很好地带动了整个越国 境内的经济发展 因此 林昭能够有足够的经济 养出一只能争善战的平如君出来 正因为如此 自从泛阳之乱后 平如君的发展 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模样 三年多之后的今天 平如君已经不再满足于固守北疆 现在的林昭 在太原这个恻意无忧的情况下 如果全力征讨契丹 最多三年时间 就能平灭这个游猎部落 当然了 这要在契丹人 愿意跟林昭正面对抗的前提下 这些一族 打不过就会跑 在这个没有导航 没有地图的时代里 一旦马匹充足的契丹部逃跑 是很难追上的 突厥也是这个道理 打得赢是打得赢 但是就是打不死 因此林昭 林昭一直在琢磨 如何彻底弄死这些契丹人 至于林昭为什么这样针对契丹人 大约是因为 他与另一个世界的契丹同名 另一个世界的契丹 在唐末崛起之后 迅速占领北方 在随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 一直压着中原王朝打 在历史上 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而林昭面对的契丹人 已经有了一些将要崛起的态势了 如果没有林昭 在泛阳之乱后 这些契丹人 就会趁势占据幽烟 但是很有可能会复现另一个世界的历史 这个时代 也会出现一个庞大的大辽 这是林昭没有办法接受的情况 因此 他要想方设法地 把这个新兴的契丹部 按死在强宝之中 即便按不死他们 最少也要把他们打残 让他们即便建国 也先天不足 只不过 平变契丹 需要极其周密的计划 除了正面战场上的问题之外 林昭还要面对身侧的大洲朝廷 自己政治上的压力 好在这些事情并不着急 经过上一次的幽州之战后 契丹人最少三五年不敢进犯 林昭可以有时间从容安排 就在林昭在节度师府处理公事的时候 一身黑衣的赵成站在门口 低头道 王爷 长安的人到了 林昭放下毛笔 看了身边的沈辉一眼 笑着说道 昭明先生 长安应该是有圣旨给我 我回去接旨 等晚一些 我再过来 沈辉正要低头 门口的赵成便开口道 沈先生 长安也有旨意给先生 先生同去罢 沈辉微微皱眉 扭头看了林昭一眼 后者面色平静 笑着说道 放心 最多就是给先生升官的圣旨 先生不想去 直接推举就是 沈辉在朝廷是有官职的 原本他在青州 是林昭给他的差事 并没有朝廷的官职 但是泛阳之乱后 林昭回归青州 朝廷没过多久 便来了到圣旨 封沈辉为节度师府长使 兼青州次使 这个官职 与林昭给他的官职 大致仿佛 唯一的区别 就是从一个野官 变成了朝廷正职 沈辉微微摇头 苦笑道 多半不会给我升官 这样王爷 明慧不高兴 以沈辉现在的官职 朝廷如果给他升官 只有升他做六部侍郎了 然而做了六部侍郎 就要去京城履职 沈辉作为林昭的左膀右臂 如果朝廷真有这个旨意 恐怕岳王爷会因此大发脾气 不管是什么旨意 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 离开了杰渡师府 沈辉走在林昭身后 若有所思地说道 朝廷在这个阶骨眼上下旨 多半是 关乎世子与公子的 林三郎神情一致 随即眯了眯眼睛 兵来降党就是 杰渡师府距离岳王府不远 二人很快来到了岳王府门口 此时岳王府门口 站着一个一身紫衣的大太监 手捧目合 大太监见到林昭之后 脸上立刻挤出了笑容 他先是对着林昭谄媚一笑 把手中的盒子 递在了旁边小太监手里 然后给林昭跪了下来 奴婢见过岳王爷 林昭上前 把这个大太监扶了起来 摇头道 周公公 你既然带了圣旨来 便是朝廷的天使 天使如何能跪我 周震谄笑道 奴婢没有拿着圣旨 便不算是天使 王爷您是朝廷公骨 国之注实 奴婢贵您是应当应分的 林昭微微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他上下打亮了一眼周震 开口道 长安距此足有两千余里 这么远的距离 朝廷随便派个人来救世了 怎么让大公公 你亲自来了 周震低着头 笑道 这不是因为圣人 看中王爷您吗 所以让奴婢过来跑一趟 林昭看向周震 忽然笑道 恐怕 是因为公公 你在内庭的地位 有些尴尬了吧 周震 是目前的司公台首奎 理论上来说 他应该是在长安城里 权力前五的大人物 如果是给长安城里的 高官重臣宣旨 他亲自跑一趟 表示皇帝的重视 倒也没什么 但是青州 距离长安两千多里 这么远的距离周震 亲自来 就很不正常了 这只能说明 周震在内庭 已经被渐渐边缘化了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 他不是本朝的太监 而是先帝朝的大太监 大太监这种身边人 当然是用自己人 更靠得住 当今天子刚登基的时候 不管是在朝廷 还是在内庭 都没有半点人脉可言 自然只能依靠 当时朝廷的那些班底 也自然只能依靠周震 而现在 三年多时间过去 周震在内庭的地位 就显得越发尴尬 这才有了内庭大太监 千里传旨的诡异事件发生 被林昭这么一说 周震低着头 脸色有些发红 他长叹了一口气 开口道 奴 奴婢 毕竟是先帝朝的旧人 原本是应该给先帝也守皇陵的 林昭伸手拍了拍 这个老熟人的肩膀 哑然一笑 好了大公公 宣旨一霸 林昭看了沈辉一眼 随即让赵成召集家人 没过多久 越王府的家人们 就在林昭身后集齐 林昭看了看周震 笑着说道 大公公 我等跪否 不 不必跪了 周震有些慌张地摆了摆手 然后从墓盒里取出圣旨 在手上展开 他清了清嗓子 开始宣读圣旨 圣旨前面的篇文很是繁杂 林昭站在原地 只当是没有听见 终于 周震念到了正文部分 越王世子林青 应封中散大夫 越王府二子林全 家学渊源 天资瑞秀 应封中大夫 越王府长女林苏 封山音郡主 这封圣旨 除了给林昭的三个儿女 封官封爵之外 也给沈辉封了一个 正四品下的通义大夫 给沈辉的散官 其实无关紧要 关键的是 给林昭两个儿子的散官 都是都闻散官 林某人虽然是近视出身 但是他授封节度史之后 便已经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武将了 按理说给他的儿子 加封散官 应当是加封武散官才是 比如说 林青的中散大夫 对应的武散官 应该是定远将军 而林全的中大夫 对应的武散官名威将军 林某人听完这道圣旨之后 微微皱眉 倒不是因为是武散官 或者文散官 而是因为 老二的品阶比老大高了一级 中散大夫 是正无品上 而中大夫 则是从四品下 散官并不是直视官 按理说 品级差得一级两级 也就是待遇问题 没有太大的分别 但是这兄弟俩放在一起 数子比弟子的品级要高 背后的用意 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不止林昭皱眉 站在林昭身后的谢王妃 以及侧妃崔芷 都微微变了脸色 崔芷默默走到林昭旁边 低眉道 夫君 这道圣旨 万万受不得 他脸色有些苍白 朝廷 分明是想以这道圣旨 离间咱们家里的关系 全而 如何当得其中大夫 谢旦然站在旁边 只是看了崔芷晴一眼 并没有说话 他很清楚 自己的出身不好 商骨之女 比起一般氏族 甚至比起农家女出身 都要低微一些 更不要说是 千年世家的清和崔氏相比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他只能沉默 林昭身手拍了拍崔芷晴的手背 示意他稍安勿躁 然后这位岳王殿下上前 从周震手里接过圣旨 淡淡地看了一眼后者 周公公 既然是恩应官 怎么我家长子品级 还要略低于次子 朝廷是什么意思 周震脸色苍白 连忙低头道 王爷 奴婢事先也不知道圣旨里的内容 只知道是恩应的圣旨 这道圣旨 是礼部的官员议定出来的 大概 大概是考虑到门帝出身 门帝出身 岳王爷面无表情 他们兄弟 都是出身我岳洲灵氏 何谈门帝出身 说着 林昭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圣旨 沉默了片刻之后 门声道 朝廷的圣旨 我不能服了圣人的面子 这样吧 我这就起草一道奏书 请大公公帮忙带回长安去 周震陪着笑脸 低头道 王爷 散官而已 您的王府 也不差那么一级半级的俸禄 林昭瞥了一眼周震 哑然一笑 我等既然是周臣 当然要拿朝廷的俸禄 前些日子 契丹给大周上了穗贡 现在穗贡正在压来青州的路上 周公公要不要带着契丹的穗贡 一起回长安 顺便也能在圣人面前讨点赏 周震面露惊喜之色 王爷 合适吗 红道天子四位没有多久 又是庞系 出身 还是挺需要一些政绩的 恰好逼迫蛮夷上贡 就是最好的政绩之一 周震如果能把契丹人的贡品带回去 好处一定不少 最起码 他在司宫台的地位 还能再维系一段时间 林昭看向周震 微笑道 自然是真的 公公且在青州住两天 等贡品到了 本王立刻让人领公公去看 是 周震连忙低头 奴婢自当从命 林昭跟身边人招呼了一下 很快就有人下去 给周震安排住出去了 等周震离开之后 林昭回头看了看 岳王府的家人们 淡淡地摆了摆手 好了 都散了吧 崔子晴神色复杂地 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带着儿子离开了 林昭迈不来到谢旦然面前 伸手拉着他的手 轻声道 夫人 这是长安城里有人在作怪 稍后我便上书朝廷 让朝廷给亲儿一个 四品的五散官 咱们家庭和睦最要紧 这些事情 你莫要放在心里 谢旦然性格与林二娘差不多 文言看着林昭 低声道 不要紧的 妹妹毕竟是相门之女 被朝廷重视一些 也是应当的 我没有放在心上 说到这里 她悠悠叹了口气 亲儿这两年 越发调皮了 夫君你也不肯好好教她 再这样下去 她 不碍事的 林昭微笑道 亲儿虽然顽皮了一些 但是性格不坏 做岳王又不是考状元 不一定非要当个宝学的大儒 今后我大半时间都在青州 闲下来 我会教她的 岳王殿下微笑道 两个儿子的散官 无关紧要 今天高兴的是 咱们的闺女 也得了个郡主的封号 过两天在府上摆几桌 把岳父岳母 还有谢敬都喊来 给咱们闺女庆祝庆祝 林昭的长女林苏 也是谢王妃所出 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人 包括谢旦然本人在内 都是喜欢儿子 胜过喜欢女儿 但是谢旦然知道 林昭很喜欢这个女儿 当即点了点头 开口道 在家里摆一两桌 找一些亲近的人 吃顿饭就是 莫要劳民伤财 哪里劳民伤财了 林昭哑然一笑 府里的钱 与节度师府的公库 是两码事 咱家的钱 都是商号里赚来的 对了 林昭似乎是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开口道 夫人有空的时候 找谢敬谈一谈 这小子最近 似乎有些不太老实 谢旦然神色微变 他看向林昭 开口问道 夫君 谢敬他 谢旦然与谢敬一起长大的 自然很了解自己这个弟弟 他低声道 谢敬他 是不是碰女人了 林昭点头 前两天 手下人跟我说的 说有人给他 送了两个女人 然后商号里有一笔货 就多花了点钱 这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情 本来不准备跟你提的 只是 林昭笑了笑 只是亲儿慢慢长大 许多地方 还要靠他这个亲娘救 商号那边的事情 是我硬塞了个谢敬进去 他自己要是坐不稳 将来 将来夫人可不能埋怨我 谢王妃微微低头 咬牙道 夫君放心 妾身会好好教训他的 还是小门小户的性子 怎么说也改不掉 不是什么大事 林昭握着谢旦然的手 笑道 让他多住一些旧事了 伤好越来越大 摆在他面前的诱惑 也会越来越多 嗯 谢王妃缓缓点头 妾身明白的 安抚好了谢旦然之后 林昭扭头看向一旁的沈辉 微笑道 昭明先生 咱们去书房一试 沈辉连忙点头 是 岳王府书房之中 林昭亲自搬了把椅子 请沈辉坐下 然后岳王殿下看着这个 跟了自己好几年的青州宰相 笑着问道 以先生看来 朝廷此举何意 王爷慧眼 这种小手段 自然瞒不过您 沈辉微微欠身 开口道 依属下看 这件事并不复杂 朝廷已经无法奈何王爷 便只能想办法 在王爷的公子们身上做文章 他看了一眼林昭 轻声道 王妃出身 平平 世子母族孱弱 而侧妃又是出身 清和崔氏这种千年世家 长安城里的那些文官们 自然就会跟天子出主意 朝廷刻意封赏二公子 就会让岳王府内互相对立 现在王爷的两位公子 年纪还小 尚且没有什么 等到十年之后 大公子成年 势力大了 内部自然会山头伶俐 沈辉毫不避讳地说道 即便是现在 青州内部也各有派系 比如南洋赵家寨一系 朔方一系 还有我们这些青州本地人 难免会互相帮扶 等到两位公子都成年 这些派系 就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沈辉轻声道 到时候 内斗起来 就无休无止了 沈辉这番话 说的还是很诚恳的 青州内部 其实远不止沈辉说的这些派系 除了上面三个派系之外 还有行阳正式一系 以及林昭刚弄出来的林氏商号 将来也会发展成一个派系 随着岳王府势力越来越大 这种派系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十几二十年后 岳王府内部也会山头林立 就目前来说 岳王府内部的势力当中 最不起眼 但同时最强大的 是南洋赵家寨一系 当年林昭从长安赶往青州 借着林俭的脸面 从赵家寨带出了三十多个青壮 成为他创业的最初班底 后来林昭 在青州站稳脚跟之后 又让赵歇 从家乡带出来一批人 前后加在一起 约莫有一百多号人 这一百多号人 只要活到现在的 大部分都成为了 平卢军之中的将领 以赵歇为首 而赵家寨势力当中 除了赵歇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更加不起眼的赵成了 赵成 从离开赵家寨之后 就一直跟在林昭身边 做林昭的亲卫长 一直到现在 他都没有升职过 但是随着林昭的地位抬升 赵歇这个亲卫长的地位 也跟着水涨船高 在赵家寨一系 所有人当中 除了赵歇这个 当之无愧的老大之外 赵成一定是能在其中 位居刺席的 毕竟 他从某种意义上 代表了林昭的意志 而其胜 赵甫平 以及不少从朔方借来的将领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官职都不低 也算是一股势力 除此之外 就是沈辉这种青州本地人 也在越王集团中 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此之外 还有躲在暗中的同前卫 将来多半也会成为一个派系 这都是随着势力发展 几乎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只是因为 林昭现在正在壮年 可以完全统领全局 因此 平日里不怎么能够看得出来而已 书房的主位上 林昭伸手敲了敲桌子 看向沈辉 笑着问道 如果说青州本地人 也有抱团 那昭明先生 应该是青州本地人之中的魁首了 沈辉摇头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蒙王爷信赖 唯以重任 不敢与人私交 几年以来 属下几乎没怎么跟本地人说过话了 林昭离开青州的时候 都是沈辉在青州主政 如果把青州集团视为一个国家 那么沈辉 就是那个监国之人 这样重要的位置 沈辉自然小心翼翼 岳王爷伸手敲了敲桌子 开口道 王府里的家事 我自信可以处理 不至于出现后院失火的局面 至于青州内部林昭的派系 并不是一件好事 先生有法子处理吗 沈辉摇头 王爷正在壮年 这些林昭的派系 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想要把他们敲碎打散 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沈辉看了一眼林昭 开口道 人总是要跟别人说话的 不管怎么说 青州的情况 比起长安城要简单得多了 一属下看来 一两代人不会出什么问题 这会儿 王爷把这些派系强行打散 过个几年 又会衍生出新的派系 昭明先生吐出了一口浊气 只要王爷在 这些派系之间 就不会有太大的矛盾 况且赵歇将军 与齐盛将军这些 都对王爷忠心耿耿 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各自派系的首魁 林三郎低眉想了想 然后缓缓开口 是这个道理 那这些事情 暂时压一压 他看向沈辉 继续问道 朝廷的圣旨 如何处理 本来也没有多少人知道 不宣扬出去也就是了 沈辉轻声道 只要王府不对这件事大肆宣扬 那青州上下 就能够明白 王爷宁的意思 唯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说到这里 他犹豫了一下 看向林昭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青州现在 已经有清和崔氏的人在了 他们崔家知道 这件事情 可能会到处宣扬 这件事 王爷最好与崔家沟通一番 或者与侧妃娘娘直言 林昭点了点头 稍后我就写奏书 让朝廷给我家老大 补个名威将军的五散官 说完这句话 林昭对着沈辉笑了笑 对了 昭明先生 你那个好友周福 我准备把他调到青州来 给你做个副手 你最近看一看 有没有人适合 幽州刺史的位置 如果有 我立马调周福来青州 幽州刺史周福 这两年在幽州干得很不错 而且他比沈辉要年轻一些 临招准备 把他调到青州来 做青州的刺项 沈辉文言 脸上露出笑容 属下正想跟王爷说这件事 属下一个人在青州 有时候的确有些疲累 王爷能调周福回来 再好不过了 最近几天 属下就挑选几个 幽州刺史的人选 给王爷参详 岳王爷满意地点了点头 除了周福的事情之外 根据同前卫的消息 明天或者后天 兔决的使者就要到了 就麻烦先生你招待招待他们 如果没有什么要警示 我便不见他们了 沈辉有些诧异 他抬头看向林昭 问道 王爷你有事情 林昭微微摇头 倒是没什么事情 就是懒得 在跟这些蛮夷废话 他们只要稍微有点脑子 便不会到青州来 跟我求援 我巴不得他们 跟契丹人 打得头破血流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最好两败俱伤 咱们去捡个便宜 一举占领整个北方 突厥人的使者 很快就到了青州 使团的规模很大 足足有近百人 甚至因为规模太大 导致兼任青州刺史的沈辉 一时间竟然有些紧张 临时调派了不少 青州军沿途护卫 生怕这些契丹人 在青州城里闹事 因为林昭提前交代过 因此身为节度使府 化世人的沈辉 便代替林昭 在节度使府 接待这些突厥人 沈辉作为一个正经读书人 对于礼节还是很看重的 一两天时间下来 并没有失礼 只不过与突厥人 谈事情的时候 沈辉按照林昭的要求 拒绝了这些突厥人的请求 到了第二天 这些性子急躁的突厥人 便有些着急了 突厥使团的首领 是一个妙龄女子 皮肤不像其他突厥人那样 反而有些白皙的过分 头发也不是黑色的 而是带着一些淡棕色 浓眉大眼 显得十分阴气 这个妙龄女子 如今突厥嘉丽可汗的女儿 也就是所谓的突厥公主 节度使府中 这位突厥公主 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向沈辉 用一口标准的汉话说道 沈先生 我们到青州来 是为了见你们岳王殿下的 如今我们到青州 已经两天时间了 你们那个岳王迟迟不肯相见 到底是什么意思 沈辉也跟着站了起来 心中暗自叹息 如果是州人 吃了闭门羹之后 大概就能明白主人家的意思了 但是这些突厥人便不懂这些 在沈辉屡次暗示之后 依旧非要见到正主不可 文化差异 让昭明先生十分头痛 这位已经年近五十的青州宰相 摇头叹了口气 看向眼前的这个女子 面色平静 公主 我家王爷近来身体染痒 不便见客 公主有什么事情 可以与沈某说 沈某会代为转告王爷 这个突厥公主 神色微怒 我便是到长安城里 也能轻易见到你们大洲的皇帝 到了谁姓她 还见不到她一个藩王不成 沈辉摇头 实在是有些不太方便 公主如果觉得青州怠慢了突厥 可以现在就动身原路返回 这句话 在任何一个州人听来 都是赤裸裸的逐克令了 但是因为文化差异 这位突厥公主 仍旧不死心 她看向沈辉 开口道 我奉富汉之命 非要见到岳王不可 她生了病 我便在这里等她病好 她要是病死了 我就在这里 等着见她儿子 说完 这位突厥公主看了一眼沈辉 咬牙道 请沈先生转告岳王 不见我 只会是你们青州的损失 说吧 她直接转头走了 等这位突厥公主离开之后 沈辉看着她的背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话外蛮夷 吐槽了一句突厥人之后 沈辉也没有理会她 而是回到自己的书房办公去了 她是青州实际上的宰府 每日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 能抽出一点时间来见这些突厥人 已经是给了突厥人的面子 不可能突厥人让她传话 她就会去传话 就算这些突厥人赖着不走 青州多养一百号人 也不是什么大事 又过了一天 林昭正在家里抱女儿的时候 一身黑衣的赵成 来到了林昭面前 低头道 王爷 突厥人在王府门口闹事 硬要闯进来 说非见到王爷不可 突厥人 林昭想了想 才反应过来 是前两天进青州的突厥使团 他伸手拍了拍女儿的后背 探向赵成 不是让昭明先生 把他们打发了吗 怎么现在还在青州 他们赖着不肯走 赵成苦笑道 沈先生千千君子 也拿这些蛮夷 没有什么办法 林昭低头想了想 微微低眉 罢了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再避而不见 这些突厥人 待在背后骂娘了 他看向赵成 开口道 让他们的首领 在王府的客厅里等我 我把孩子抱回去 就去见他们 赵成低头应试 林昭抱着女儿林苏 来到了谢丹然旁边 把孩子递在谢丹然怀里 笑道 夫人 外面有些讨厌鬼 我去打发一下 你先带一带孩子 我也听说了 家门口有人闹事 谢丹然双手接过孩子 看向林昭 轻声问道 没有什么事吧 能有什么事 林三郎笑着说道 在青州地界 就是李家人 也闹不出什么事情 说完这句话 林昭理了李衣裳 迈步走了出去 他还没有来得及 走到自家客厅 就看到匆匆赶来的沈辉 沈辉来到林昭面前 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低头苦笑道 属下一时不察 让这些蛮夷 闹到王爷这里来了 请王爷恕罪 林昭摇了摇头 看向沈辉 问道 不是杰度师傅 在招待他们吗 怎么突然跑到我家里来了 属下昨天已经跟他们说了 王爷不便见客的事情 这些人也不知怎么 就打听到 王爷住在这里 今天一大早 就到这里闹事来了 属下办事不力 罢了 林三郎瞇了眯眼睛 开口道 听说是什么 突厥王杖的公主 来都来了 我去见一见就是 他看向沈辉 开口道 杰度师傅 应该还有很多事情 要处理 先生不必在这里等着 回去做事就是 沈辉抬头看了林昭一眼 确定林昭没有生气之后 才微微低头 拱手道 属下遵命 说吧 沈辉后退三步 才转身离开 等沈辉离开之后 岳王殿下背负双手 走进了岳王府的正堂 此时岳王府的正堂里 坐了三个人 两个男子都是五大三粗 而为首的一个女子 却是皮肤白皙 踪发碧眼 嗯 很像长安城里的胡姬 岳王爷上下 打量了一遍这个女子 缓缓开口 这位 就是突厥王杖的公主 听到了林昭的话之后 这位突厥公主 也上下打量了一遍林昭 目光之中 微微带着诧异 你 你就是大舟的岳王 岳王殿下 慢悠悠地走到了主位上 再一次看向突厥公主 不是突厥的公主吗 怎么看起来 有些像是西域人 这位突厥公主神色平静 我母亲是西域人 林三郎呕了一声 继续问道 叫什么名字 阿史纳蒙月 这位突厥公主 完全没有汉家女儿的羞怯之气 昂着头说道 我还有一个汉名 叫做蓝烟 阿史纳翻译过来 就是蓝色的意思 她看向林昭 问道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林昭哑然一笑 你到青州来见我 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知道 蓝烟依旧微微抬头 但是你问了我的名字 就应该告诉我 你的名字 林昭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岳州林昭 林昭 突厥公主蓝烟 再一次上下打量林昭 然后直言不讳地说道 来青州之前 我就听说你们大州的岳王很年轻 没想到 看起来像个矛头小伙子 你今年多大了 有三十岁了吗 自从林昭坐到平庐节度史之后 就连宫里的大太监周震 面对他的时候 都毕恭毕敬 已经很少有人在他面前这样不客气了 岳王爷也不生气 淡淡地说道 有了 看着不像 蓝烟又看了林昭一眼 说道 你看起来 跟我们突厥人二十来岁一样 那是你们显老 林昭抬头看了看这位突厥公主 咳嗽了一声说道 说吧 你见我有什么事情 你为什么骗人 蓝烟问道 林昭皱了皱眉头 什么骗人不骗人的 你的属下说你病了 蓝烟瞅了一眼林昭 开口道 你根本没有生病 父亲说的不错 你们周人 都是奸诈狡猾之徒 无缘无故被骂了一通 林昭也忍不住有一些火气 他闷哼了一声 开口道 你汉话不错 还有点观众口音 在长安待过 嗯 蓝烟开口道 我在长安待过四五年 有一个周人老师 好了 一向好脾气的岳王殿下 终于也失去了耐心 他看向这个一副 胡人面孔的突厥公主 开口道 我的时间宝贵 有什么事情赶紧说 蓝烟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我们还没有见面 你就开始骗人了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骗我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林昭已经被这个天真道有些讨厌的突厥公主 弄得完全失去了耐心 他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淡淡地说道 三位慢走 本王不送了 哎 蓝烟有些着急了 他直接站了起来 看向林昭 我们还没有开始谈事情 你要去哪里 那就赶紧谈 岳王爷神色不善 你们突厥 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使臣吗 我哪里不像样了 蓝烟有些不服气 王帐里 我的汉话是最好的 你在长安待了五年 一点大舟的礼仪都没有学到 林昭强忍住脾气 闷哼道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有事说事 他重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低头喝了一大口茶水 这个突厥女子 说话让他很是难受 蓝烟公主也察觉到了林昭的不耐烦 他坐了下来 整理了一番思路 开口道 岳王殿下 我富汉知道 契丹人前不久袭击了你的领地 让你的将士损失很大 林昭皱眉 摇头道 这位公主殿下 请注意你的言辞 契丹人袭击的是我大洲的边疆 不是我个人的领地 蓝烟有些不解 但是他忍住疑惑没有说出来 而是继续说道 不管怎么说 岳王殿下总归是与契丹人结仇了 是不是 不是 林昭面色平静 幽州之战 我凭卢军大获全胜 至今契丹还在向本王缴纳遂贡 既然我们赢了 何来仇怨可言 那契丹人与您总是结了仇的 蓝烟公主面色认真 他们在幽州死了人 将来会想方设法地报复岳王你 他们离岳王你的领地太近了 所以呢 林昭看向这位突厥公主 与契不嫌不淡 傅翰愿意与岳王一起出兵 将契丹人一 一网打尽 蓝烟满脸认真 只要岳王点头 用不了多久 契丹人就在无容身之处了 到时候 傅翰愿意与岳王勇为盟友 守望相助 林昭再也忍耐不住 失笑了一声 据我所知 突厥人近两个月 与契丹屡战屡败 已经被迫让出了大量土地 草场 是不是 蓝烟脸色有些发红 突厥勇士 向来以勇猛著称于草原 一百多年来 纵横草原无有敌手 但是百多年的好日子 也消磨了突厥人的锐气 现在的突厥人 面对只有几万战斗力的契丹人 居然屡战屡败 让这位突厥公主 也觉得脸上无光 突厥与我们大洲互为死敌 已经近两百年了 凌昭毫不避讳地说道 身为周人 本王巴不得你们突厥国破家王 为什么要跟你们合作 因为傅汉说 岳王你已经不是周人了 蓝烟抬头看向凌昭 轻轻咬了咬嘴唇 傅汉说 只要有足够的好处 岳王就会出手帮我们 足够的好处 凌昭了眯眼睛 你们突厥现在 还能给我什么好处 牛羊 还有女人 蓝烟抬头看向凌昭 开口道 我就是傅汉送给岳王的女人 这种话 在汉家女子嘴里 是绝对说不出口的 但是 在这个突厥公主嘴里 竟然毫不避讳地说了出来 连凌昭本人 都有些愣住了 她神情僵硬了片刻之后 微微皱眉 我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处女 蓝烟抬头看向凌昭 开口道 我可以给你生孩子 我傅汉说 只要你出手把你们 咱们两个的孩子 将来可以去突厥继承捍卫 这种毫不遮掩的话 即便是在另一个世界 也很难有人能够面色平静地说出口 但是 这位突厥公主 就很自然地说了出来 凌昭在汉人的土地上待了三十年 平日里接触的 也都是汉家文化 听到这番话之后 沉默了许久 才皱眉摇头 我不缺女人 她看向蓝烟 开口道 至于你们突厥的汉卫 我也没什么兴趣 蓝烟有些着急了 你们周人 不都喜欢女人吗 她站了起来 展示了一番自己的身段 开口道 我跟你的女人比 哪个漂亮 林昭再一次皱眉 我说了 我不缺女人 你们突厥的使团 如果只有这个水准 眼里都是男怀女爱 那么我们也没有必要谈下去了 赵诚 送客 林昭再一次起身 门口一身黑衣的赵诚 也迈步走了进来 准备送客 蓝烟看向林昭 有些着急的大声道 气单人狼子野心 他们打败了我们突厥 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到十月王你 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四五万气单人 就可以与我们整个突厥为敌 等到他们变成十万 二十万 你的幽州 你的青州 你们周人的长安城 都会被气单人踩在脚底下 永远不能翻身 林昭面无表情 你在威胁我 蓝烟被赵诚挡住 仍旧抬着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月王不幸可以看着 你现在放着气单不管 十年二十年后 便再也管不了他们了 在此之前 林昭基本上没有跟这些突厥人打过交道 毕竟在此之前 他的领地 实际上与突厥并不接壤 一直到平卢君实际上掌控了太原之后 林昭才引起了突厥人的注意力 也才有了这个叫做蒙月的突厥公主 突厥与西域是接壤的 因此 有这么个突厥西域混血的突厥公主 并不奇怪 怪就怪在 这个蒙月公主说话 直白到了让人折舌的地步 听到了她的话之后 林昭皱起了眉头 开口道 气单人强盛以后会难下 你们突厥人又难下了多少次 在我们大洲 但凡读过点书 就说不出这种蠢话 说到这里 李昀上下打量了一番这个突厥公主 面无表情 至于公主你 长得虽然有些好看 但是与长安城里的那些胡姬 也没有强到哪里去 岳王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默默地走到 已经被赵成等人拦下的蓝烟面前 开口道 长安城里的那些胡姬 可没有自信到公主这种程度 说完这句话 岳王爷面无表情 两只手拢在袖子里 默默走远了 赵成等人 已经很默契地拦住了这三个突厥人 一直到林昭走到了自己的书房附近 一身黑衣的赵成才来到林昭面前 低头道 王爷 都撵出去了 林昭默默点头 然后看向赵成 开口道 你身边的兄弟 有没有口风不牢的 赵成连忙摇头 开口道 王爷 能够随身护卫您的 属下 都严格考察过的 不该说的话 他们半个字 也不会说 平日里不说就不说了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但是今天的事情 要不小心说出去 最好是把这个突厥公主的话 统统传出去 明白了吗 赵成跟林昭身边已近十年 也已经长了许多心眼 文言 他连忙低头道 王爷的意思 属下明白了 王爷更想让契丹人 无意间知道这件事 除了契丹人之外 还有朝廷 岳王殿下呵呵一笑 朝廷如果知道了 我跟突厥人见面 只怕还要更慌一些 到时候 他们就要上赶着 给咱们送钱送粮 林昭现在把持太原 如果他跟突厥人合作 也就意味着 突厥人可以从太原 长驱直入 直扑关中 真要如此的话 给大周带来的破坏 绝对远胜当年的泛阳之乱 而大周 已经受不住第二次泛阳之乱了 赵成微微低头 开口道 属下明白王爷您的意思了 不要做得那么刻意 不然效果会差上一些 林昭笑道 等会我让同前卫那边 去配合你一下 尽量演得像一些 你们演得逼真 咱们今年就能过个肥年 赵成挠了挠头 开口道 属下尽量办好 王爷交代的差事 林昭伸手拍了拍 这个大个子的肩膀 然后转头 回了自家的后院 这会儿已经接近中午了 林昭想了想 便来到了侧妃 崔芷的院子当中 此时 崔芷芹正在教授儿子林泉认字 见林昭走进来 他便站了起来 看向林昭 笑道 王爷您应付完那些突厥人了 林昭在小儿子面前 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哑然道 六娘也知道了 府上的人都知道了 崔芷芹站在林昭伸手 帮着他轻轻揉捏肩膀 近几年 还没有人赶到咱们家门口闹事呢 也就是这些突厥人 才敢干出这样 没心没肺的事情出来 这些突厥人 也不一定就没有自己的考量 林昭笑道 契丹人在青州军的眼线 不会没有 但也不会很多 如果这些突厥人 不在青州闹一闹 契丹人说不定都不会知道 他们到了青州 他们这样闹 就是为了告诉契丹人 他们到了青州 并且见到了我 这样 北边战场上的契丹人 就不敢打得太凶 他们也怕 我在背后捅刀子 崔芷芹愣神了一瞬间 然后摇头道 这些暗处的弯弯绕绕 王爷不说 给窃身听 窃身还真想不明白 也可能是我多想了 林三郎淡淡地说道 不过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有些时候不得不多想一想 多想总比少想要好 说到这里 林昭突然伸手 指着桌子上 林全刚刚写出来的一个字 笑着说道 儿子 这一笔写错了 原本在给林昭柔肩膀的崔芷芹 手上的动作立刻停了下来 他走到儿子旁边 看着林昭刚指出来的那个字 微微皱眉 怎么写了这么多遍的冒字 也会写错 林家的两个儿子 大儿子 林青怕父亲不怕母亲 这个小儿子就恰恰相反 他更怕母亲 而不怕父亲 被崔芷芹瞪了一眼 立刻吓得不轻 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跑到林昭面前 伸手抱住老爹的胳膊 好了 孩子才三岁多 林昭摇头道 常人家的孩子 这个时候还不认字 他已经会写许多字 很不容易了 已经快四岁了 林昭在场 崔芷芹没有办法发脾气 只能微微叹了口气 咱们家七叔是炭花 夫君你也是炭花 到了这一代 怎么也该再出一个读书人才是 我这个炭花 算是侥幸得来的 即便是林某人 也不太好意思 当着妻儿的面 说出自己当年科举舞弊的事情 只能借口侥幸二子 他伸手摸了摸老二林全的脑袋 笑着说道 好了全 今天给你放假一天 不用背书写字了 你出去玩吧 林全眼睛一亮 他先是看了母亲一眼 见母亲没有反对 便对着林昭低头 谢谢阿爹 说完这句话 小家伙疯一样的跑远了 一直等他走远 林昭才反应回来 回头看向崔芷芹 哑然一笑 这孩子 怎么也会说岳洲话 林全从小到大 都是母亲崔芷芹带着的 崔芷芹虽然是亲和人 但是从现在长安长大 平日里说的都是长安官话 而林昭 在崔芷芹面前 大部分时间也是说官话的 因此 林全便不怎么会说岳洲话 跟他哥哥学了两句 崔芷芹对着林昭轻声笑道 杜绝你是岳洲人 他自然也就是岳洲人了 说两句岳洲话 不是应该 林昭点头 等他们再大一些 就带他们去岳洲住一段时间 对了 林昭看向崔芷芹 笑着问道 岳父大人 过两天要来青州 崔芷芹点头 是要来 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外孙 因此要来看一看 这是好事 岳王爷府长笑道 他这么些年 大有不认女儿的态势 现在既然肯来 这门亲戚 以后就可以来往了 清河崔氏 是与行阳正式齐名 甚至还要略微强盛一些的大家族 这种千年世家出身的人 都有一个特性 那就是骄傲 不管是行阳正式 还是清河崔氏 都是如此 当年郑通兄弟 从一个逃亡的犯人 变成了天下有名的富商 即便如此 他还依旧看不起 自己身上的商人身份 一心想要回归行阳正式 凌昭的那个大表哥正牙 六七岁就家破人亡了 也仍然是一副 卓士加公子的模样 不与常人为伍 而清河崔氏 就更加离谱 崔子晴给凌昭做了妾 清河崔氏身以为耻 几年时间 没有跟崔子晴有任何来往 甚至崔子晴的两个兄长 到长安谋官 也不愿意住在凌昭的岳王府里 后来 凌昭想方设法 吴忠生有出来一个侧妃的位置 让崔子晴做了岳王府的侧妃 清河崔氏仍然不满意 不怎么跟凌家往来 要知道 现在的凌某人 可不只是一个节度史那么简单 民间已经到处在流传 凌与李贡天下 以及李老大 李老二这种流言了 事实上 单纯论势力来讲 凌某人的势力 以及战斗力 都要胜过中央朝廷不少 如果狂妄一些的话 应当是凌老大李老二 一直到这个时候 崔子晴娘家的人 才真正肯定下高贵的头颅 愿意认凌家这个亲戚 这几年时间里 凌昭一直因为这件事 有些不太高兴 老实说 如果不是因为崔子晴 现在崔家人来攀他的高知 他也懒得搭理这些 已经日薄西山的世家子弟 但是 因为这件事 他这些年也一直觉得 有些对不住崔子晴 崔英肯亲自来青州 也算是对越王府低了头 到时候他这个女婿 还是要去的见一见的 崔子晴坐在凌昭旁边 看了一眼丈夫的脸色 轻声开口道 夫君 前几年我那两个哥哥到长安 不肯住越王府的事情 你 你不要放在心上 崔六娘低着头 开口道 那时候我非要入凌家门的时候 父亲就跟我说了 以后我便不再是崔家女 这是 怪不得两位兄长 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也没有说 要怪他们 凌昭拉着崔子晴的手 哑然一笑 我都没有放在心上 还说没有放在心上呢 崔子晴看向凌昭 轻声道 那时候我那两个哥哥 到长安谋关 你给他们两个安排了 九品的教书郎 即便是朝廷正常 从我家征闭 一般也是要给个六品官的 凌昭笑了笑 那也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崔家人 现在如果想做官 可以到青州这边来做官 咱们家下属周县 很多地方官不得已只能用武将顶替 正确闻官呢 崔子晴轻轻地看了凌昭一眼 低头道 再有 夫君这些日子 都不怎么与我说话了 岳王殿下挠了挠头 苦笑道 也不是不与六娘说话 只是大部分时间在那边带女儿 六娘也知道 我比较喜欢闺女 崔子晴轻轻咬着嘴唇 那 那我也给夫君生个闺女 他静止上前 坐在了凌昭腿上 伸手揽住了凌昭的脖子 脸色飞红 岳王爷微笑道 不好吧 大白天呢 崔子晴低着头 去解凌昭的衣裳 没有人会进来的 突厥的那位盟月公主 在见了凌昭之后 依旧不愿意从青州离开 死皮赖脸地住了下来 如同凌昭猜想的那样 她留在青州 并不是真的要跟凌昭谈成什么 而是要给契丹人一个假象 告诉契丹人 他们已经在跟凌昭谈事情了 按照这位盟月公主最早的计划 最好是能跟凌昭人睡上一觉 然后留在青州 给凌昭当个小老婆 这样 哪怕青州与突厥 没有谈成任何纸面上 甚至口头上的协议 契丹人也会担心 凌昭人在背后捅刀子 从而在正面战场上会畏首畏尾 不过凌昭没有吃这一套 蒙月公主只能硬着头皮 留在了青州 凌昭也没有再去理会她 因为突厥使团留在青州 对于她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 这样一来 她手上也就有了更多的筹码 可以去拿捏耶律镯 更重要的是 凌昭现在也没有心力 去管蒙月公主的事情 因为她那个便宜 老丈人崔盈 已经赶到了青州 贝州距离青州不算远 这位清和崔氏的家主 只带了十来个护卫 以及崔子晴的一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来青州探亲 名义上是来看看 她那个自出生以来 只见过一次的外孙 实际上背后的政治意义 已经不言自明 崔盈的到来 意味着清和崔氏在接下来 会全面倒向青州的越王集团 将来多半也会被绑在 越王府这辆战车上 无分彼此 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 最直接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临昭前几个月 北巨契丹 吸取太原的壮举 那一次 完整地展现了平鲁军 现在的实力 让天下人为之侧目 也正是因为如此 几年时间都没有来青州的崔盈 在太原之战后两个多月 便亲自来到了青州 清和崔氏的道向 给林昭带来的好处 无疑是巨大的 在此之前 越王集团上下不缺武将 但是世人 却只能用以省会为首的 青州本土世人 清和崔氏的道来 会让越王集团的文官人才压力 骤然减轻 因此 林昭对于崔盈的道来也很重视 在老爷子到来的那天 他亲自带着王妃谢淡然 以及侧妃崔芷晴 还有两个儿子 来到青州的西城门迎接 一家人刚到城门口没多久 崔家的马车 就在关道上缓缓出现 等到马车距离林昭 还有十几步的时候 岳王爷带着一家人迈步上前 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头 在一个少年人的搀扶下 缓缓下了马车 崔芷晴眼睛寒泪 静止迎了上去 直接对着崔芸跪了下来 父亲 林全也很懂事 蹬在母亲身后跪了下来 扣手道 外公 崔芸看了看跪在地上的女儿 微微叹了口气 伸手把她扶了起来 开口道 起来吧 起来吧 把女儿扶起来之后 老头又一把把一旁的林全抱了起来 脸上露出笑容 好外孙 外公可三年没有见你了 这个时候 林昭与谢淡然也走了上来 岳王殿下对着崔芸攻身拱手 岳父大人 谢王妃则是欠身行礼 见过崔公 世子临清上前 对着崔芸深深作一道 见过崔爷爷 崔芸看了看林昭一家三口 然后把目光放在林昭身上 老头微微低头 岳王爷太客气了 崔芸的到来 代表着士族集团 或者说 以清和崔氏为代表的士族集团 开始向林昭这种地方诸侯低头了 这种情况 对于清州集团来说 无疑是好事情 但是同时 也代表着清和崔氏 已经对朝廷放弃了希望 这是世家押宝的过程 这些千年世家 之所以能够历经数朝而不倒 就是因为他们在王朝末年 会毫不犹豫了 放弃救王朝 押宝在新王朝身上 甚至有些时候 这些世家大族本身 就是推翻救王朝的主力之一 崔芸一个人跑到清州来 绝对不仅仅是 为了看一看外孙那么简单 而是一种明确的政治表态 从今以后 会有越来越多的读书人 开始倒向清州集团 一阵寒暄之后 林昭引着崔芸上了越王府的马车 一行众人来到了越王府之中 等到了越王府正堂之中坐定 崔芸看了看之后 才对着林昭问道 怎么不见老夫人在家 林昭伸手 给崔芸倒了杯茶 微笑道 家母上个月跟舅父一起 回新阳老家探亲去了 因此不曾在家 林二娘因为许久没有回过新阳了 上个月就跟着正通他们一起 回新阳正式住上一段时间 反正只要林昭在清州坐镇 林家的任何人都是安全的 朝廷不仅不会加害林二娘 甚至还可能会派人保护她 毕竟如果林二娘受了什么伤 天知道越王爷会怎么发疯 崔芸点了点头 端起茶水抿了一口之后 对着林昭由衷感慨 从前老夫也来过清州 但是刚才下了马车之后 险些已经认不出这座城市了 平平无奇的清州城 在王爷手上 真是天地翻覆 岳父太夸奖了 林昭低眉道 清州近些年 是多了不少人 也进来了不少好吃的吃食 岳父这次来了 就在清州多住一些日子 让六娘带你在清州好好转一圈 崔芸摇头 叹了口气 老了 腿脚不方便了 她看向林昭 悠悠叹息 前些年还好 从父亲去后 家里的事情全都压在我一个人肩上 这些年 感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次之所以跑来清州 就是怕再不来 恐怕再也见不到我的外孙了 这个时候 崔芷芹就站在崔芸旁边 文言低头 眼睛有些发红 爹 您莫要胡说 实话实说 老头咳嗽了一声 看向林昭 若有所指的说道 岳王爷的平如君 这几年势头正胜了 时局逼迫而已 林昭自己低头喝了口茶水 开口道 小旭 在这个位置上坐着 气待人打过来 我自然是要打回去的 至于太原那里 也只是顺手所为 崔芸上下打量了一眼林昭 然后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 缓缓说道 六娘 你去与你弟弟妹妹说说话 为父跟岳王爷有几句话要说 崔芷芹点了点头 是 父亲 说完这句话 他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转身走了 崔芷芹离开之后 正堂里就只剩下温婿两人 崔芸喝了口茶之后 看向林昭 岳王爷 太原之战之后 朝廷与你倾州 恐怕暗地里 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你把事情做到这个地步 没有给朝廷留下任何脸面 崔芸惶缓问道 下一步越王也要怎么走 做第二个康东平吗 古斯班林昭哑然一笑 开口道 我若是要做康东平 当初我便不会离开长安 在长安城里当的权臣 直接逼迫皇帝让位 岂不是比现在 再起兵造反容易许多 崔芸低眉道 当时的长安城 内有李氏宗亲 有其师道 外面还有个虎视眈眈的 河东军王府 王爷自然不敢胡来 现在王府已经没了 平庐军愈发强盛 王爷就没有别的念头 林昭有些诧异地 看了看自己的老丈人 岳丈想让我造反 崔芸摇头 淡淡地说道 不是老夫要你造反 只是你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已经把自己 逼到不得不反的地步了 老夫这次来 便是要你零三一句话的 崔家主缓缓说道 岳王爷如果打定主意要造反 那清和崔氏便压上身家性命根了 如果岳王爷愁出不前 首属两端 那青州便是自取败王 清和崔氏自今日开始 要与王爷撇亲干系了 林昭看了看崔盈 笑着说道 岳丈言辞间 对李州朝廷颇有怨气 是因为崔相之事 崔盈的父亲崔衍 乃是郑温之后 大州郑士堂的首相 崔衍在朝廷的时候 即便是后来 主持郑士堂的曹松 也只能在郑士堂 心甘情愿地位居次席 只不过先帝李循四位之后 为了尽快掌握权力 想要掌握郑士堂 做出了一些很过激的事情 最终把这位德高望重的崔相 逼得撞死在太极宫里 崔盐死了之后 清和崔氏在长安城里的地位 就一落千丈 当时的长子崔盈 扶官出长安 把老爹带回了清和 也是那个时候 崔家在朝堂上的官员 先后离职 返回了清和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 清和崔氏都对李州朝廷 怀有一些怨气 只不过在泛阳之乱的时候 清和崔氏不知为什么 死活不愿意与康东平合作 仍旧心向理事 父亲的事情 已经过去了 崔盈低眉道 我观李州气运 已经如风中残烛 这个时候 天下当有新主了 林昭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言论 他看向崔盈 开口道 何以见得 崔家主低头喝茶 然后看了一眼林昭 开口道 三郎你在长安里的那个皇帝 很是走运 恰好他是诸多势力的平衡点 因此才能从几乎一介不一 一跃成为大周天子 这位大周天子 便是李州最后的气数 他在一天 大周朝廷就可以在一天 哪天他没了 大周王朝立刻风雨飘摇 林昭巍巍摇头 当今天子 正当盛年 日子还长着呢 话是这么说 崔盈面色平静 如果他在长安 老老实实的 或许可以多活一些年岁 但是他这些年 先后追封父祖为皇帝 又在长安城里 清理中宗皇帝后人 想要给父祖报仇 三年时间 中宗皇帝的子嗣当中 已经有三人被夺绝 其中一个 还被流放到了岭南 虽然至今 还没有人死在 这位皇帝手中 但是中宗皇帝的子嗣 已经人人自危 一旦某位中宗皇帝的子嗣 死在这位天子手里 李家宗室内部的矛盾 将会瞬间爆发 一番内乱下来 崔盈低眉 如同老僧一般 皇帝即便还活着 恐怕也无力朝政了 长安城里的情况 林昭是比崔盈更清楚的 毕竟他有同前 位在长安扎根 对于长安城的情报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 对于长安城里的 宗室矛盾 他心里也是清楚的 星天子李玄通 在登基之初 倒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但是在他逐渐掌握了 权力之后 便开始慢慢显露出 为父母报仇的意愿了 这种情绪 可以说是人之常情 毕竟李玄通 虽然自小为道士 但是他其实不是什么道士 不仅他不是道士 他的老师 那个纯阳官的李关主 也是个半路出家的也道士 李玄通本质上 与寻常人没有什么分别 他在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之后 也会为了被害的父母捶泪 甚至跑去后山 哭着给自己的父母 刻悲 在对仇人无能为力的时候 他自然不会做什么过激的事情 但是现在 随着他在朝廷的地位日渐稳固 他当然想要为故去的父祖 做些什么了 虽然他的仇人 中宗皇帝 已经故去多年 但是中宗皇帝的子嗣都还在 而且儿孙满堂 能报复的点 实在是太多了 林昭也知道这个情况 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件事 想得太严重 在林某人看来 长安城里的情况 远没有那么糟糕 毕竟就算李玄通 开始大肆屠戎中宗皇帝的子孙 这些宗室子孙 也没有什么还手的能力 最多就是天子收获一些骂名而已 而在崔莹看来 这件事 甚至会让二百多年的李州皇室 陷入覆灭的边缘 岳父有些言过 其实了吧 林昭低头喝茶 缓缓说道 如今长安城里的天子 已经掌握了禁军 且不说他收拾那些宗室的理由 合情合理 而且没有动手杀人 即便真的动手杀了人 忠宗皇帝的那些子嗣 还有还手的余力 皇帝耻夺这些宗室的爵位 俸禄 把他们贬为庶民 甚至流放岭南 都是因为司公台掌握了 他们危害一方的铁证 皇帝才对他们下手 可以说是合情合理 有些事情 不是合情里就可以做的 崔莹淡然道 瓜田不纳履 礼下不整官 有些事情需要避嫌 皇帝想要稳坐地位 也需要避嫌 哪怕那些宗室 再如何食恶不赦 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样其他的宗室 才能放下心 才不会担心 皇帝拿他们开刀 而现在这种情况 即便那些宗室 活该被千刀万剐 也不应该由当今天子 来动手 天子一动手 其他宗室 便一定会觉得 天子在公报私仇 人性如此 不是情里二字 能够说得过去的 崔莹对着灵昭笑了笑 三郎不幸可以看着 宗宗皇帝的子孙当中 只要再死一个人 哪怕是自己 在大街上坠马摔死了 那些人也会把事情 安在皇帝头上 长安城一定会再起暴乱 到时候 皇帝想要平视 想要震慑人心 就只有动手杀人 屠刀一起 人心尽失 崔莹闭目道 到时候 他这个皇帝做得下去 做不下去 老夫不知道 但是他就不再是 诸方势力平衡的那个点了 到时候 说到这里 崔莹没有再继续说下去了 但是他的推断 已经不言自明 老头觉得 李州王朝 已经命不久矣了 所以 他才会在这个节点 跑到青州来 岳王爷低眉想了许久 然后缓缓开口 若是如岳父所说 天子在这一场 大乱中失了性命 倒是 倒是我害了他了 李州气运如此 与三郎你没有太大关系 崔莹淡然一笑 当时 如果三郎你不服 这位宏道天子四位 就只能是李寻的那个 年仅十岁的嫡子四位了 一个十岁的小孩子 长安城里的情况 只会更糟糕 说不定不用等几年 现在的长安城 就已经大乱了 我只问三郎一句 崔莹的脸色凝重了起来 若天下大乱 君当如何 这一次 林昭没有犹豫 李时其路 天下共逐之 如果天下大乱了 作为当今 世上最强的诸侯 几乎没有之一的岳王 林昭自然不会再傻乎乎地 固守本土 到时候 该争就要争 林昭不会退却 有三郎这句话 老夫便放心了 崔莹低眉道 我知道三郎手下缺读书人 最多半年时间 老夫能给三郎 带来两三百堪用的读书人 林昭看了看崔莹一眼 笑着说道 两三百读书人 怕不是要把我这个小朝廷给掀翻了 崔莹作为千年世家的家主 一眼就看出了林昭的顾虑 她摇了摇头 面色平静 岳王府的家世 老夫不会干预 而且自古以来 就是力敌力长 老夫也同意 你力长子为世子 说到这里 崔莹淡然道 而且 你们青州看起来是一个小朝廷 本质上仍然是军头 一切都是平鲁军说了算 离杆子是斗不过枪杆子的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番 然后缓缓说道 这样吧 岳父带人过来就是 能不能用 小续会让昭明先生 他们来做主 这些读书人 如无例外 都要从底层八品九品的小官做起 岳杖以为如何 只要那些读书人自己愿意 老夫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说完这句话 老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伸了个懒腰 好了 今日的事情就说到这里 老夫要去 抱我那个乖外孙去了 说吧 崔老头打了个哈欠 迈一步走了出去 等崔老头走远之后 林昭坐在主位上 若有所思 片刻之后 他才从自己的位置上起身 来到了书房里 提逼给长安那边写了封信 等到他这封信写完 封好封口 一个一身蓝色以上的中年人 已经站在了林昭的书房之中等候 这个中年人 袖口袖着一枚铜钱 把信送去长安 想办法直接送到司工台 中年人双手接过 恭敬低头 是 林昭低头想了想 继续说到自今日起 严密监控长安城里的一举一动 日日上报 尤其是长安城里的宗室 有任何风吹草动 立刻六百里加急送回青州来 中年人再一次低头 属下明白 林三郎闭上眼睛 种种事情在他脑子里缓缓闪过 最终串了起来 这位岳王殿下伸手敲了敲桌子 开口问道 司工台内部的消息 咱们还能接触到吗 兰一中年人点头道 可以 司工台里 还有几个我们的自己人 只是为了隐秘 一直没有动用 用一下吧 岳王爷面无表情 我要知道 最近司工台每天都在干什么 长安城里 一个一身紫色衣裳 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太监 跪在天子面前 双手捧着一打厚厚的文书 毕恭毕敬 陛下 这是奴婢们查到的鲁王府罪证 这个紫衣太监 是司工台的少奸陈景 陈景 是最近两三年 才一路高升的太监 也就是说 他是红道天子亲手拉起来的太监 算是本朝的天子亲信 随着天子渐渐接掌朝政 长安的内庭 开始一代新人换旧人 目前只要是明眼人 就能够看得出来 陈景将会是阶梯大太监周震的 下一任司工台大太监 因为是红道天子一手提拔起来的 以陈景为首的这些新太监 自然会想方设法地 来讨好自家主人 尤其是在知道 天子与中宗皇帝一系有怨之后 司工台就开始刻意地去查 中宗皇帝后私的污点 先前的几个藩王 均是被司工台找到罪证 然后被朝廷绳之以法 听到了陈景这番话 原本正在翻看文书的天子 瞥了一眼跪在自己面前的这个陈太监 面无表情 朕 没有让你们再去查这些宗室了吧 陈景连忙低头叩手 回陛下司工台监查百官 因此 算了 天子摆了摆手 开口道 已经办了几个了 再办下去 那些宗室估计就会跳出来生乱 到时候更难收拾 只能天子低头 吐出一口浊气 只能暂且苦一苦百姓吗 这些藩王有些是在长安 有些是在地方 不能说是无恶不作 但是多少有些胡作非为 如果是中宗皇帝本人 来办他这些儿子们 大家自然拍手称宽 但是宏道天子来办这件事 身份就有些敏感 更重要的是 这件事不能只盯着中宗皇帝的儿子们去办 比如说 这个鲁王李玉 正是中宗皇帝第十子 年纪不大 今年也就将满三十岁而已 陈景跪在地上 叩手道 陛下 奴婢自然知道陛下的难处 只是鲁王所作所为 实在是胆大包天 奴婢不得不斗胆直臣 天子放下手书 对着陈景招了招手 送上来 陈景连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把手书递到天子面前 低眉道 陛下 鲁王于月前 在鲁王府中 与各路藩王 以及藩王使者密会 暗中图谋不轨 被咱们埋在鲁王府的密线 查了个明明白白 天子面无表情 从陈景手中 接过这些司工台探访到的证据 一一翻看 等到他看完这些证据之后 脸色已经阴沉如水 朕知道了 陈景低头道 陛下 奴婢知道 您现在绝难下手 但是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先控制鲁王一家 如果不加以控制 恐怕 天子低眉道 盯着就是 正会处理的 陈景连忙低头英事 天子看了一眼陈景 开口道 经召隐与宋王叔 何时回京 陈景低头道 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 估计明后天 就能回到长安来 天子点头 等他们回来之后 让宋王叔立刻到宫里来见朕 陈景恭敬低头 奴婢遵命 天子又看了一眼 这个年轻而充满干净的太监 开口道 周震这段时间不在司宫台 司宫台的事情 你多熟悉熟悉 陈景心中大喜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对着天子恭敬叩手 奴婢遵命 天子没有理会跪在地上的陈景 而是静直站了起来 离开了甘露殿 离开了甘露殿之后 天子来到了后宫之中 在皇后娘娘的寝宫里 见到了尚在尚在强宝之中的太子殿下 他至今即位已经三年多了 他即位的时候 年纪就已经三十岁了 即位之后 便在大臣的要求下 迎娶了皇后 并且纳了几个妃子 目的就是让皇家人丁兴旺 毕竟宫道天子 算是一脉单传 没有兄弟姐妹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必须要尽快让自己的血脉兴旺起来 到现在 这位皇帝陛下 已经有一个儿子 两个女儿了 儿子是皇后娘娘嫡初 不出意外就是将来的太子殿下了 只不过 未来的太子殿下 现在年纪还很小 只有一岁多 尚且在一压血雨之中 见天子走进来 皇后娘娘连忙起身 对着天子行礼 天子摆了摆手 示意他不必多礼 然后静止坐在了儿子旁边 看着正在熟睡中的太子殿下 许久无话 皇后娘娘站在天子旁边 轻声笑道 他今日哭闹了一整天呢 陛下一来 他便不闹了 天子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孩子细嫩的脸蛋 长得真快 再过些日子 应该就会说话了 皇后娘娘点头 微笑道 再有一两年 就能读书认字了 天子默默点头 看着自己的这个大儿子 目光复杂 是啊 他是要慢慢长大的 说完这句话 天子似乎是下定了什么决心 喃喃自语 他一定是耐够长大的 皇后娘娘 发现了有些不太对劲 他看着李玄通 问道 陛下 您怎么了 无事 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 天子哑然一笑 前些年 有一个人跟我说过 他说 一个人坐在不同的位置上 就会做不同的事情 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 并不全然随自己本心 那时候 我是不信的 天子看了看自己的儿子 低眉道 但是现在 朕忽然觉得 这番话很有道理 这番疾风 皇后娘娘 是肯定听不明白的 她站在天子面前 笑着说道 陛下您是九五至尊 随心所欲 还有什么事 能让您身不由己 很多 天子低着头 看向自己的儿子 喃喃自语 自从我坐上这个位置 就仿佛戴上了一个面具一样 有些事情回头一看 我都有些不认得自己了 第二天 甘露殿里 刚刚从太原赶回来的宋王殿下 就被司公台请进了宫里 见到了皇帝之后 这位宋王殿下 连忙叩首行礼 陈礼旭 叩见陛下 天子很是敬重这个堂叔 亲自把他扶了起来 笑着说道 这一趟太原之行 辛苦王殿了 为朝廷办事 为陛下敬忠 不辛苦 李旭公事化地回答了一句之后 抬头看了一眼皇帝 然后低头道 为之陛下这么急着赵臣下来 有何吩咐 事有件事 要跟王殿商量 天子招了招手 一身紫衣的太监陈锦 立刻手捧一堆文书 来到了李旭面前 毕恭毕敬地低头道 奴婢见过宋王爷 天子也看向这堆文书 开口道 这是司公台昨天才查到的 请王叔过目 林昭打下了太原之后 在太原留下了两万平如军 但是朝廷也要在太原 留下两万进军 因为暂时没有合适的人选 这几个月时间 李旭就一直留在太原 忙活太原那边的事情 同时暂待太原影一职 一直到前些日子 朝廷派了太原影 以及太原将军赶赴太原 李旭肩膀上的担子 才卸了下来 交接完毕之后 便离开太原赶回了长安 李旭这会儿 刚从太原赶回来 便匆匆赶到了甘露殿 听到这句话之后 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低头应试 从陈景手里 接过了那一堆文书 一份份翻开查看 等到把所有的文书 看了一遍之后 他的脸色 已经很不好看了 这位宋王殿下 抬头看了一眼 面色平静的天子 问道 陛下 这些事情属实否 王叔可以自己去查 天子面色平静 自阵登基以来 已经处理了三个宗室 朕心里面很清楚 因为朕的身世敏感 这些宗室会觉得 朕是在公报私仇 本来 朕已经决定 为了朝廷的稳定 只要中宗皇帝的子嗣们 没有树旗造反 朕也就不再去管他们 但是 天子看向李旭 开口道 但是 这些宗室已经在商量如何造反了 王叔以为 朕应当如何处理 李旭无言以对 他是宋王一系 并不是中宗皇帝那一系的 单从血缘关系上来说 他与那些中宗皇帝一系的藩王 也只是堂兄弟关系而已 只不过 因为自小与先帝交好 他心里多少有些像着那边就是了 李旭沉默了许久 最终才摇了摇头 开口道 陛下 他们 是有些过分了 说完这句话 李旭低眉道 臣 也是宗室中人 这件事 就让臣去处理吧 天子微微摇头 这个时候 不管谁去处理他们 所有的宗室 依旧会把杖算在朕的头上 一旦咱们家里乱起来 朝廷设计都会跟着乱起来 天子低眉道 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如果放着不去理会 朕晚上睡觉也会不踏实 毕竟一帮同姓的唐叔 被被地里琢磨着 要振一家人的性命 朕现在已经不是孤身一人了 皇帝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也有家事 如果有人在背后憋着坏 非要置他一家人于死地 那么这位皇帝陛下 也不会再去想着顾全大局 忍气吞声 陛下 李旭微微低头 开口道 臣去一趟鲁王府 天子点了点头 朕希望 这件事能够稀释宁人 大家安安分分地好好过日子 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 天子闭目道 也就无所谓大局了 届时 诸位书拜兄弟 也不要怪罪阵 李旭跪在地上 恭敬叩首 臣 明白 说吧 这位宋王殿下 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甘露殿 臣警替天子把李旭送了出去 等李旭走远之后 这个司公台未来的大太监 站在天子左近 低头道 陛下 宋王爷他 天子面无表情 不管是谁来 都很难处理这件事 只希望宋王叔 能够制一治标 让那些人暂时安分下来 至于治本 天子面色平静 还是要震来 离开了皇宫之后 李旭在下人的搀扶下 坐进了自家马车之中 他面无表情 开口道 义宁方 鲁王府 宋王府的下人 立刻点头 马车很快离开了皇城 朝着义民方奔去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马车停在了鲁王府门口 宋王爷卖不下了马车 跟在他身边的下人 很懂事地去上前叫门 敲了半天门之后 鲁王府的侧门开了一条缝 一个有些秃顶的小老头 从里面探出脑袋 打量了李旭二人一眼 开口道 你们找谁 李旭没有说话 但是他的随从却恼了 叫骂道 瞎了你的狗眼 不认得我家王爷了 这个门房这才从里面走了出来 上下看了李旭一眼 然后低头行李 原来是宋王爷驾到 小的有事远迎 请宋王爷恕罪 开门 李旭心烦意乱 没有心思跟这种门房较劲 淡淡地说道 我要见老师 这个门房眼珠子转了转 开口道 宋王爷 可真是不巧 我家王爷出门了 不知道多久才能回来 要不您回去等着 等我家王爷回来了 小的立刻去宋王府跟您汇报 开门 李旭面无表情 我不想说第二次 你进去告诉老师 他现在不开门 之后可就是进军 来让他开门了 李旭曾经做过 很长一段时间的 进军大将军 听到这句赤裸裸的威胁 这个门房被吓了一跳 连忙钻进了小门 一溜烟去汇报去了 美过多久 鲁王府中门大开 一身杏黄色袍服的鲁王李玉 懒洋洋地走了出来 先是打量了李旭一眼 然后上前很敷衍地拱了拱手 这不是朝廷的兵部尚书吗 怎么今日得空到寒舍来了 李旭面无表情 来救你的命 他看向李旭面带讥讽之色 怎么 王兄听那也倒是捉我来了 我一家老小都在家里 王兄想要动手 现在动手就是 这位鲁王殿下昂着脑袋 性里的皱一皱眉头 便是对不住列祖列宗 李旭深呼吸了几口气 一把捉住李玉的衣巾 将其推在墙上 这个平日里极少发火的宋王殿下 此刻额头上青筋暴露 已经是愤怒到了极点 他怒视李玉 用最大的力气压低自己的生命 你想干什么 你想害死多少人 李玉浑然不惧 一把挣脱李旭 恶狠狠地看向后者 本王干什么了 王兄怎么不去问一问 那倒是干了什么 李玉看向李旭 冷笑道 不是大兄 王中现在应该是郡王吧 王兄莫要忘了 是谁给了你家世袭网替寺的子 李旭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压下自己心中的怒火 他看了一眼李玉 然后一蹶一拐地走进了鲁王府 当着许多人的面 我不想与你争吵 平白丢了咱们家的脸面 李旭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一边走 一边说道 你进来 我替大兄好好教育教育你 你也配替大兄 李玉往地上 狠狠吐了一口唾沫 配道 大兄对你 比对我们这些兄弟 任何一个都好 可你呢 你对得住大兄吗 大兄让你 给那个也倒是当狗了吗 李旭停下脚步 猛然回头 看向这个中宗皇帝的第十字 宋王殿下目露凶光 再胡说八道 你现在就去死 李旭声音冰冷 他从怀里 取出司工牌的那些文书 直接丢到了李玉面前 你自己捡起来看一看 这地上哪一本 不能要了你的狗面 鲁王李玉 看着一脸阴沉的李旭 最终还是皱眉 从地上散落的文书当中 捡起了一份 拿在手里看了一遍之后 这位鲁王殿下 才微微色变 缓缓蹲下身子 把地上散落的文书一一捡起 等到看了一遍之后 鲁王沉默了许久 最终才抬头看向李旭 冷笑道 小道士还真是好手段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对长安城 掌控到这个地步 说完这句话 他走到李旭面前 伸着脖子 引颈就路 既然如此 王兄直接动手就是 我鲁王府上下二十余口 近带王兄的屠刀 李旭看向李玉 目光里满是失望 老师 你知不知道 现在的大洲是什么光景 宋王冷冷地看着李玉 咬牙道 北庭节度史 安息节度史 河西节度史 还有一个雄巨东海 横连幽烟的平卢节度史 天下诸多节度史当中 除了一周的建南节度史 哪一个没有倾覆朝廷之力 李旭一瘸一拐地 走到李玉面前 咬牙切齿 哪一个没有让天下 改朝换代的本事 一个不小心 便是生死足灭的下场 而这些 都是大兄那十年所遗留 他靠近李玉 压低了生意 你以为我不想大兄的子嗣四位 十年时间 大兄 但凡做得再好一点点 我大洲永远都会在 你们这一戏之中流传 可结果呢 李旭狠狠一拳 打在了李玉小腹上 让这位鲁王殿下痛呼一声 蹲在地上 用手捂着肚子 三年前 如果不是当今天子四位 现在的长安城 还姓林呢 三年前 林三掌握长安的时候 你老师怎么不站出来 怎么没有现在的这副骨气 三年前 你敢像现在这样蹦打 你看林三杀不杀你 李旭怒声道 即便是现在 手握禁军的圣人想要杀你 一百个鲁王府也没了 蹲在地上的李玉 脸色胀红 抬头怒视李旭 那让他来杀就是 他已经在对我们兄弟 秋后算账了 人头落地 也只是早晚的事情而已 李旭蹲在李玉面前 再一次一拳 狠狠打在了他的脸上 你爹杀了他全家老小 杀了他的祖父母 杀了他的父母 杀了他的所有书版 姑姑 蹲在 你真以为他不想杀你 不敢杀你 若不是天子老实 中宗皇帝这一戏 早就统统死了 李旭蹲在李玉面前 打量着这个 已经脸色红肿的堂弟 由自不解气 又是一拳 打在了他的鼻梁上 鲜血喷出 今日是我来见你 你们一家上级有活路 你要是再不安分 来日就是进军来见你 到时候 就是你父皇父生 也就不了你 说完这句话 李旭默默站了起来 左手从怀里掏出一张井帕 擦干净右手上沾染的鲜血之后 很嫌弃地丢在了一边 然后瞥了一眼 在地上装死的李玉 老实 看在大兄的面子上 做哥哥的严禁于此 你一家老小的性命 都在你一念之间 只要你老实安分 李旭微微低眉 我保证 圣人不会动你 听到这句话 一直闭着眼睛喘息的李玉 缓缓睁开眼睛 他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左右看了看 最终在自家的前院角落里 发现了一堆临时堆放的木料 这位鲁王殿下 一只手捂着流血的鼻子 另一只手捂着肚子 缓缓朝着这堆木料走去 李旭也不着急 冷冷地看着自己的这个堂弟 李旭走到这堆木料面前 左挑右选 最终选择了一个 衬手的木棒提在手里 然后走到李旭面前 看着自己的这个堂哥 他把手上的木棍 塞进了李旭手里 深呼吸了一口气 太便宜我了 鲁王殿下满脸是血 却露出了一个怪异的笑容 王兄不打断我一条腿 我不好意思继续活着 恐怕王兄也不好交差 他掀开自己的衣摆 看向李旭 来 八个 做弟弟的 谢谢你了 李旭眯了眯眼睛 也不废话 抄起这根棍子 狠狠打在了鲁王的小腿上 这位鲁王殿下痛呼一声 躺在地上 疼得打滚 李旭把棍子丢在一边 看向躺在地上的李玉 面无表情 踏踏实实地活着 你还是大舟的藩王 如果不老实 非要拖咱们李家人的后腿 圣人不好意思杀你 我会亲自来杀你 说完这句话 腿脚不利落的李旭 缓缓站了起来 一蹶一拐地朝着鲁王府的大门走去 这一日 想来低调的宋王殿下 无缘无故冲到了鲁王府 把鲁王殿下硬生生打断了腿 一时间 整个长安都为之哗然 而不少有心人 尤其是先前与鲁王密谋的那些李家宗士 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都是立刻宣布闭门不出 躲在暗处战战兢兢 就在李旭动手打人的时候 皇城的司公台 却收到了一封来自青州的密信 暂时打理司公台的陈景不敢怠慢 立刻把这封信送到了甘露殿 递到了正在处理政务的圣人手中 听到是青州的信 圣人便来了信纸 立刻让陈景递了上来 信封上写着 平庐节度使密奏 圣人倾起 皇帝没有犹豫 随手拆开了这封书信 信里的开头 便没有信封上那么规矩了 其笔是 道兄安好 这是林昭亲笔写给李旋通的一封私信 大概的意思是要告诉李旋通 听说长安城里的气氛不太好 希望他按捺住心中的力气 尽量不要再对李家宗氏动手 和睦相处 以免李家宗氏苟急跳墙 闹出不好的事情出来 在信的末尾 岳王爷这样写道 与道兄相交十数年 三年前扶龙之举 半公半私 公者 求关中百姓 以至于天下百姓 能稍得里面休息 私者 则是为了外祖当年救院 以及道兄身上深仇 如今长安阴云密布 道兄地位尴尬 静不适 退役不适 期盼道兄 万事能够三思而后行 若道兄因地位蒙难 则地赶快终生 万万保重 看完这封信之后 天子愣神了许久 最终哑然一笑 两千里之外 尚有就有挂念 真是难得 说完这句话 天子看向青州方向 难难自语 朕现在 的确进退两难 但是如果有人催逼太甚 朕也只能进 不能退了 说完这句话 他看向陈景 淡淡地说道 取火盆来 陈景连忙低头 取来了一个火盆 天子没有什么犹豫 把这封信 丢进了火盆里 亲自看着信质化为灰烬 这种秘信 存在于这个世上 不管是对于 他这个皇帝 还是对于 林昭这个岳王 都不是什么好事 相比于长安 纷繁错乱 而又复杂无比的局势来说 青州这边的局势 就要冥亡很多了 在突厥公主强行赖 在青州一个月左右的时候 契丹那边 也派了几个使者 到了青州 并且 这些契丹使者 不是空手来的 他们带来了 整整一千头羊 二百头牛 这是契丹克汗耶律卓 送给林昭的私人礼物 林某人也开心地 接受了这份礼物 然后便不再搭理 双方的使者 交给了杰度师傅 去统一接待 另外一方面 青和崔氏的加盟 也让青州原本 急缺的基层文官 不再那么紧缺 青和崔氏的一些 旁之年轻人 以及青和崔氏的一些门人 开始进入青州 体系的基层工作 这就是林昭的 高明之处了 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 哪怕是青和崔氏的底子 到了青州之后 也只能从基层的小关做起 因为现在的青州高层 没有任何青和崔氏的势力 青和崔氏 也就不可能通过巨拢 在某个人麾下抱团 等过个三年五年 乃至于更长时间之后 这些青和崔氏的人 从底层爬上来的时候 也已经不太可能 在青州集团中 形成太过庞大的势力了 最多 也就是在青州集团中 再起一个小山头而已 这个山头 不会超过青州本地的士族势力 更不会超过南洋赵家寨 在青州集团中的势力 在突厥人与契丹人 在青州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一直在行阳正式待着的郑雅 终于回到了青州 对于这个大表哥 林昭还是有些感情的 郑雅刚回到青州 林昭便亲自把他 请到了岳王府里 在岳王府里摆了一桌酒席 兄弟俩坐在一起 把酒畅饮 林昭举起酒杯 敬了郑雅一杯 笑着说道 我还以为大兄要留在行阳 再不出来了呢 按照郑通等人的意思 将来郑雅 是要做行阳正式的家主的 郑大公子回行阳住了好几年时间 这会儿满口行阳话 放下酒杯 对着行阳笑道 我这个背懒性子 本来是不准备再出来做事的 不过二叔与姑母前些日子回了行阳 二叔就劝我回到青州 在三郎手下 再谋个差事干干 他对着林昭挤了几眼睛 促侠一笑 二叔说 三郎你 马上就要插旗自立了 我现在回来 将来说不定还能混个 开国功臣的身份 这样也算给尔孙做了些事情 林昭有些无语 摇头道 二舅又在胡说八道 我什么时候说要立国了 趁现在长安大乱 北边两个异族又打得不可开交 三郎便没有这方面的心思 突厥人与契丹人也不是傻子 林昭摇头 低眉道 别看他们两家 现在在青州吵得不可开交 一副水火不容的模样 但是北边契丹与突厥的冲突 已经没有先前那样剧烈了 现在就是嘴上功夫而已 那长安成吗 郑牙笑着说道 连我都听说 长安城里的那些宗室不老实 要联合起来 把现在这个李家皇帝弄下去 一旦长安城内乱 那些观望的节度使们 多半就坐不住了 三郎 你在太原之战后 便是天下最有本钱的节度使了 这个时候 你不心动否 待时而动罢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真的天下大乱了 该追一追那只鹿的时候 我也会去追 说着 他端起酒杯 与郑牙碰了碰 笑着说道 说起来 大兄回来得正好 我现在还缺一个 幽州刺史的人选 本来是想从青州氏族中选一个 大兄来了 我便不操心了 大兄愿为幽州牧否 好啊 郑牙看向林昭 笑道 连幽州牧都说出来了 你还说你没有野心 幽州牧 才是幽州的最高长官 只是周牧总领军政 后来朝廷便不设周牧了 而是文官设刺史 武将设将军 林昭说出这一句 幽州牧 也是半开玩笑的性质 实际上 他并没有认命周牧的权利 开个玩笑而已 林昭微笑道 我还真缺一个幽州刺史 大兄如果不嫌弃这个差事低微 在我这里住一个月 下个月就去幽州走马上任 好啊 郑牙敬了林昭一杯 笑着说道 听说你那个便宜老丈人 跑到青州来 给他们家姑娘站场子了 我们这些郑家人 可不能让他们这些 崔家人独领风骚 郑牙这个人 虽然是正儿八经的士族中人 但是他六七岁就家道中落 后来算是在江湖中长大 虽然也饱读诗书 但是说话 难免会有一些江湖习气 比如说 战场子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我正要 与大兄说这件事 清河催世的到来 最近青州上下 的确有不少人在传闲话 说我要立老二为世子了 这种风气并不好 会让很多人不踏实办事 一心想着战队 他看向正牙 开口道 所以 我想让老大 拜大兄为师 郑大公子看了林昭一眼 脸色一变 连连摇头 三郎莫要害我 你这样一搞 郑家与崔家直接就对上了 现在你年轻还好 等二十年三十年 或者说 你哪天突然没了 我们两家非要争个头破血流不可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正牙一本正经的摇头 我做不得主 林昭笑了笑 大兄你就是 未来邢阳正式的家主 你做不得主 正牙眼珠子转了转 摇头道 那也不行 家里还有几个叔叔呢 再说了 现在的家主也不是我 你怨下这件事 邢阳正式的家主 就一定是你的 林昭微笑道 我保你如愿以偿 正牙低头喝了口酒 笑道 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本事 恐怕教不了柿子什么 他今年都快十岁了 平日里喜欢舞蹈弄棒 不爱看书 岳王爷呵呵一笑 大兄先带一带他 如果合适 就把他带到幽州 去住个半年 幽州那边多战士 正好他喜欢这些 就让他去见识见识 正牙悠悠地看了林昭一眼 苦笑道 三郎你是不是早知道我要来 提前安排好了这些事 林三郎笑而不语 只是凑巧而已 大兄莫要如此想我 正牙摇头叹了口气 无奈道 不过 我要先见一件柿子 跟他相处几天再说 要是脾气合不来 我收一个学生 就要少活好几年 这个自然 林昭笑道 亲儿 快出来见一见你师父 林昭话音刚落 已经十岁的世子殿下 一路小跑到正牙面前 二话不说 直接跪在地上磕头 叩见师父 这 正牙手忙脚乱 才把小世子给扶了起来 这位行阳正是未来的家主 回头看了林昭一眼 无奈苦笑 三郎你这平衡之术 已经与帝王无异了 所谓帝王之术 说到底 无非就是平衡二字 让自己下属的诸多势力 达成相对平衡 舵手才可以安安稳稳地驾驶这艘船 不至于船翻人亡 现在的青州 就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巨船 最开始的是 这艘船很小 无论如何 都不至于翻船 随着这艘船越来越大 林昭不得不去花费心思 让这艘船不至于失衡 哪有什么帝王心术 林某人笑眯眯地说道 只是这孩子大了 的确需要一个老师 大兄弟江湖经验丰富 能教他的也多 比找个老夫子教他 要强得多 正牙低眉 看了看站在自己面前 规规矩矩的小柿子 无奈一笑 柿子 你现在还是称呼我伯父为好 我这几天住在你们家 咱们也俩接触接触可好 林青一早得了老爹受益 规规矩矩的点头 都挺师父的 郑大公子苦笑道 怎么跟你爹一样无赖 大兄这话 就是无赖人了 岳王爷笑着说道 我什么时候无赖过了 说到这里 林昭突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对了大兄 你教他一些该教的就好 莫要把你那套威虹已催的本事交给他 将来他要是带一堆姑娘回家胡来 他娘可是要寻我麻烦的 郑牙这个人 生性风流 文言对着林昭翻了个白眼 当着孩子的面 莫要胡说 郑家上下 谁不知道 我是个正经人 说完这句话 郑大公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打了个哈欠 好了三郎 我一路赶路过来 也有些累了 先回去休息了 至于世子 他看了一眼林青 无奈道 明天再说吧 林昭微微地眉 清儿 带你师父下去休息 世子殿下恭敬低头 然后跑到了郑牙身前 规规矩矩地低头道 师父 请跟我来 郑牙摇了摇头 跟在林青身后走远了 等郑牙仕途俩离开之后 一直在不远处观望的谢王妃 这才缓步走了出来 他走到林昭身后 微微叹了口气 夫君 要我说 干脆把这个世子的位置给二郎救死 这样 你也不用这么费心思了 莫要胡说 林昭回头瞥了谢坦然一眼 缓缓说到 清河催世上门 也不是为了给你们母子压力 只是政治投机而已 我现在得老大找个师父 也是为了不让青州上下的人瞎想 至于这个世子的位置 岳王爷低眉道 现在看来 老大更合适 老二林泉 从会说话之后 就被他的母亲严格要求 可能是因为管教太严的原因 现在的性格 已经有点过于老实了 而想要成为一个势力的首领 老实是罪要不得的性格 谢坦然把手搭在林昭肩膀上 轻声道 夫君不必刻意照顾我们母子 岳王爷摇了摇头 伸手握住了谢坦然的手 缓缓说道 为人父母 一碗水要尽量端平 有一个清河催世 自然要有一个行阳正事 说到这里 林昭笑了笑 实在不行 就让苏儿来当这个世子 将来做个女岳王 也算是前无古人之举了 近乎说 谢坦然有些称怪的看了一眼林昭 没好气的说道 古往今来 哪有女子能做藩王的 怎么不能 岳王爷呵呵笑道 还有女子能做皇帝的呢 谢坦然撇了撇嘴 夫君欺负我没读过书 我可没听说过 有哪个女子当了皇帝的 我却听说过 林昭笑道 百天得了空 把那个女皇帝的故事 写成画本印发出来往外卖 得了钱 就当是补贴家用了 时光流转 在突厥公主 到达青州的第三个月 北边的契丹 与突厥正式停战 与此同时 朝廷同意了林昭的奏书 正式下诏 赤丰契丹首领耶律卓为契丹可汗 这位自称的契丹首领 终于名服其时 为了这件事 耶律卓又送了千头牛羊到青州 算是他送给林昭的谢礼 突厥公主 在屡次求见林昭不得的情况下 也终于放弃了 把自己送给林昭的念头 带着突厥使团 回到了突厥 突厥使团离开之后 契丹使团也跟着离开了青州 就在青州局势逐步稳定的时候 长安城里 原本剑拔弩张的局势 也随着鲁王礼遇的消停 而慢慢平缓了下来 这位鲁王殿下 被李絮打断了腿之后 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既不出门 也不见任何客人 此时是红道三年的秋天 天气仍然很炎热 断了腿的鲁王殿下 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等到傍晚的时候 便让鲁王府的下人 把他从房间里推出来 在鲁王府的后院吹着凉风 这位鲁王殿下喜欢听曲 因为没有办法出门 就让人从平康芳里 请来了一些歌女 在鲁王府里弹着琵琶 唱着曲 这些琵琶女唱曲的时候 鲁王殿下就半躺在躺椅上 瞇着眼睛 悠然自在 但是这一天 有些不太一样 鲁王殿下正躺在自家后院 悠然听曲的时候 一柄尖刀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的后心 然后狠狠一刀 将他扎了得透心凉 这位鲁王殿下瞪大了眼睛 用尽全身力气 想要回头 看一看凶手的模样 但是很可惜 这一刀来得又快又狠 他已经没有力气回头了 这位鲁王殿下 倒在了血泊之中 杀他的 是歌女的一个随从 这个随从捅了一刀之后 毫不犹豫 用这把尖刀 抹了自己的脖子 躺在了鲁王殿下旁边 两个人的喷出的鲜血交融在一起 场面很是诡异 鲁王府里 惊恐的尖叫声 此起彼伏 尖叫声之后 就是一阵哭声 伴随着一阵阵叫大夫 以及教育医的大声叫嚷 很可惜 已经太迟了 这一刀又准又狠 鲁王殿下倒在地上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很快 鲁王殿下遇刺的事情 就变传长安 大理寺 刑部 经兆府 以及所有的相关衙门 统统到场 原本在家休息的刑部尚书李旭 在接到消息之后 也是匆匆赶到鲁王府 当看到鲁王李玉的尸体之后 这位宋王殿下 脸色阴沉如水 一身紫色巢服的经兆尹齐轩 站在李旭身边 看着躺在地上的李玉 脸色也有些难看 两久之后 这位金兆尹长叹了一口气 苦笑道 这下 水彻底浊了 宋王殿下 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是我想的少了 是我想的少了 齐轩伸手拍了拍李旭的肩膀 宽慰道 兄长 这不怪你 眼下最要紧是 查出这件事是谁干的 谁干的 李旭回过头看向齐轩 眼睛发红 要不就是零三干的 要不就是其他节度是干的 他冷冷地看向齐轩 咬牙切齿 也可能是你爹干的 事情大了 即便是自小生性沉稳的李旭 这会儿也气得浑身发抖 他甚至迁怒到了 颇为无辜的齐辅君身上 他之所以这么生气 是因为这件事情基本无解 现在长安这个档口 哪怕是李家宗室里 有人骑马的时候 坠马摔死了 这些李家人 都会把账算在皇帝头上 更不要说是 被人刺杀了 不管金兆府查出什么结果 不管三法司查出什么结果 这件事 都会被那些李家的宗室 尤其是中宗皇帝的儿孙们 算到当今天子身上 这是阳谋 根本无从化解的阳谋 齐轩知道 李旭正在气头上 被迁怒了之后 也只是无奈地摇头 叹了口气 兄长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冷静 这件事情 不管是谁做的 都不可能是我爹做的 他如果真有这份野心 当初在长安城里 他便直接可以跟 跟月王平分天下了 李旭冷笑了一声 没有说话 现在长安城乱起来 好处最大的便是那些佣兵自重的节度使 他自然会把这件事算在那些节度使头上 齐辅君叹了口气 开口道 兄长 你冷静一些 他看向已经闭目的鲁王殿下 以及正在哭嚎的鲁王府家人 低眉道 还是 把这里的事情先整理一下 上报陛下圣端罢 李旭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了下来 最终他回头 看了齐轩一眼 低眉道 方才 为兄有些失态了 你 莫要放在心上 齐轩摇头 我理解兄长现在的心情 眼下愤怒无用 还是要尽快查明真相 然后 长安城里的宗室 能解释的跟他们解释清楚 实在说不通的 齐轩叹了口气 开口道 只能控制起来了 控制 李旭看向齐轩 问道 怎么控制 关进宗府之中软禁 先死了一个鲁王李玉 再把其他不服气的宗室 统统关起来 这件事只会越来越糟糕 一发而不可收拾 宋王殿下的情绪 再一次激动起来 他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咬牙道 这件事 只能先压一压了 他看向齐轩 开口道 兄弟 你的金兆府官兵 现在就团团围住鲁王府 鲁王府里的任何消息 都不能走漏出去 尽量把这件事的影响 压到最低 恐怕不成 齐轩摇头 事情太大了 即便老百姓可以瞒得住 那些宗室们 也不可能瞒得住 事情到最后 一样会闹大 齐府君弟妹道 我的意思是 还是尽快上报陛下 陛下为人处事 颇有智慧 宋王爷看向齐轩 表情苦涩 此事若是交由盛断 恐怕 恐怕中宗皇帝一脉 真的要 如果事情没有办法收拾 那就收拾可能会搞事情的人 这个法子 向来是很好用的 假如长安城里的矛盾 已经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么现在 最好的法子 就是把中宗皇帝的后人 一股脑杀得干净 这样短时间内 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 这样一刀砍下去 就能在短时间内 迅速解决这件事情 齐轩摇头道 圣人人善 不会如此的 而且这件事 总是要智慧陛下的 齐轩看向李旭 开口道 我与兄长一同进攻 李旭沉默了许久之后 才艰难点头 齐府君回头看向鲁王府 陈生道 严密封锁现场 禁止任何人进出 身为刑部上书的李旭 也吩咐刑部的人 立刻封锁现场 搜集证据 而李旭与齐轩两个人 则是从鲁王府离开 一路来到了皇城 在甘露殿里 见到了正在翻书的皇帝陛下 兄弟二人跪在地上 对着天子叩手行礼 皇帝陛下放下手中的书卷 看向跪在地上的两个人 沉默了片刻之后 缓缓说道 二位叔叔来了 陈锦 赐座 大太监陈锦 立刻搬了两把椅子 放在了二人身后 两个人站了起来 并不敢坐下去 宋王殿下沉默了片刻之后 对着天子低头道 陛下 鲁王李玉 在鲁王府遇刺 当场生死 朕已经知道了 皇帝陛下微微低眉 突然笑了笑 这件事 所有人都会强加在朕头上 是不是 不敢 两个皇叔一起低头 对着天子开口道 陛下放心 陈等一定尽快查明真凶 还真相于事件 真凶是要查的 天子面色平静 开口道 但是朕身上这口黑锅 总是拿不掉了 皇帝陛下悠悠叹了口气之后 看向李絮 开口道 皇叔以为 朕这几年的皇帝 做得如何 李絮恭敬低头 陛下英明锐断 是我大洲社稷之福 皇叔过奖了 李玄通摇了摇头 开口道 朕这个皇帝 这三年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朕因为一事无成 反而比先帝看起来 要做得好一些 说到这里 皇帝自嘲一笑 大抵是因为 朕虽然没有做成什么大事 但是却也没有做什么恶事 他看向李絮 又看了看齐轩 淡淡地说道 二位叔叔 朕愿意训味 这一句话 说得李絮脸色大变 他看向天子 然后直接跪在了地上 扣手道 陛下 万万使不得 长安城 现在正缺一个主心骨 您若是在这个时候退了 长安城立刻大乱不说 整个大洲说不定都会为之大乱 齐轩也跪在地上 对着天子扣手道 陛下 您此时若是训味 正碎了那幕后凶徒的意 越是这个时候 陛下更要临危不惧 不能 不能中了恶贼的奸计 皇帝陛下 从软踏上起身 来到了李絮与齐轩面前 伸手把一个堂书 和一个表书扶起来 然后微微一笑 这是二位叔叔的意思 李絮与齐轩对视了一眼 然后微微低头 回陛下 这是陈等的意思 二位叔叔还支持朕就好 天子背负双手 看了看甘露殿外的天空 淡淡地说道 鲁王死后 长安城里的宗室 以及天下宗室 一定会跳起来作乱 即便不敢作乱 也会在暗中做一些对朝廷 对朕不利的事情 朕生性不善与人争 本不想跟他们斗个你死我活 他们既然不愿意 我当皇帝 我训味给他们就是 不过 既然两位叔叔都支持朕 朕这个皇帝 也就勉为其难继续做下去 不过有件事情 要提前说好 天子看了两个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们既然还认证这个天子 那么在有贼人犯上作乱的时候 两位叔叔可不要说 朕下手不留情面 听到皇帝这句话 齐轩回头 与李絮对视了一眼 两位皇叔 都是神情复杂 沉默了一会之后 宋王李絮跪在天子面前 低眉道 陛下 这件事成会连同金赵府 以及三法司 尽快追查出真相 然后请宗府召集宗室 与他们分说清楚 无论如何 尽量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 他声音有些低沉 不至于 不至于 让陛下盛名伤损 天子背负双手 走到了两个人面前 这位皇帝陛下 虽然辈分很低 但是年纪却不小 他只比齐轩小一岁 比李絮也小不了几岁 站在两位皇叔面前 皇帝陛下看着李絮 缓缓说道 皇叔心里也清楚 到现在不管做什么 都已经没有太大用处了 这件事情之后 中宗皇帝后四 一定恨真入骨 他们会把一切罪责 加注在朕的头上 天子面无表情 朕虽然出身民间 但是如今 是祭祀过天地宗庙 正经的大周天子 朕可以对他们 有人德之心 也可以收回 这份人德之心 他看向李絮 面无表情 朕有儿女了 他日 如果这些中宗皇帝的后四们 与朕走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朕希望 天子伸手拍了拍 李絮的肩膀 叹了口气 朕希望皇叔 站在朕这一边 整个长安城里 能够实心实意 替朝廷着想的人不多 皇叔你算一个 说到这里 天子扭头 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齐轩 笑道 当然了 表叔也算一个 好了 天子扶长道 这件事情虽然不小 但是也没有二位叔叔 想象的这么大 好生料理鲁王后世 然后 让鲁王世子席绝 李絮抬头看了看皇帝 犹豫了一番之后 低头道 陛下 是不是 是不是让鲁王世子 依旧袭鲁王爵 这样对他们家 也是一种补偿 其他 其他宗室那边 也会好说话一些 大周的爵位 都是代将制度 没有特别恩准 世袭网替的情况下 像鲁王这种亲王 儿子袭爵之后 就只能袭郡王爵 补偿 天子看向李絮 面无表情 非朕所为 朕要补偿什么 鲁王一生无有 任何功勋 朕要是给鲁王府 一个世袭罔替 宗室勋爵等级无存不说 岂不是显得朕心虚 说到这里 皇帝伸手拍了拍 李絮的肩膀 叹了口气 皇叔 你心乱了 说出来的话也乱了 还是好生回去休息一番 鲁王后世 朕会让礼部 以及宗府的人去处理的 李絮这会儿 的确有些心乱了 他对着天子恭敬低头 开口道 臣 告退 一旁的齐萱 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陛下 长安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经兆府里有许多事情要忙 臣 也下去办事去了 表叔自去就是 天子微微低头 开口道 这几天 长安城里 一定会暗流汹涌 表叔这个经兆尹 要多多费心 臣明白 对着皇帝低头行礼之后 齐萱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李絮 离开了甘露殿 行走在皇城之中的时候 齐府君看着一旁脸色苍白的李絮 在心里叹了口气 然后出言宽慰道 兄长 事情不会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中宗皇帝的子孙们 也大多不在朝中任职 他们没有能力掀出太大的风浪 这件事 会慢慢平息下来的 说到这里 齐府君顿了顿 开口道 现在的刀 在圣人手里 中宗皇帝的子孙们 是伤不了他的 怕只怕 他借此机会 大开杀戒 当年的旧院 齐萱等人都心知肚明 张明太子一家 被中宗皇帝杀得干净 这种不共戴天的大仇 放在谁身上 谁都要报偿回去 前几年 天子一直隐忍不发 如果真给他找到机会 把中宗皇帝后四途径 也不是不可能的 他就怕这一点 宋王爷脸色难看 他低头道 这三年时间 他们一直对圣人心怀不满 暗地里肆意辱骂圣人不说 李玉还召集兄弟 准备谋逆 李玉生死 这些人如果能够 安安分分的倒还好 一旦他们当中 有人分不清轻重 对天子做出了什么不敬之事 宋王殿下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刚才你也听到了 圣人说 他有儿女了 到时候 屠刀落下 便是血流成河的下场 说到这里 李玉滴没道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为了宗庙设计 我们李家死一点人 也没有什么 二百多年了 家里传到现在 子子孙孙 恐怕百万人有余 就算五伯这一脉死完了 李家也还是在的 但是 宋王爷缓缓说道 但是 这件事一定是有心人所为 他们既然干了这件事 便不可能就此停手 且不说皇帝对宗室下手 会给其他人以造反的理由 即便是一个李玉 李旭扭头看了一眼齐轩 缓缓说道 一个李玉的死 已经足够那些节度使 借着某个宗室的名头 起兵清军策了 李旭微微低眉 开口道 李氏宗藩 也有封在外地的 那些节度使 想要找一个宗室 再容易不过了 而且我听说 他看向齐轩 开口道 武伯家的老六 就在青州 而且在青州 已经住了很多年了 听到这句话 齐辅君也不禁变了脸色 他皱眉道 六皇子 不是早早就在长安病死了吗 即便是康贼扶起来的 那个六皇子 也死在了战乱之中 青州 怎么又会多出来一个六皇子 我也不知道 宋王爷声音 已经有些沙哑了 恐怕 也只有林三知道 其中原委了 听到他这句话 齐辅君微微皱眉 开口道 兄长你对三郎误会太重了 天底下不止他一个节度史 这件事也不一定是他所为 况且 吐蕃不是还有一个康东平吗 宋王爷眯了眯眼睛 没有说话 片刻之后 两个人走出猪雀门 离开了皇城 李旭看向齐轩 开口道 这几天 长安的局势一定会有些紧张 金兆府这边 大郎要把控权局 千万不能生出乱子 齐轩点头道 兄长放心 我明白的 齐辅君刚刚说完这句话 一个金兆府的差异 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在他的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这位金兆尹文言 立刻色变 李旭也觉察到了不对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齐辅君沉默了一会儿 抬头看着李玉 苦笑道 靖军已经开始进城 接管长安城防了 靖军接管城防 意味着长安城从朝廷手中 落入了圣人手中 甚至连金兆府 也会丧失一部分职能 齐辅君对着李旭微微欠身 苦笑道 王兄 事情已经超出 你我所能处理的范畴了 咱们各进七之霸 李旭看向齐轩 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大郎 这件事 你不能往后缩 靖军接管城防 朝廷里所有人说话都不顶用了 但是你说话还是顶用的 李旭这句话的意思是 齐轩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金兆营 他还是朔方节度使 齐师道的长子 齐辅君苦笑摇头 王兄莫要害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官 不可能被逆圣人的意思 他迪梅道 靖军进城 是为了防止有人在长安闹事 王兄这个时候 要尽力安抚宗室 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再闹事了 这位府军大人顿了顿 迪梅道 依小弟看来 圣人恐怕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清算父祖大仇 按照这个时代的价值观 哪怕李旋通与父亲祖父 一面都没有见过 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 如果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当了皇帝 掌握了进军之后 不要说中宗皇帝的子嗣 估计中宗皇帝的皇陵都被刨了 如果这个时候 中宗皇帝的那些子嗣们要跳出来 挑战皇权威严 那么皇帝陛下也不介意 与他们清算就筹 宋王爷苦笑道 我非是五伯所出 而且这几年 我都在替朝廷做事 这个时候 谁都能安抚他们 唯独我不行 我跟他们说话 反而会火上浇油 中宗皇帝 足有十几个皇子 夭折的不提 到现在留下来的皇子当中 撇开已经被刺杀的 鲁王李玉不提 剩下的也还有七八个 宋王爷低眉道 如果可以的话 姑母或许 丹阳大长公主 是中宗皇帝的孢妹 中宗皇帝在位三十多年 一直对她照顾有加 这位长公主 在中宗皇帝一系 乃至于整个皇族当中 都有很高的威望 见齐轩犹豫不决 宋王爷沉声道 大郎 这个时候能安抚他们 便是再救他们 圣人调进军入城 多半也有下祖 他们的意思 不是真的想动手杀他们 李旭这话 是不错的 李玄通虽然当了皇帝 但是毕竟性子不坏 他之所以在这个当口 直接调进军入城 吓唬得意味要重一些 皇帝是想告诉那些宗士 他们敢异动 进军便敢杀人 齐轩深呼吸了一口气 抬头看了李旭一眼 缓缓说道 这件事 我要回去与母亲商量一下 具体如何办理 我不能替母亲拿主意 金兆颖这个位置 品级不是特别高 但是实权并不低 在长安城里 他这个金兆颖 甚至比李旭的兵部尚书 要好用得多 因此 齐轩并不必适时 听从李旭的吩咐 宋王爷低头道 要不 我也去见一见姑母 还是算了 齐轩摇头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长安城里的眼睛 都在盯着天子 盯着王兄 这个时候 王兄去见母亲 效果恐怕不会太好 嗯 李旭点了点头 是我心乱了 两兄弟 最终在朱雀门门口分别 齐府军先回了一趟金兆府 向手下两个少影 吩咐了一些事情之后 便离开了金兆府 回到了长公主府里 回到家中之后 齐轩来到后堂 见到了自家母亲 此时 这位长公主殿下 也已经年过五十了 头上已经有了一缕缕银丝 这会儿还是下午 见到齐轩在这个时候 匆匆赶回来 长公主就知道 肯定是出事了 她看着跪在自己面前 磕头行礼的齐轩 面色平静 轩 出什么事了 齐轩起身 垂手站在母亲面前 将外面发生的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之后 这位金兆影低眉道 母亲 现在长安的局势极为紧张 一个弄不好 天子就会大开杀戮之门 宋王兄的意思是 祥亲母亲出面 安抚 安抚旧父的儿孙们 只要他们老实安分 长安城依旧可以相安无事 丹阳长公主微微皱眉 开口道 老是她 到底是怎么死的 她毕竟是中宗皇帝 一母同胞的孢妹 中宗皇帝的儿子们 都是她的亲外甥 鲁王李玉 也是她自小看着长大的 听到外甥横死 这位大长公主 自然要问一问死因 齐轩低眉道 或许是异族派人所杀 或许是 那些截度使们派人 总归是一些 想要长安乱起来的 别有用心之辈 这件事 儿子正在查 但是比原委更重要的 要安抚表兄弟们 让他们不能再闹事了 丹阳长公主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开口 等明月罢 她起身叹了口气 开口道 魏娘住在家里 连外甥被人刺杀了 也没人告诉我 我现在 要先去鲁王府一趟 齐府军低头苦笑道 非是不告诉母亲 只是鲁王府出事之后 消息被严密封锁了 现在估计 也只有易宁方的人知情 易宁方 已经关闭了方门 至今没有人能够出来 因此 不曾有人知会母亲 丹阳大长公主叹了口气 开口道 你去被车马 带我去易宁方 齐轩低头 是 鲁王遇刺的事情 虽然朝廷已经刻意封锁消息 希望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是亲王被刺杀 这种大事 肯定是瞒不住的 连普通人都未必能瞒得住 更不要说是 长安城里 那些刻意打探消息的人了 因此 在鲁王遇刺的当天晚上 这个消息就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 离开了长安城 传向天下各地 动作最快的 自然是邻昭花了很多心思 埋在长安城的同前卫了 同前卫的人 还不等易宁方必防 就收到了消息 在鲁王遇刺之后一个时辰左右 确定了消息的准确性之后 同前卫便把消息传出了长安 在此之前 林昭已经叮嘱过同前卫 长安城的事情日日汇报 鲁王遇刺当然是大事情 于是乎 这件事被同前卫用五百里夹击 送往青州城 在鲁王遇刺的第五天早上 还在青州伸懒腰的岳王殿下 便收到了来自长安的密信 岳王殿下 打开密信看了一遍之后 先是微微皱眉 然后把书信放在一边 小声骂了一句娘 娘的 多半又要有人把这种迫事 推到我的头上 他看向自己的书房门口 开口道 赵诚 门外的赵诚硬声答话 王爷吩咐 去 请昭明先生 还有赵将军 来王府议事 在节度石府做事的沈辉 很快被请到了岳王府 不过现任青州将军赵歇 因为驻扎在城外 距离岳王府比较远 一时半会还没法赶到 沈辉到了岳王府之后 从林昭手里接过情报看了一遍 然后他坐在林昭对面 沉默了片刻 抬头看向林昭 默默说道 王爷 恐怕关中又要不太平了 林昭用手指敲了敲桌子 缓缓说道 当今天子的性格 他还是有些了解的 这个鲁王李玉 不太可能是他所杀 既然不是他杀的 那么就应该是其他节度石 或者北边的异族 刻意在长安声势 岳王殿下声音平静 一旦长安或者关中乱起来 天下就会再一次大乱 这种情况 虽然我等不想看到 但是却不得不做出应对 沈昭明叹了口气 原本以为 朝廷换了一个安分一谢的天子 天下至少可以有十年 或者二十年的太平日子 不成想 到今天才三年多而已 朝廷孱弱 就会是这个模样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不是谁都愿意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我们可以在幽烟安生过我们的日子 有些人却不行 沈辉看向林昭 问道 王爷觉得是 北庭那位呼颜老将军 去年病故了 现在的北庭节度时 是他的长子呼颜官 这个呼颜官才四十多岁 据说 林三郎看了一眼沈辉 开口道 据说野心勃勃 还有就是躲在吐蕃的康东平 康东平刚到吐蕃的时候 还是个寄人篱下的小媳妇模样 吐蕃人也未必待见他 那个时候 如果朝廷那边肯为了康东平与吐蕃翻脸 随便打上几架 吐蕃人说不定就会乖乖地把康东平送回来 我离开长安的时候 便跟骑士道他们说过这件事 让他们下一点狠心 去跟吐蕃人争一整 说到这里 林三郎冷笑道 康东平麾下的残兵 大半都是幽艳或者骑鲁之人 那时候刚到吐蕃去 背井离乡 绝对没有什么战斗力 只要寿方军与安息军 或者北庭军配合一下 多半可以建功 但是至今三年 那位齐大将军 连吐蕃边境都没有去过一次 现在 康东平在吐蕃站稳了脚跟 听说还多次觐见吐蕃的那个赞浦 与吐蕃赞浦兄弟相称 他站稳了脚跟 当然会回望长安 岳王爷面无表情 毕竟他的姐姐 还有他的兄弟 都是死在长安城 林昭说到这里 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天下只要有逐鹿之力的人 都有动机去搞乱长安 他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缓缓说道 这其中 我林某人的嫌疑最大 沈灰低眉 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抬头看向林昭 问道 那么此事 是王爷所为否 沈灰也是周辰出身 对于大周朝廷 多少还是有些感情的 林昭看向沈灰 哑然一笑 这件事要真是我干的 长安城里 便不止会死一个鲁王 除了中宗皇帝一系的人之外 其他宗室都可以死一死 最好是宋王李旭也死 这样 长安城才会真正乱起来 他看向沈灰 淡淡地说道 到时候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兵发长安 清君之策 沈灰愣神了片刻 苦笑道 原来王爷在长安 埋下了这么大的势力 林昭既然这么说了 就代表 他有足够的能力做到 毕竟我也占了大半年的长安城嘛 岳王爷呵呵一笑 咱们青州的赵府平赵将军 现在还在进军任副将了 我在长安 自然能够留下一些后手 就在两个人商议这件事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赵成的声音 王爷 赵将军到了 林三郎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缓缓说道 请进来 很快 赵歇推门入 半跪在地上 对着林昭半跪行礼 属下拜见王爷 林昭连忙站了起来 伸手把这个麾下大将搀扶起来 摇头道 将军太客气了 坐下来说话吧 赵歇点了点头 主动坐在了沈会下手 林昭看了赵歇一眼 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之后 缓缓说道 赵将军 关中引有大乱之相 为了从容应对此事 我们不得不再事先 做出一些应有的准备 赵歇低头道 王爷吩咐就是 你去一趟横昭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暂且在横州住上一段时间 一旦局势生变 你立刻从横州前往太原 接管太原的平如军 并且直接控制太原府 林昭在太原 有两万驻军 这两万驻军 与朝廷的两万禁军 共同把守太原这个北疆门户 但是 平如军的实际作战能力 肯定是要超过禁军的 一旦天下生变 林昭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控制太原府 这样他就可以进退随意 在接下来的乱局之中 占据绝对的主动地位 听到了林昭的吩咐之后 赵歇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低下了头 开口道 属下遵命 属下立刻动身 前往横州 动作隐秘一些 毕竟你现在明面上 是朝廷赤丰的青州将军 无缘无故跑到横州去 给旁人知道了 是要说闲话的 赵歇对着林昭咧嘴一笑 知道了王爷 这个林昭在岳州就认识的汉子 低头想了想 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开口道 王爷 假如属下接管太原的时候 与太原进军起了冲突 岳王爷再一次伸手 敲了敲桌子 该动手的时候就动手 不能手软 林昭缓说道 关中如果大乱 我们掌握了太原 便可以直扑关中 这个地方十分重要 不是手软的时候 赵歇对着林昭咧嘴一笑 属下明白了 属下这就下去准备 说吧 他对着林昭抱了抱拳 转身下去了 等到赵歇离开之后 林昭看向沈辉 开口道 沈先生 一旦关中大乱 北边刚刚安生下来的一族 一定会再有异动 幽州那边要随时盯着 不能松懈 沈辉文言 低头想了想 然后看向林昭 开口道 王爷 假如关中生了乱子 幽州北边的契丹人 会有动静不说 太原北边的突厥人 可能也会有所异动 到时候 我们平庐军同时应对两大义族 即便仍有余力 恐怕也不可能再去管长安的事情了 听到这个问题 林某人立刻皱起了眉头 他沉默许久之后 暗自咬牙 那就在关中乱起来之前 给这些义族来一次狠的 让他们好生消停一段时间 沈辉皱了皱眉头 他看向林昭 低声道 王爷 这件事 是不是在慎重考虑一下 岳王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不打通他们 我们就要一直奋出大半 乃至于六七成的兵力 去应付他们在背后捅刀子 一旦关中大乱了 我们需要做事情的时候 就会左之右处 首尾难顾 林昭从来都不是什么拖沓的人 他直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看向沈辉 开口道 我明日就去一趟幽州 与裴将军合计合计这件事 青州这边 昭明先生多多费心 听到林昭这句话 沈辉摇头苦笑 王爷还真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 说做就要做 不是我风风火火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是实事破我 不得不去做这件事 现在 关中只是有乱象的苗头 等到关中真正大乱的时候 咱们再想处理北边 就千难万难了 沈辉默默起身 对着林昭深深作依 王爷既然有此大志 我等做属下的 绝不拖累王爷就是了 还是要麻烦昭明先生的 林昭笑着说道 幽州那边虽然不缺粮食 但是却没有太多存粮 需要先生多多费心 沈辉叹了口气 开口道 稍后 我请韩总管到节度师傅 一起商量这件事 他口中的韩总管 是指青州的后勤总管韩餐 说完这句话 沈辉对着林昭拱了拱手 就要告辞 林昭站了起来 开口道 先生 已经中午了 不如留下来吃一顿便饭 沈辉摇头 节度师傅还有许多事情 等着属下去处理 再说 王爷明日要离开 还是与王妃世子 聚一聚罢 说吧 这位青州宰相 起身告辞 林昭 把他送到了书房门口 然后抬头看了看时辰 走到自家饭厅吃饭 简单吃了顿饭之后 林昭先是来到了 谢但然的房间里 把还在强保之中的女儿 林苏抱在了怀里 看着这个只会 一压哭泣的女儿 林昭心里一阵不舍 他抱着女儿 转悠了好一会儿 才把女儿放回了谢但然怀里 微微叹了口气 夫人 我明天要出门一趟 谢但然抱着女儿 抬头看向自家的丈夫 轻声叹息 看出来了 方才在饭厅里 一边有些不太正常 吃完饭之后 又抱着苏而不放 谢王妃顿了顿 轻声问道 要出远门吗 不算远门 要去一趟幽州 林昭亲声道 正好大兄也要去幽州复任 明日我同他一起去 顺便把亲儿也带去幽州 谢王妃神色复杂地点了点头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夫君 亲儿还小 这几年都在青州 也没有怎么出过远门 多照顾他一些 身为母亲 谢坦然自然是很不舍得自己儿子的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 因为自己出身低微的原因 林昭将来想要顺顺当当地继承这份家业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本事 拜师正牙是第一步 而去幽州 也是必不可少的历练过程 舍不得也要舍的 放心 林昭伸手拍了拍谢坦然的肩膀 开口道 我是他爹 自然会照顾他 说完这句话 林昭看了看谢坦然怀里的林苏 轻轻叹了口气 说来也怪 我竟然有些舍不得这个小家伙了 谢坦然微微一笑 那你就把他也带去幽州 那怎么能行 林昭坐在谢坦然旁边 目光看着自己的女儿 开口道 他才多大 岳王爷喃喃自语 等他将来再大一些 我便带他去白山黑水打猎 谢王妃美好气地看了一眼自家夫君 轻声道 还没有见过你这样宠女儿的 他才几个月就开始琢磨这些事情了 林昭笑了笑 没有说话 谢王妃用手肘碰了碰林昭的肩膀 开口道 父君 你去一趟崔妹妹那里吧 林昭犹豫了一下 点头嗡了一声 开口道 我去跟她说一声 说吧 岳王爷伸手摸了摸自家女儿的脸蛋 便来到了崔子晴的院子里 跟崔子晴告别 第二天清晨 在赵城的指挥下 一百多个岳王府卫队 悄然在岳王府后门集合 一辆黑色的马车 从岳王府后门缓缓驶出来 马车是双马拉车 车厢很是宽敞 岳王府的正飞与侧飞 一起来到后门目送这辆马车离开 马车里坐了三个人 一身便服的正衙 看着坐在自己面前的林昭父子 满脸都是古怪之色 三郎你也去幽州 林昭笑了笑 怕大兄你教坏我儿子 因此跟去看一看 少来 正衙是青州为数不多 敢跟林昭开玩笑的几个人之一 他白了林昭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你多半是有什么事情敢去幽州 说完这句话 正衙上下打量了林昭一遍 小声说道 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多半是有什么大事发生 岳王爷看向正衙 眯了眯眼睛 我此去幽州 要封狼居须 艳然乐食 这个世界无有或去病 也没有斗线 自然也不存在这两个典故 甚至狼居须山与艳然山都未必有 正衙自然听着有些迷糊 这位也算宝学的正大公子 伸手挠了挠自己的脑袋 开口问道 你 你说 你要干什么 跟大兄说了 大兄也听不明白 林三郎微笑道 大兄在幽州 竟等我办成这件大事就是 听到这里 正牙眼珠子转了转 他看向林昭 小声道 三郎你 莫不是要去打契丹 林昭笑而不语 契丹现在 恐怕不太好打吧 这位即将道任的幽州刺史 小声嘀咕道 上一次那个契丹首领 在你手里吃了大亏 这会儿估计长记性了 你带人出关 他们还不是 有多远躲多远 林昭笑了笑 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要亲自去一趟 不然让裴叔跟他们厮杀不就是了 现在的裴俭 是朝廷清风的幽州将军 也是林昭麾下的幽州大将 要他镇守幽州 幽州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我看玄 正牙摇了摇头 对林昭泼了一盆冷水 开口道 那些异族都精运得很 打不过你了 便龟缩在后面不肯露头 不是三郎你想打就能打的 岳王爷微微一笑 耶律卓有把柄拿在我手里 到了特定的时候 恐怕他不得不跟我打 说完这句话 林昭扭头 看了看一旁老老实实的柿子林青 然后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笑道 青儿 此去幽州 跟在你师父身边 老是安分一些 多学一些东西 柿子殿下恭恭敬敬地低头道 孩儿明白 青州距离幽州不算太远 再加上这几天 林昭特意修宽了 从青州到幽州的道路 因此 这一路上还算顺畅 三四天时间 马车就赶到了幽州 这一次 虽然不像前几次那样偷偷摸摸 但是名义上 事实上郑牙这个幽州刺史上任 幽州的官员 是不知道林昭也跟来的 不过 上到现任幽州将军裴检 自己幽州刺史周福 都来到了幽州城门口 迎接郑牙的车架 周福来 是因为他要跟这位新任刺史交接一番 而裴检过来 是因为他收到了特殊的消息 岳王府的世子殿下 也跟着郑牙 一起到了幽州 少主来了 裴检当然要来迎一迎 马车在幽州城门口停了下来 一身不一的 郑牙带着林青下了马车 去跟幽州的文武 两个官员打招呼 周福并不知道林昭来了 更不知道林青来了 于是只是公事公办的 对着郑牙打招呼 郑大公子也很是客气 对着周福拱手笑道 周刺史在幽州政绩斐然 如今高升去了青州 将来还请周刺史 多多照顾我这个下手才是 相比较沈辉来说 周福是个性子很古板的人 他抬头看了看沈辉 迪梅道 郑刺史太客气了 都是替杰渡师府做事情 无分高下 刺史客套完之后 郑牙带着林青 来到了裴检面前 看这个须发白了大半的老人家 郑牙神色复杂 低头行李道 裴叔 竟然身体可好 裴检之所以能到林昭手底下做事情 还是因为大通商号的运作 也就是郑家人的功劳 毕竟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裴检都是大通商号在养着的 郑牙是郑温的长孙 因此裴检对他也很是客气 微微低头道 多谢公子挂念 我身体尚好 说完这句话 裴检看向站在郑牙身后的小少年 林青见过裴检许多次 当即上前 规规矩矩地坐一道 见过裴爷爷 裴检脸皮子抖了抖 想要给林青海里 但是又怕暴露林青的身份 于是抬头看了看郑牙 后者微微摇头 示意裴检不要声张 裴大将军身呼吸了一口气 弯身把林青抱在了怀里 笑着说道 你怎么跑到幽州来了 林青趴在裴检耳边 小声说道 我想进军营里看一看 还想看看契丹人是什么样子 爹就让我跟着师父 一起到幽州来 掌掌见识 这个容易 回头老夫带你去军营里 好好看看 说完这句话 裴检看向郑牙 默默说道 大公子 是跟着您 郑牙明白裴检的意思 当即点头道 裴叔放心 有铜钱未跟着 初不来时 裴检松了口气 正要说话 被他抱在怀里的林青 突然在他耳边轻声道 裴爷爷 我阿爹也来了 裴检神色微变 看向了二人 刚刚下来的 那辆悬黑色马车 他拍了拍林青后辈 轻声道 知道了 莫要大声 林昭突然跑到幽州来 多半是有什么大事情的 毕竟上一次 林某人到幽州的时候 直接正面干退了契丹人 想到这里 裴检看向郑牙与周福 开口道 二位刺史 一定有许多事情 要交接 老夫便不打扰二位了 这个孩子是老夫 在青州的后辈 一直想去军中看看 老夫便带他去 幽州军大营 住上一两天 说完 对着两个刺史拱了拱手 然后把林青放回了马车里 带着幽州军将士 簇拥着这辆马车 朝着幽州军大营去了 在一旁默默注视着 这一切的此时周福 忽然扭头看了郑牙一眼 问道 郑刺史 这个孩子 身份不简单罢 周福虽然也在林昭手下 做事好几年了 但是他与林昭 就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 平日里没有如何亲近 最多也就是去岳王府 拜见过一次林昭 并没有见过林昭的家人 郑牙哑然一笑 是柿子 林青到幽州来的事情 虽然隐秘 但是也没有隐秘到 非保密不可的事情 像周福这种 即将去青州认 青州次相的青州高层 跟他说 自然没有什么大碍 周刺史闻言 神色微变 他抬头看了一眼郑牙 低声道 郑刺史 不管怎么说 幽州毕竟是编程 周刺史这话 跟我说没用 郑大公子耸了耸肩 有些无奈地说道 也不是 我要把他带来的 老话说千金之子 坐步垂堂 周福面色严肃 陈生道 世子是青州根基所在 万万不能冒险 我去了青州之后 一定要去见一见王爷 请王爷把世子接回青州 宗法治 是儒家坚守的州里之一 也是他们的立身之机 因此立笛立掌 基本上是所有文官阶层的共识 像周福这种标准的读书人 脑子里天生 就有立笛立掌这一套 他现在认为 林昭把林青弄到幽州来 是属于半流放性质 而且会让世子殿下身处险境 他必须要当面告诉林昭 这样做是不对的 郑大公子对着周福呵呵一笑 周次使自然可以这么做 只不过你回到了青州之后 能不能见到王爷 还是两说 这如何见不到 周次使一脸疑惑 王爷身上从来没有什么架子 当年我被沈昭明推荐出到青州 还是一届白身的时候 王爷便亲自设宴接见 见与周福说不明白 郑大公子也不抢求 只是哑然一笑 您到了青州之后就明白了 幽州军大营里 一身甲州的陪检 领着林昭父子进了帅杖之中 林某人老神在在地坐在了帅位上 而只有十岁的世子殿下 则是满脸好奇 在帅杖之中左看看 又看看 不一会儿便跑到兵器架前 盯着兵器架上的各种兵器 双目放光 他伸出双手 吃力地从兵器架上 取下一把牛角弓 其二 岳王爷瞥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沉声道 那是你陪爷爷帝宫 快放下 莫要胡闹 弄坏了 便把你压在这里底陪 听到林昭这句话 陪检哈哈一笑 对着林青说道 不碍事不碍事 这东西等先坏不了 见林青一脸喜欢的模样 陪大将军很是大方地说道 等世子成年 属下便把这功送他 说完这句话 陪检在林昭下手坐下 扭头看了一眼 坐在主位上的林昭 声音滴了下来 王爷 您怎么突然到幽州来了 事先也没有 跟属下打个招呼 林昭这会儿正在喝茶 闻言放下手中的茶水 滴眉道 因为事情来得突然 他看向陪检 缓缓说道 事先我也不知道 自己会来这么一趟 率仗之中 一张足有仗鱼的大图 被陪检小心翼翼地 铺在了地面上 这是青州看鱼处 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 静心绘制的天下鱼图 虽然因为缺少精确的测量工具 这幅图还是不太精确 但是至少方位 地名都已经很精准 用来打仗 绝对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会儿 林青已经被同前卫的人带出去玩耍 林昭与裴检两个人 在地图的东北角 用一根长长的棍子 在地图上指点 林昭指向东北的契丹人老巢 缓缓说道 裴叔 我要带两万幽州军北上 去银州与契丹交界的地方 见一见那位新丰的契丹可汗 裴检顺着林昭指点的方向看去 他低头思虑了片刻之后 开口道 王爷此去 是要平灭契丹吗 如果平灭契丹 两万人肯定是不够的 甚至这整个幽州军加在一起 都是不够的 最少需要从青州那边 再调两万人过来 加上整个幽州军 才有机会打掉契丹人 那样太过勉强了 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再说了 我们的机动性远不如他们 大军压境之下 他们打也不会打 只会望风而逃 裴检挠了挠头 苦笑道 如果王爷此去 不是为了平灭契丹人 属下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了 契丹与匈奴停战了 林昭面色平静 开口道 他们并不纯 不会无休止地 自相残杀下去 让我们渔翁得利 如果是平时还好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 跟他们好 只要守住关口 他们短时间内不打 可一年两年之后 为了牛羊牧场 自己就会打起来 可是眼下观众已有动荡 咱们没有时间 跟他们耗下去了 岳王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我要逼着他们打起来 裴检挠了挠头 开口道 属下不懂王爷的意思 裴叔不必懂 林昭笑了笑 我已经派人北上知会 那位齐丹可汗了 五日之后 我与他在营州见面 他现在怕我 我约他见面 他一定会赴约的 裴检眼睛一亮 低头道 王爷 我陪您同去 不必 林昭摇头 淡淡地说道 裴叔只要掉两万兵马 给我壮壮声势就好 至于打仗的事情 暂时不打 林三郎微微一笑 如果真打起来 我再让人送信到幽州 请裴叔助阵 裴检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 本以为有大仗要打 林昭看了看 这位头发 已经白了一半的大将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开口道 即便再有大仗 裴叔这个年纪 也绝不能再亲自充阵了 岳王爷低声道 你家里还有婆娘儿子 你那个儿子 还没有妻儿年纪大 到了这个年纪 就莫要想着事事争先了 听到林昭提起妻儿 原本还有些不太服气的裴检 顿时叹了口气 开口道 王爷的话 末将记下了 林昭弟妹道 我在这里歇息一晚上 裴叔去准备兵马 明天清晨 我带兵赶去迎州 裴检点了点头 问道 王爷 要隐藏行迹府 不必 林昭微笑道 两万人马 想要隐藏太过困难了 况且 这一次就是给契丹人看的 不需要隐藏 声势越大越好 裴检恭敬低头 末将遵命 次日清晨 在幽州休息了一晚上的林昭 带着两万幽州军精锐北上 因为赶路比较着急 他带着五千骑兵 直接赶赴迎州 其他的部族 则是跟在身后 慢慢朝迎州推进 骑兵的速度快 四天之后 他们就赶到了迎州 在前几个月的幽州之战之前 迎州一直是契丹人的地盘 但是在幽州之战后 平庐军重新拿回了迎州 那一次被打怕了的契丹人 也没有赶再来扰边 双方难得地安然相处了一段时间 现在的迎州 虽然依旧破落 但是好歹 也已经有了一些人生活 平庐军的一个都尉营 驻扎在这里 并且在迎州边界 建立了一些封碎 能够对契丹人的进攻 形成预警 林昭的五千骑兵 就在迎州的封碎附近扎营 简单休息了一天之后 第二天一大早 就有赤后营的将士 以及同前卫的探子同时汇报 说有大谷契丹人南下 约莫有三千人左右 这三千契丹人 到了迎州城外五十里左右 便停了下来 开始安扎营帐 止步不前 很快 契丹人就派了使者过来 与林昭约定了 见面的具体时间与地点 双方约定 在迎州城外二十里处见面 各带两百人 林昭很快同意了这个要求 毕竟按照规矩 这次聚会 既然是他提出来的 那么就应该是 对方确定具体的时间地点 到了接近正午 林昭带了两百亲卫 来到了约定好的地方 此时契丹可汗 耶律卓 已经在这里搭起卢鹏 等候林昭许久了 在赵成等人 确定了没有埋伏之后 换上了甲皱的林某人 迈步走进了 耶律卓搭建的卢鹏之中 这位契丹可汗 此时已经不负上一次的巨傲 而是满脸笑容 对着林昭拱手道 见过岳王兄 岳王爷也客客气气地 拱手环礼 可汗客气了 两个人在卢棚里 面对面做 耶律卓面带笑容 低头给林昭到了杯奶酒 笑着说道 这是我们弃单步的麻奶酒 岳王兄尝一尝 林昭看了一眼 这杯乳白色的饮料 摇了摇头 很礼貌地拒绝了 他是很惜命的 不可能去喝敌人的酒 见林昭不喝 耶律卓也不生气 自己仰头饮了一大口 然后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未知岳王兄 这么急着约小弟见面 所为何事 林三郎低眉道 是有些事情 要问一问可汗 耶律卓放下酒杯 看向林昭 王兄请说 林昭抬头 看了看这个 长着大胡子的契丹人一眼 缓缓问道 契丹 因何与突厥停战了 耶律卓满脸愕然 他皱眉思考了许久 然后才看向林昭 岳王兄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们事先 似乎没有约定 非要打突厥人不可罢 我承诺给王兄的牛羊 不仅没有断绝 还额外给王兄送了一些 林昭点头 咱们事先是没有约定这件事 可是我就是想看着你们打架 岳王殿下面色平静 微微抬头 看着耶律卓 缓缓说道 现在 我给可汗两个选择 一 契丹继续与突厥开战 林某会提供 贵部一切需要的帮助 必要时 甚至可以亲自上场 二 岳王爷面无表情 本王应突厥人所请 共同出兵 罚灭契丹 听到林昭这番话 耶律卓忍不住眼角抽搐 他沉默了许久 才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有些沙哑 岳王兄 未免有些已是欺人了吧 大事在我 岳王爷微笑道 本王来寻可汗谈这件事 是给可汗的面子 可汗不要忘了 突厥人可是派了使者到青州来 求着与本王谈这件事 他们做梦都想 与我平如军联合起来 平灭了契丹 对于林昭来说 这些异族机动性太强 打得过却捉不住 划不溜手 但是对于突厥人来说 就不一样了 他们常年与契丹人打交道 比谁都清楚 契丹人会藏在哪里 会怎么躲 相比于林昭来说 他们也很清楚北边的地形 更重要的是 突厥人也精通其设 只要给突厥人寻到机会 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地 彻底把契丹人灭掉 而且在他们占优的情况下 他们有这个本事 林三郎淡淡地说道 可汗如果不同意 本王这就取到突厥 去与突厥人好好商量这件事 可汗可能不知道 他们之前给我送了个公主过来 说是献给我 突厥人还承诺 只要我出兵契丹 我与这个突厥公主生下来的孩子 将来可以去继承突厥卫 岳王爷似笑非笑地看了耶律卓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这样优渥的条件 可汗可从来没有给出来过 耶律卓沉默许久 最终神色复杂地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即便是我同意征讨突厥 岳王兄恐怕也不会尽心尽力 岳王兄想要看到的局面是 契丹与突厥两败俱伤 而不是一家独大 见可汗这个模样 我都不太想与可汗合作了 干脆我现在就带着麾下将士北上 连同突厥人一起 把可汗这个未来的雄主 暗死在摇篮之中如何 耶律卓深呼吸了一口气 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他看向林昭 缓缓开口 岳王兄只会选择契丹 因为我契丹是小 王兄想让我契丹继续存在下去 给突厥人留下一个永远的麻烦 这位契丹可汗缓缓说道 是不是岳王兄 这一次轮到林昭沉默了 岳王殿下皱眉思索了许久 才缓缓说道 这下我真有与突厥人合作的念头了 这个耶律卓不禁统一了契丹诸布 而且眼界见识以及洞察力都是上流 在这一瞬间 林昭真的有把这个隐患 暗死在墙宝之中的念头 不过相比较起来 林某人还是更愿意看到 突厥与契丹之间打个你死我活 最好是能够两败俱伤 彼此都只剩最后一口气的那种 耶律克汗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岳王兄这样光明正大的威胁 便不怕小弟与突厥人联手 一起南下 林昭威胁契丹布用的乃是阳谋 所谓阳谋 就是名牌跟你打 你也无计可施 但是这种阳谋用起来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 自己要足够强大 如果林昭不够强大 北边的两个异族 为了不受威胁 就会联合起来 一起南下碾碎平如君 但是很可惜 林某人现在已经足够强大 那再好不过了 林三郎微笑道 老实说 我前段时间 花费那么大的代价控制太原 就是等待着有这么一天 突厥与契丹一同南下范井 如今太原也在我的手里 我很期待你们的大甲光临 火药用于野战 效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但是在攻城或者守城 尤其是守城战 可以说是百事百灵 现在 一个幽州军 就可以轻松抵挡契丹的进攻 而突厥的体量虽然庞大 但是近些年战斗力锐减 太原的两万守军加上火药 聚成而守 就可以轻松抵挡突厥人的进攻 耶律卓静静地站在原地 默默地注视着林昭 沉默许久之后 他才叹了口气 对着林昭微微拱手 小弟愿为王兄马前卒 替王兄征讨突厥 耶律卓也害怕 突厥人虽然体量大 但是二百多年时光 让他们的上层已经全部腐朽 现在北边的诸多势力 契丹的隐患 是要比突厥大的 他也担心林某人一咬牙 就跟突厥人一起 把契丹部给灭了 因此 这位契丹可汗 连忙地点头答应了 他感觉到了林昭的表情 有点不对劲 岳王爷安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看了看耶律卓 突然笑了笑 可汗如果觉得憋屈 可以拒绝 咱们都再考虑考虑 不便 耶律可汗满脸严肃 沉声道 小弟回去之后 立刻发兵征讨突厥贼子 说完这句话 耶律卓目光转动 开口道 不止于王兄 说给我契丹部的援助事 粮食 林昭低眉道 契丹打仗一半的军粮 由本王来出 你们抢到的草场 也都归契丹部 林三郎缓缓说道 我会带着两万优州军 随时准备侧应可汗 必要时 本王会出手相帮可汗 林昭的这个条件 并不是十分优厚 如果林昭愿意承担契丹部 所有的粮草倒还好 但是他只愿意承担一半 也就是说 契丹人打这场仗 不仅要死人 还要自己带干粮去死人 至于抢到的草场 本来也是该归属契丹 与林昭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时候 耶律卓已经没有什么拒绝的余地了 他抬头看向林昭 低头拱手 那就按岳王兄的意思来 林昭上下打量了耶律卓几眼 似乎看穿了后者的心思 他似笑非笑地说道 可汗打仗的时候 可不要装模作样 你们北边如果不见一个胜负生死 那就只能让本王亲自来帮你们分出胜负了 耶律卓微微低头 双目之中凶光闪动 但是他对林昭却没有什么办法 沉默许久之后 耶律卓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王兄的话 小弟记下了 小弟回本部安排一番之后 再来见王兄一面 与王兄商量具体的战法 岳王爷走到耶律卓面前 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 可汗不要勉强 有什么不满的可以说出来 没有勉强 耶律卓缓缓说道 突厥与我们契丹本就是世仇 能借着这个机会争讨契丹 也是小弟心中所愿 可汗能这么想就好 岳王爷淡然一笑 迈步走出了这间卢棚 等走出好几步之后 他才回头看向耶律卓 开口道 可汗回去之后好好想一想 如果觉得这个法子不太合适 也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我随时欢迎你反悔 耶律卓心里气闷的不行 但是明面上还是勉强一笑 王兄说笑了 大丈夫一言即出 绝无改悔 约见耶律卓 只是林昭计划的第一步 他从根上 也没有打算与契丹人合作什么 岳王爷这一次北上的最终目的 是让突厥与契丹再拼杀一场 最好他的平卢军 能在其中简陋 把两个异族统统给打一顿 最好打个半死 如果打不了半死 也要把他们打得元气大伤 让他们短时间内 没有办法南下 从而给林某人自己争取到 从容处理关中一切局势的时间 让契丹与突厥打起来并不难 林昭这一通威胁下来 不管契丹人愿意还是不愿意 他们都要向突厥人开战 否则契丹人 真会被林昭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约见了耶律卓之后 林昭便带兵在银州驻扎了下来 契丹人准备作战 是需要时间的 林昭也需要用这段时间 来统筹信息 从而制定出一个足够优秀的战略出来 就在林某人驻兵银州的时候 长安城里的暗流 已经越发汹涌 鲁王李玉遇刺之后 朝廷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影响力 在处理了那个自杀的刺客之后 便转入暗中继续调查 实际上就是能处理了这件事 这样的处理 对于长安城的百姓来说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长安城里的那些宗室们 便很难接受这种处理方式 不只是中宗皇帝一系的宗室们 没有办法接受 就连其他的宗室 也对此颇有微词 毕竟 死掉的是一个亲王 一个大洲的一字亲王 这种级别的人物遇刺 朝廷不说掀起大案 至少也应该让三法司 把有关的人员统统抓起来问罪才是 但是 朝廷在处理掉那个刺客之后 就似乎当作这件事 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一切 让这些李家宗室为之愤怒 虽然丹阳长公主出面 凭借自身的威望 硬生生把这件事情给压了下来 但是长安城里的宗室们 仍旧不服 尤其是中宗皇帝 留在长安的几个儿子 虽然明面上不敢说话 但是背地里战战兢兢 生怕自己哪一天一命呜呼了 更要命的是 中宗皇帝的儿子很多 当年只留了几个喜欢的在京城 其他的儿子都封出去就翻了 这些在外地的藩王 很快收到了李玉被刺杀的消息 虽然明面上没有说话 但是暗地里已经开始行动了 不过 在皇权的威严 以及丹阳长公主的威望之下 长安城里明面上还是一团和谐 没有人因为一个死掉的鲁王 去当面与皇帝过不去 这一日 长安城正常举行大朝会 等到朝会结束之后 坐在地座上的天子 看向准备离去的兵部尚书李絮 缓缓说道 宋王叔留一留 正找你有些事情 李絮立刻低头 面色恭敬 臣遵命 皇帝面色平静 起身在太监的搀扶下离开 等到皇帝离开之后 闻五百官这才陆续散去 经兆尹齐轩 默默地看了一眼李絮 然后转身离开 等到众人都离开之后 李絮才在一个太监的接应下 来到了皇宫的甘露殿之中 在甘露殿里见到了正在闭目养神的皇帝陛下 李絮上前 正要下跪行礼 就听到天子缓缓开口 皇叔不必行礼 坐下说话罢 李絮默默点头 坐在了一个小太监搬过来的椅子上 天子睁开眼睛 看了看李絮 然后缓缓说道 王叔 衡阳王俱重谋逆 听到这句话 李絮虽然有些心理准备 但是还是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陛下 衡阳王今年应该才二十岁出头罢 他如何能够衡阳王李絮 中宗皇帝最小的一个儿子 不是每一个皇子 都能受封亲王的 李絮就是如此 他虽然是中宗皇帝最小的一个儿子 但是乃是宫女所出 也不怎么受中宗皇帝喜爱 再加上中宗皇帝去世的时候 他年纪还小 后来先帝李絮即位 等到李絮长到十六岁 先帝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封了出去 封在了衡州的衡阳 受封衡阳郡王 这个衡州 就是林昭曾经去过的那个衡州 也就是林俭出身的那个十谷书院所在地 年轻人胆子才大骂 天子从自己的桌子上抽出一份文书 让陈景帝到李絮面前 开口道 皇叔自己看就是 李絮双手接过 两只手微微颤抖 他翻开这份文书一看 手颤抖得更厉害了 因为这个衡阳王李毕 不是简单的谋逆 更不是简单的口嗨 他已经付诸行动了 衡阳 乃是十谷书院所在地 乃是天下文脉之一 李毕到了衡阳之后 自己主动进了十谷书院读书 十谷书院也不敢拒绝他 就只能硬着头皮 收下了这个学生 几年时间下来 这位衡阳王就已经是 正儿八经的十谷书院学生了 除了笼络读书人之外 衡阳王李毕 做的最初格的一件事 就是 交流大将 在当今天子即位之后 这位衡阳王便开始有意地结交大将 他最先结交的 是贱南节度时里赫的长子李靖 这个李靖 与衡阳王李毕同辈 再加上衡阳距离成都府不远 一来二去 两个人变成了很要好的兄弟 那位贱南节度时公子李靖 甚至在衡阳住了整整一年多时间 如果说上面这一切 都还是普通结交的话 那么在鲁王李毕 也就是李毕的亲哥哥遇刺之后 这位衡阳王的举止 便更加疯狂 他偷偷去了一趟成都 见了那位曾经迎接皇家贱南节度时一面 见完贱南节度时李赫之后 李毕悄悄地回到了衡阳王府 开始发帖 写信 召集天下有志之士 齐聚衡阳 因为他在石谷书院读了两三年的书 眼下整个石谷书院 都有被他裹挟的味道 不得不与这位衡阳王站在一边 地座上的天子 面色平静 皇叔 这位衡阳王李毕 虽然是镇的唐叔 但是他笼络士族 结交大将 最近更是公然招兵买马 甚至得衡阳附近的诸多宗亲写信 他在信里说 要驱除邪碎 澄清玉语 天子看向李旭 面色平静 他的意思是 正是李家的邪碎 正在这个位置上 天下便不能澄清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默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咬牙道 陛下 等风头过去之后 陛下想让他怎么死 他就会怎么死 但是现在 万望陛下以大局为重 不能再动摇人心了 请陛下 把这件事 交给陈来出脸 天子眯了眯眼睛 对着继续说道 这是第二次了 事不过三 希望第三次的时候 皇叔不会再是这个说辞了 李旭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臣待天下百姓 多谢陛下仁德 长安城里的矛盾 一步一步激化 如果不是李旭在当中 拼了命的调和 这场矛盾早已经爆发 可是在衡阳王谋逆事件之后 李旭这和事佬 也做不了多久了 到现在 他在李家宗室眼里 已然成了李家的叛徒 如果再以为袒护这些李家人 那么他只会两头不讨好 离开甘露殿的宋王殿下 双目无神 他漫步走在朱雀大街上 一瘸一拐 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这个时候 他其实很想念自己的老师 已经复闲回越州的林检林元达 如果元达宫还在长安 那么现在的李旭 至少还有一个可以倾诉的老师 这个老师 也能替他单去身上的一些压力 即便没有林检 林昭在也是好的 最起码 还能有个说话的人 但是很可惜 现在的宋王殿下 在长安城里已经举目无亲了 他在长安的亲戚很多 同族也很多 但是因为他倒向心地 这些同族名里按理瞧他不起 再加上他性格孤傲 也懒得去跟那些 庸庸碌碌的同族解释什么 到了现在 宋王殿下回首看去 身边已经没有了任何一个同伴 他腿脚不太好 在朱雀大街走了一会儿 就有些疲累了 于是在路边找了个面摊 要了一碗油泼面皮 很快 热腾腾的面皮端了上来 宋王爷如同一个普通人一般 端起面皮 满满地吃了一大口 扒了几口面皮之后 他抬头还望 长安城里车水马龙 繁华如戏 与他自小长大的那个长安城 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又似乎已经天翻地覆 长安城 不能毁在一家人手里 宋王殿下眼睛有些湿润 不知道是因为热气蒸腾 还是因为有些伤心 吃完面皮之后 他默默起身 从面摊上站了起来 付钱之后 他离开面摊 对着远远跟着他的宋王府下人们 挥了挥手 宋王府的马车 缓缓行驶过来 李旭面无表情 坐了上去 马车回到了宋王府之后 李旭便给天子写了一封奏书 这一次 圣人回复得很快 等奏书送回来的时候 上面被圣人写了一个壳字 李旭低眉 声音低沉 背马 京城距离衡阳 足有两千里有余 常人就算骑着快马 也需要十天左右才能到 而李旭本就腿脚不方便 他赶路的速度更慢 足足半个月之后 他才赶到了衡阳 他并不是自己来的 在他身后 跟了两百多个敬畏 这些如狼似虎的敬畏 在李旭的带领下 直接闯进了衡阳王府中 把那个正在与当地 世子隐验的衡阳王李毕 给抓了起来 李毕虽然年纪小 但是他见过李旭的 见到一脸疲惫 一蹶一拐的李旭带人 闯进王府 这位野心勃勃 但是质大财数的衡阳王 立刻就慌了 他跌跌撞撞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来到李旭 对着李旭毕恭毕敬的低头行礼 皇兄 李旭面无表情 不为所动 李毕似乎是觉察到了什么 他的瞥了一眼 李旭身后的敬畏们 小心翼翼地说道 皇兄您这是 宋王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李毕 你不会天真到 觉得自己在衡阳 朝廷就会对你做的事情 一无所知吧 李毕脸色微变 低头道 皇兄 可不要冤枉人 小弟就翻之后 一直老实得很 平日最多就是在家以文会友 哪里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了 朝廷 总不能不让小弟交友吧 我既然亲自来了 有些事情 就不是你能赖掉的了 宋王爷再也没有看李毕一眼 而是闭上眼睛 开口道 都拿了 是 几十个敬畏 如狼似虎 直接扑向横阳王李毕 以及他的家人们 李毕就站在李旭旁边他 第一时间被控制了起来 这位横阳王被拿住之后 怒视李旭 咬牙切齿 李老八 你为虎作娼 狼心狗肺 面对这种谩骂 李旭不为所动 他默默走到李毕面前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五伯这一只 哪天要是血脉断绝了 至少有一半是因为你这个蠢物 李毕瞪大了眼睛 一脸惊恐地看着李旭 你 你说什么 他又惊又怒 宋王言变无表情 我说 你要把五伯的子孙 统统害死了 说完这句话 李旭不再理会这位横阳王 缓缓说道 横阳王府的人全部拿了 搜集证据 把相关人等统统拿了 送往京城问罪 此时的李旭 已经彻底站在了宏道天子那边 在双方的剧烈矛盾之下 他选择牺牲整个中宗皇帝一系 来换取朝局稳固 毕竟中宗皇帝一脉的人 就算死绝了 李家的人也还有许多 朝廷只会一阵阵痛 而不会因此彻底大乱 反而 一旦朝廷彻底清算了中宗皇帝这一支 在阵痛之后 朝廷反而会稳固许多 只是这种稳固 是有代价的 杀戮中宗皇帝子孙 会给他人一口舌 到时候任何一个节度使 都可以以此为借口起兵 兵进长安城 但是 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时候 李旭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下令绑了李毕之后 李旭在横阳王府 足足待了三天的时间 从横阳王府之中 搜出了大量李毕与他人 伙同谋逆的罪证 这位年轻的横阳王 自觉天高皇帝远 觉得长安城的那个小道士 无论如何 也不会把目光投向自己 因此很多事情 做得全部遮掩 肆无忌惮 偏偏 他对长安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连半点情报能力都没有 一直等到李旭带着敬畏上门 他才知道自己大祸临头 而只是横阳王府搜出来的这些证据 哪怕是交给三法司论罪 足够横阳王府上下鸡犬不留 不说 甚至跟他通信的人 也达到了一三足的标准 三天之后 横阳王李毕 已经被锁在了囚车里 准备押往长安 这位三天前还风光无限的横阳王 此时已经颇为狼狈 看着就站在自己面前的李旭 他狠狠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呸道 叛徒 走狗 我会死在路上 让你们这些贼子 永生永世被后人唾骂 把他送去长安 是为了让他接受三法司公断 如果他死在了路上 倒真的变成了天子公报私仇了 你谋逆的证据 会在长安攻势 李旭面无表情 你老老实实地回长安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如果你非要死在路上 便是彻底撕破脸皮 五博这一脉 肯定真的就没有香火了 说完这里句话 李旭看向身后的近卫 缓缓说道 压他上路 近卫统领看了一眼李旭 恭恭敬敬地低头道 王爷您 不回长安吗 李旭摇头 我要去一趟成都府 见一见那个贱男节度使 衡阳王造反 已然不只是衡阳王李毕 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事实上 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郡王 本身手下既没有钱粮 也没有兵马 本来无论他在衡阳如何闹腾 朝廷都不一定能够看到他 而他犯了最大的忌讳 就是 他私下里离开衡阳 去了一趟成都府 见了贱男节度使李赫 这位贱男节度使 原本婊子玄狱 当今圣人即位之后 他立刻便改表自为原狱 可以说是求生欲满满 再加上贱男节度使 是诸位节度使当中 势力最弱的一个 甚至不太可能是 长安禁军的对手 而且 当年泛阳之乱的时候 李赫曾经收留 或者说 接驾过一段时间 保住了大洲的流亡朝廷 因此 李赫在朝中地位不低 先帝李循回到长安之后 为了表彰李赫的功绩 还给他封了个 新都王的郡王爵位 当然了 贱男节度使 在堪乱平叛上无有寸功 因此 李赫的这个郡王 也只是一个终生制的郡王 他死掉以后 他的儿子 便没有办法继承王爵了 而这一次 李赫不仅让自己的长子李靖 与衡阳王李弼交好 私下里 甚至还会见了李弼 这才犯了朝廷的忌讳 毕竟 贱男军虽然孱弱 但是加在一起 好歹也有五万左右的兵马 真的下定决心起兵造反了 对于朝廷来说 也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因此 在处理了衡阳王李弼之后 李絮还要去一趟成都府 见一见那位贱男节度使李赫 衡阳距离成都府并不算近 李絮带着几十个护卫 起码走了半个月左右 才赶到成都府 相比于完全不设防的衡阳来说 成都这边的情报能力 明显要高出不少 李絮刚进成都府境内 就已经有新都郡王府的人过来接引 等李絮到了成都府城附近的时候 新都郡王李赫 以及世子李靖 已经在官道旁 恭恭敬敬地等候李絮了 李赫父子便跪在地上 对着李絮扣手行礼 陈李赫扣见钦钗 李絮摇了摇头 上前把李赫扶了起来 开口道 王叔多礼了 我并不是什么钦钗 李赫也是宗室出身 虽然距离主脉已经很远了 但是论辈分来说 他与中宗皇帝同辈 是李絮的叔叔辈 李赫被扶起来之后 看向李絮 仍旧有些战战兢兢 宋王爷 您这么远赶到成都府来 不知李絮左右看了看 深呼吸了一口气 王叔 咱们去泥府上说话吧 李赫连忙点头 让人接引着李絮进了成都府城 然后又在自家的郡王府设宴 款待李絮 李絮也没有服了他的面子 陪着李赫吃了一顿饭 然后叔侄俩在书房见面 这位新都郡王 满脸都是惶恐之色 他对着李絮低头道 宋王爷 小王应该没有触犯国法吧 有 李絮默不作声 从怀里里 逃出厚厚一叠书信 大约有十几封 这是王叔还有王叔家里的柿子 与横阳王李壁互通的书信 本王在横阳王府搜出来的 王叔要不要看一看 看到这些书信 李赫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忍不住在心中破口大骂 这世间 竟然有这种勾连谋逆 还留存书信的蠢物 这位贱男节度使 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勉强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抬头看向李絮 低眉道 宋王爷 是替圣人拿我入京的吗 李絮看了看李赫 声音低沉 在成都府的地界上 王叔不愿意 谁又能强行带你走 贱男节度使 虽然相对其他节度使来说 有些孱弱 但不意味着他手底下没有实力 更不可能像横阳王府那样 李絮带几十个人 就带把郑主押到长安去 李赫沉默了一会儿 默默地说道 宋王爷 你我都是受了先帝恩德的 横阳王是先帝右帝 他找上我之后 我没有办法推举他 只能跟他说 如果时机成熟 我这里会配合他 李絮在先帝里寻那里 得了世袭网替四个字 而李赫在先帝那里 得了新都郡王的爵位 因此李赫才说 他们两个人 都是得了先帝恩德的 先帝已经荣誉归天了 李絮低眉道 我等既然是李氏中人 便应该忠于朝廷 忠于大洲的天子 王叔以为然否 李赫没有说话 办上之后才开口道 非我不忠 只是 只是怕经上 清算前朝旧臣 李赫的意思是 他是被先帝封郡王的 实打实的前朝旧臣 如今天子已经在清算 中宗皇帝的子孙 清算到最后 会不会动到他这个前朝旧臣的头上 谁也说不清楚 李絮看向李赫 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问道 王叔 我算不算前朝旧臣 李絮当然是前朝旧臣 不仅是 而且他跟先帝 还是亲密无间 自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王爷您不一样 李赫苦笑道 经上 是您扶上去的 自然不会对您动手 我等就不同了 圣人非是我扶上去的 说到这里 李絮神色有些复杂 缓缓说道 经上是平如节度使林三 亲自捧上地位的 只有他一个人出了力 而我 之所以要相帮经上 是因为不想看到朝局继续动荡了 宋王殿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缓缓说道 王叔 你自认还是李家人否 当然是 提到血脉 李赫顿时无比骄傲 他抬起头 昂首道 天族乃是我大洲世宗皇帝 既然认自身血脉就好 宋王殿下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王叔 泛阳之乱后 朝廷孱弱 我李氏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经不起任何动荡 这个时候 如果朝廷政局能够安稳 再平稳个二三十年 朝廷或许有重新把握乾坤的能力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李家人 还因为一些狭隘的血脉之争 陷入内斗之中 不需要那些 节度使来马踏长安 李家自己便要把朝堂弄得大乱了 李旭看向李赫 沉申问道 王叔想一想 假如当今圣人崩了 谁来做皇帝 李赫愣了愣 一时半会 竟然回答不上来 李旭冷冷一笑 那个串联谋逆 却留下书信 明明已经在造反 却对衡阳全部设防的衡阳王李毕 他配成为天子吗 李赫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宗室里那么多人 总有一个合适的 小王对谁当皇帝没有意见 只求圣人能够大度一些 保我一家老小无恙 除了经上 谁来当这个皇帝都不行 宋王爷眯了眯眼睛 冷冷地说道 换个皇帝 你看他林三会不会兵进关中 盈州柳城 岳王殿下 已经在柳城驻扎一个多月时间了 这一个多月时间里 迫于林昭给的压力 契丹部不得不再次起兵 与突厥人私病 而在这个过程中 林昭一直带兵在盈州观望 不进不退 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合适的下场机会 就在林某人等待的时候 新任幽州刺史郑牙 亲自押送粮草 到了盈州 盈州这边 原本不是大洲的实际控制区域 自然也就是 不是林昭的实际控制地盘 因此 盈州是没有刺史的 林昭带的兵也是幽州军 需要后方的幽州 供给钱粮 本来押送粮草的活 自然是不用 身为刺史的郑牙亲自干的 不过这位新任刺史 一来是想熟悉熟悉业务 二来也是受不了 世子殿下的软磨硬泡 就带着小世子 来到了盈州的幽州军大营 幽州军大帐里 正牙坐在林昭对面 对在门口躲着的世子 林昭招了招手 没好气地说道 死活要到前线 来的是你 怎么到了盈州 又当缩头乌龟了 你出来就是 为师在 你爹不敢打你 林三郎哑然一笑 大兄莫要胡说 我可没有怎么打过他 都是他娘打他 林昭的这两个儿子 他都没有怎么下手打过 不过越王府的王妃与侧妃 教孩子倒是一个比一个严厉 说来也怪 本来林青应该是畏惧母亲拜师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直有些害怕自己的老爹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林某人久居高位 身上渐渐养成了一股 不怒自威的气势出来 让人不敢放肆 林青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帅杖 对着老爹磕头行礼 阿爹 起来吧 林三郎面色平静 开口道 自己找地方玩一会儿 我跟你师父有事情要谈 见老爹没有怪罪自己 世子殿下大喜 立刻跑到一边 摆弄起帅杖里悬挂的佩剑去了 没有了小孩子打扰 兄弟俩终于可以商量正事 林昭看向正牙 笑着问道 大兄 幽州那边粮食充足否 我过些日子 可能要打大仗了 打大仗 正牙微微皱眉 然后开口道 据我所知 北边契丹已经与突厥人打起来了 三郎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在这里坐视他们狗咬狗就试 为何还要出兵 大兄 没有人是傻子 岳王殿下淡淡地说道 契丹人与突厥人 更不是傻子 他们即便是打 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打下去 更不可能不计代价地打下去 按照他们现在的一定打法 打上一两年时间 双方都不会伤筋动骨 而我 等不起了 正牙看着林昭 问道 关中 已经出事了 还没有 不过也快了 林三郎低头喝了口茶 开口道 按照同前卫的情报 长安鲁王遇刺之后 李家的宗室便开始不安分起来 大概一个月前 衡阳王李弼谋逆 皇帝派李续去了一趟衡阳 把衡阳王李弼一家都压到了长安问罪 说到这里 林昭淡然道 五天前 长安的三法司 已经公事了衡阳王李弼的罪证 不过还没有问斩 不过按照三法司公布出来的罪证 这个衡阳王跟实打实的谋逆 多半一家老小都要死在长安 这样一来 李家内部的矛盾就更深重了 岳王爷淡淡地说道 皇帝屠刀一起 便再也停不下来的 李弼一家 是他动手杀的第一个中宗皇帝后四 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接下来 中宗皇帝的后四一定会借机闹事 皇帝正愁没有理由公报私仇 只要他们一闹 长安城立刻就要血流成河 说到这里 林昭顿了顿 感慨道 先前在长安的时候 二舅就与我说过这件事 当时我还不信 当今天子会突然变成手持屠刀之辈 如今看来 还是二舅更加动名事实 正牙坐在林昭对面 若有所思 三郎的意思是 李家会内斗 不是会内斗 是已经内斗了 林三郎低没道 而且是已经斗到了 马上要出结果的地步了 正牙缓缓说道 长安会因此大乱 不会 林昭摇头道 将中宗皇帝的后四杀绝 长安城不仅不会乱 反而会稳固一些 毕竟这样一来 长安上下都会对当今的天子 生出畏惧之心 朝廷的政权 反而会比从前更加稳固 如果 林昭淡淡地说道 如果此时 大周仍然是那个一统天下的大周 他这么做 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 毕竟扫清阻碍 坐稳地位 是每一个皇帝都应该做 也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但是很可惜 听到这里 正牙也听明白了林昭的意思 他缓缓说道 三郎你的意思是 可能会有别人借这件事情 来起兵谋逆 不是可能 是一定会有 岳王爷笑道 鲁王李玉 死得不明不白 他的死就与那些 别有用心之辈有关 只要皇帝一起屠刀 一定会有人借着这个机会谋反 听林昭这么说 郑大公子皱眉道 那这个当口 三郎你 还要北上去讨伐一族 就是因为关中可能要大乱 我才不得不这么着急北上 林昭低头喝了口茶水 开口道 原本我是计划 在两年之后 才慢慢开始 对契丹自己突厥动手 十年之内扫除编幻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计划不得不提前了 打残了北边的两个异族之后 无论关中生出了什么乱子 我们都能够从容应对 这位新任的幽州刺史 坐在林昭对面 他看向林昭 低声道 三郎 鲁王李玉 究竟是谁杀的 林昭摇了摇头 凶手动完手就自尽了 到现在 朝廷也没有查出具体的凶手 不过这件事情不难猜 不是康东平 就是另外几个节度史 要不然就是 要不然就是那些看 玄通道兄不爽的李家宗氏 自导自演 想要牺牲中宗皇帝一系 达到把玄通道兄赶下地位的目的 不过 林昭笑了笑 开口道 不过这些行为 未免太幼稚了 玄通道兄现在手握进军 不要说零星几个宗氏 就是长安城里所有宗氏绑在一起 也不可能是现在的大洲皇帝的对手 郑牙虽然听不懂自导自演是什么意思 但是大致听了的大概 他低着头 沉思了许久之后 突然抬头看向林昭 小声问道 三郎 你说有没有可能 这件事从头到尾 都是皇帝布置的 林昭也为之恶然 问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 为了报仇啊 郑大公子低眉道 以他现在的身份 主动报仇有损生命 而如果逼着中宗皇帝一系的人 狗急跳墙 那么他动手杀人 就合情合理了 听到郑牙这番话 即便是林昭 也忍不住几倍发凉 但是他思索了一番之后 还是摇了摇头 开口道 我认为不太可能 我与天子相交十余年 他是什么性格 我多少了解一些的 要说 他为了父祖血仇 有意针对中宗皇帝后四 我还相信 但是如果说他 为了报仇 派人暗杀宗室 我不信 林昭低眉道 人再怎么变 也不会变成这个模样 郑牙点了点头 我也只是一测 做不得数 这位幽州刺史笑着说道 不过这件事情 二叔知道了 应该会拍手称快 他老人家一直憎恶皇室 尤其是憎恶中宗皇帝李源 眼下李家内斗 中宗皇帝的儿子们 也相继倒霉 真是在让人高兴不过的事情了 林昭看了看郑牙 笑着说道 大兄也如此想 那是自然 郑牙笑着说道 我也是郑家人 当年那场巨变 我父祖与母亲 也都相继横死 当今天子想要报父祖大仇 难道我就不想报仇吗 说到这里 他看向林昭 淡然道 我之所以从行阳再次返回青州 就是在等着三郎你造反呢 造反这种顶天的大事 在郑牙说来 竟然有些云淡风轻的味道 他微笑道 等三郎你将来造反 改朝换代了 我便亲自毁了李家的宗庙 报父祖大仇 林三郎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没有尹的事情 大兄不要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我觉得很快了 郑牙低眉道 不管长安城里的动乱 是因何而起 但是总归是已经有了乱象 李源的后人一死 那些节度使们 谁都可以借着这个由头兵进关中 立强者为天子 郑大公子笑着说道 如今李州朝廷 已经孱弱无比 之所以还能够存在 乃是靠二百年的积威积德 再加上各大节度使相互忌惮 这才达成了一个平衡 这种平衡 脆弱无比 林昭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朝廷 很可能也有火药了 火药这东西 在这个世界本就是李玄通师徒俩发明出来的 当年林昭制作火药 都要靠李玄通帮忙 这位天子在青州 帮林昭做了一年多时间火药 所有火药的流程 配方 他都是有的 虽然李玄通曾经与林昭说过 他不会在长安弄火药 但是这种巨大利益面前 谁的话都不能全信 林昭一直怀疑 朝廷已经拥有了火药 不过一直到现在 彤前卫都没有查到这方面的半点证据 因此他才不能确认 由火药 镇牙皱了皱眉头 开口道 火药这东西 可以锦上添花 但是没有办法雪中送炭 以现在长安进军的战斗力 除非把咱们 青州的火器 全部送到长安去 不然 他们还是很难 与边军过手 火药与火器大不一样 火药 只是基础科技点 而火器 已经是在火药基础上的新发明 林昭在永德三年 就开始在青州弄火药 至今已经有八九年时间 再加上 他有这个时代不存在的前瞻性眼光 以及对于匠人的优厚待遇 现在 青州的火器 已经迭代更新了三四轮 比起初始的那些火药罐子 强了不止一个等级 听到镇牙这么说 林昭点了点头 大兄这话说得不错 不过 朝廷除了进军之外 还有朔方军事 忠于朝廷的 真的乱起来 朝廷也不至于一触即溃 其实到这个人 靠不住的 郑牙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他与当今天子 又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 反而他的夫人丹阳大长公主 乃是李渊的包妹 他与李渊一戏的关系 还要再近一些 如果是节度使造反 要颠覆大洲 骑士道或许会出兵相助 假如 郑牙顿了顿 看向林昭 开口道 假如 是李渊的某个儿子 竖其造反呢 岳王爷皱眉道 他妻儿都在长安 他幼子齐平 不是一直跟在身边 郑牙笑道 况且到时候 他只要按兵不动就好 朝廷总不能拿丹阳长公主做协 否则朔方军十万大军一动 朝廷不亡也亡了 如果坐得隐蔽一些 朔方军还可以扬动 坐得隐蔽一些 朝廷的人也不知道 他到底尽没尽力 是不是这个道理 林昭坐在自己的主位上 沉默许久 片刻之后 他才缓缓说道 大兄说得不错 关中的局势 看起来比我想的还要紧迫一些 他看向正牙 沉声道 我立刻让人赶往行阳 把母亲还有二舅他们接回青州来 大兄你的家人 最好也都接回青州来 他顿了顿之后 开口道 再有 大兄从迎州返回幽州之后 替我给裴大将军传信 让他再带一万人 赶往迎州来 听到林昭要动用裴俭了 正牙神色微变 然后笑着说道 三郎要开始对异族用兵了 林昭本人 是不太会主持具体战事的 平卢军的作战 他只负责战略层面的指挥 而具体作战 则是裴俭 赵歇以及齐盛这些人在座 现在林昭带兵到迎州来 也只是起到威吓作用 暂时不准备对契丹 或者突厥动手 眼下他突然要调陪检过来 就意味着 林昭可能要有大动作了 月王殿下低眉道 契丹与突厥虽然打了起来 但是都是小打小闹 不让他们害怕 他们是不会真的打起来的 情况紧急 我也没有时间再等着他们 这样耗下去 必须要给他们点压力了 正牙低头想了想 开口道 贸然离开迎州境内 进入契丹人的势力范围 那么就会失去城墙之故 万一契丹人埋伏我们 放心 林昭微微一笑 这些年 我花了一成有余的资源 去培养同前卫 眼下就算是长安的司工台 论情报能力 也赶不上同前卫 至于契丹 他们与我们互十三年了 林三郎淡然一笑 说句不客气的话 他们的层级架构 千疮百孔 咱们在契丹的情报能力 估计还要胜过那位契丹可汗一些 他们埋伏不到我 听到林昭这番话 正牙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一成 三郎 你可真是舍得 要知道 林昭培养平卢军 最多也就用去三四成的资源而已 毕竟治理一个地方 不光是建设军队就可以的 除了军队之外 还有商业 教育等等 千行百业 都需要衙门来进行投入管理 一成有余的资源 已经十分恐怖了 舍不得钱 便弄不出好东西来 岳王爷呵呵一笑 眼下乱世在即 没有什么比尔聪牧民更重要了 林昭再次向盈州增兵一万 此时 整个盈州的兵力达到了三万人 已经是幽州军的大半兵力了 事实上 这已经是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 另一个世界里的影视距离 带兵动辄二三十万 乃至于四五十万 是很不现实的 事实上 整个大州所有的节度是 包括朝廷进军的兵力加在一起 主战兵力也不会超过五十万 就拿林昭带来盈州的这三万人来说 这三万兵马 背后给他们提供后勤的名夫 恐怕就要六七万人 才能保证粮草供给充足 如果算上所有的后勤人员 林昭拉到盈州的人马 实际上已经接近十万 而历史上 某某军队号称十万人 二十万人 乃至于百万大军 多半就是把后勤的名夫 以及骑兵的护从 统统算了进去 军队的大规模增兵 是很难瞒得助人的 毕竟人数一过万 就无边无际了 况且 林昭增兵的目的 就是给耶律卓看的 他压根也没有 想要瞒着耶律卓 收到要打仗的消息之后 已经年过六十的老将军陪检 很是兴奋 他调派了军队之后 吩咐手下将士 带兵赶往盈州 而他本人 则是带了十几个亲卫 飞马赶到了盈州 在盈州大营 见到了林昭 此时 林昭正在率仗里 看着世子林青莫字 林青是跟着郑牙一起来的 但是郑牙走了之后 他并没有跟着郑牙一起离开 死皮赖脸的 非要留在军营里 反正只要一直跟在林昭身边 便不存在什么危险 而岳王府接下十年 乃至二十年三十年 都少不了行军作战 提前让林青接触军武 对他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裴检大踏步迈进率仗之中 对着林昭半跪下来 开口道 末将裴检 拜见王爷 林昭连忙三两步 来到裴检面前 把他扶了起来 摇头道 裴叔不必多礼 另一边正在愁眉苦脸 莫字的林青 见到裴检来了 眼珠子转了转 一把丢下手中的毛笔 蹦蹦跳跳来到了裴检面前 对着裴检规规矩矩的拱手行李 见过裴爷爷 裴检爽朗一笑 然后也笑呵呵地 对着林青拱手 见过世子 林昭一眼 就看出了自家这个大儿子的心思 当即美好气地说道 让你莫字的是你娘 可不是我 你娘在心里说了 让我看着你 这段时间 你要是摸不下来这本书 以后便休想出来了 世子殿下别了别嘴 对着林昭低头 小声道 阿爹 我又不是不莫 裴爷爷来了 我跟他老人家说会话吗 林昭微微摇头 叹了口气 对着裴检摇头道 这孩子太过调皮 心思全然不在书上 让裴叔见笑了 裴检笑了笑 开口道 那也没有什么 末将是三十岁以后才开始读书的 一样可以领兵打仗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唯将与唯帅 还是不一样的 唯帅者 眼界见识都要足够 才能决胜千里之万 世子还小 可能过两年就开窍了 裴检打了个圆场之后 对着林昭微笑道 不过世子与王爷 您的确不一样 王爷您可是大周最年轻的近世 十五岁便在长安畅明了 林昭在心里摇了摇头 没有说话 其实 他这个大儿子 与他的性格 还是很像的 确切地说 与他另一个世界的性格很像 那个世界的他 也是个背懒性子 不怎么喜欢读书 到后来高中临近毕业之后 才开始奋发 最终考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大学 而这个世界的林昭 之所以显得那么天才 完全是两世为人的原因 因为生来就有一个成熟的灵活 小时候的林某人 才能耐着性子 向母亲学习读书认字 可即便是三岁开始读书 到十多岁的时候 林昭的才学 跟这个世界的近世 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他后来之所以能够这么顺利地 在长安中近世 并且中近世第三名 一部分原因是真正的神童 林检给他特训过一段时间 更重要的原因是 他跟中宗皇帝做了交易 他那个近世 是内定的 罢了 不去谈这孩子的事情了 咱们谈正事 Z 林昭看向大帐外面 沉声道 赵成 赵成很快推门进来 对着林昭低头道 王爷吩咐 你带着孩子出去转转 好生看着他 莫让他惹事 赵成立刻点头 来到了世子林青面前 微微欠身 世子殿下 您跟我来 林青抬头 瞅了一眼赵成 然后乖乖点头 是 赵叔叔 世子虽然小 但是骨子里 还是害怕自己老爹的 他很清楚 像赵成这种 跟了老爹十年以上的老人 在青州是什么地位 因此 年仅十岁的世子殿下 一直对赵成客客气气 等到赵成把林青带走 林昭才从帅丈桌子上 取下一张地图 铺在了裴姐面前 然后他看了一眼裴姐 微微叹了口气 裴叔 这一次我准备带兵出关 关外苦寒 条件什么的都不太好 要不然 你把事情跟手下人交代一番 留在银州坐镇 裴姐已经老了 要知道 这个时代的平均寿命 一般也就是五十岁左右 也就是说 裴姐已经超过了 这个平均线十几岁了 虽然裴姐自小练权 身强体壮 到现在 依然是三五个壮汉进不了身 但是随着年纪增长 她的精神以及反应 都比以前逊色了一些 王爷要北上 末将自然替王爷牵马坠灯 裴姐拍了拍胸脯 开口笑道 王爷莫不是嫌我老了 灵昭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下去 她伸手 指着地图上 契丹与突厥大概的势力边缘 缓缓开口 眼下 契丹与突厥人 正在这个位置冲突 这个地方 叫做诺真 裴姐顺着灵昭手指的方向看去 这是一片相对丰沛的操场 此时契丹人与突厥人正为了这一块操场 争斗不休 当然了 双方都没有下死手 不然灵昭也就不用这么辛苦 亲自出关一趟了 裴姐看着这张地图 若有所思 王爷的意思是 咱们也去诺真 是要去的 灵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我们不下场 这两个异族便不可能拼命 咱们去一趟诺真 就可以逼着双方做出选择 裴姐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缓缓点头 明日了 明日末将就带人出关 赶往末真 咱们同去 林三郎看向北方 微笑道 这一仗打得顺利 契丹与突厥 最起码要老是十年 这样 不管在幽烟做什么事情 时间都足够我们从容不破了 裴大将军咧嘴一笑 多杀几个突厥或者契丹人 末将将来 说不定就轻始流明了 因为关中局势 一天比一天紧张 林昭不得不提前自己的北上计划 打消掉自己的后顾之忧 裴姐来到营州大营之后 承认了粮草和火药充足 以及具体的情报之后 便下令军队开拔 继续北进 他们离开关内 直接开进了契丹境内 进入契丹境内之后 林昭便下令 军队速度慢下来一些 每天行军速度控制在50里之内 日出开拔 一到日落便就地扎营歇息 这种行军速度 已经算是很慢了 按照这种行军速度的话 基本上不可能追到这些异族 真正打异族 必须要用机动性强的骑兵 以快制快 否则就算碰到了能打赢 也不可能追得到 只会被那些精通骑射的 青骑放风筝到死 这天一到傍晚 幽州军再一次扎营 此时 幽州军的一部分将领 已经有些耐不住性子了 他们私下里找到了裴俭 要求带骑兵直接开赴战场 理由是按照这样行军 两三个月 也到不了契丹与突厥人的战场上 这些要求 都被裴俭拒绝了 幽州军 就是裴俭一手建立起来的 裴俭在幽州军里 有绝对的威严 裴俭不同意 这些幽州军将领 也只好掩旗息鼓 不过因为这件事 裴俭也来到了率仗之中 见了灵昭一面 这会儿 世子正在翻看率仗之中的地图 林某人 则是在看 同前卫送上来的文书 见裴俭走进来 岳王爷放下手里的情报 对着裴俭笑了笑 裴大将军来了 世子 也连忙放下手中的地图 对着裴俭拱手行礼 裴俭自己搬了把椅子 在灵昭对面坐下 他先是看了一眼灵昭 然后缓缓开口 王爷 您这些年花了大力气 在幽州组建骑兵 如今幽州军骑兵 已经有了一些模样 下面的将军都头们 意思是派一直骑兵 直接奔赴战场 灵昭微微低眉 伸手敲了敲桌子 哑然一笑 裴俭 我们这次出兵 不是为了相帮契丹人 也不是为了相帮突厥人 他们 都是我们的敌人 岳王爷缓缓说道 我们北上 是为了给契丹人压力 我们在路上一天 他们就不得不跟突厥人打一天 因为他们一旦停下来 就会担心 我们会不会与突厥人联手 罚灭契丹 所以 行军的事情不着急 慢慢悠悠地赶过去就好 我们走在路上一天 契丹人与突厥人 就要多死一些 裴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灵昭低眉道 可是王爷 契丹人真的会这样 受我们摆布吗 当然不会 灵昭缓说道 契丹可汗耶律卓 也算是一代雄主 他绝不会就这样 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更不可能让自己 实时处在被动之中 岳王爷微微低眉 声音平静 所以 我在等着他 这个时候 裴俭终于明白 灵昭的意图所在了 自家王爷 根本不是 想赶赴契丹与突厥的战场 而是在等待契丹人的到来 裴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王爷您的意思是 契丹人会来 六七成可能 林三郎声音低沉 几十年来 大洲面对契丹的战绩一直不佳 大多数时间 都只能靠城池固守 哪怕是上一次幽州之战 我们也是 借着城池地利 再加上火器取胜 因此 这些契丹人 很是看不起我们 如今 我们来到了契丹境内 再无城池可以依托 他们就会觉得 我们这些州人一触即溃 更重要的是 我本人也跟着来了 裴俭你猜 契丹人会不会放弃 这个难得的机会 幽州军行军的路上 一直悬挂林四王旗的 也就是说 岳王本人 就在幽州军中 如果只是打败了这支幽州军 关中还有十万瓶卢军 在等待着契丹 这位契丹可汗 可能不会轻举妄动 但是如果可以捉住岳王本人 那么 契丹将会立刻占据主动 甚至有机会直接南下 占据幽烟 这种诱惑 不可谓不大 裴俭微微低眉 他突然抬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王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末将这就派人把您和世子 秘密送回关内 末将带人继续往前走 仍旧挂岳王旗 您没有必要这样冒险 我也觉得冒险 岳王爷呵呵一笑 所以我让裴叔 又从幽州调了一万人过来 现在 幽州军总共加在一起 有三万人 林昭低眉道 我是有把握的 裴俭皱眉道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况且 世子也在军中 危险太大了 我故意的 林昭看向在一旁玩耍的世子林青 笑了笑 不然郑牙为什么会带着他到军中来 没有我的意思 郑牙不可能把他送到军中 而且是即将开拔的前线军中 我们在盯着契丹 契丹人也在盯着我们 林昭低眉道 我每天在军中转耀 这孩子也跟着我在军中转耀 就是要告诉契丹人 我们父子都在军中 一个没有城池依托的周人军中 林三郎面色平静 这样一来 他们才会忍不住 才会出来 与我们拼个你死我活 说到这里 林昭抬头看向裴俭 笑道 裴叔有幸心否 这 裴俭苦笑道 若王爷不在军中 无论如何 末将也会与贼人拼杀到底 王爷宁在军中 末将就有些 不必担忧 林昭缓缓开口 契丹人现在能打的 也就五万人 现在还有两万人在诺真 他们能开过来的军队 也就三万人左右 与我们兵力相当 正面野战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我自信幽州军 可以正面对抗契丹人 况且 我们还有火气 这是对于幽州军的巨大考验 林三郎抬头看向裴俭 面色平静 我们父子就在军中 哪里也不会去 裴俭身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林昭深深低头 末将 明白了 末将这就去准备 不要声张 林昭摇头道 幽州军的人太多了 谁也不知道 有几个契丹人的眼线 暗中部署准备迎敌就好 声张出去 契丹人就不会来了 哦对了 林昭坐在主位上 提笔在纸上写了三个名字 递在了裴俭手里 开口道 这是在契丹的同前卫 查出来的幽州军校尉以上的奸细 一共两个个校尉 一个副都头 裴俭拿去 心里有底就好 暂时不要处理他们 免得让契丹人生意 裴俭双手接过这个名单 气得浑身发抖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深深低头 末将 明白了 岳王爷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这是难免的事情 裴俭不用生气 说到这里 他眯了眯眼睛 缓缓说道 这一次 我们父子做儿 不知道 能钓上来一条多大的大鱼 转眼间 林昭与幽州军出关 已经过去了八天时间 此时 他们已经距离营州三百余里 这一天 幽州军刚刚安扎营帐 北边便有小谷契丹骑兵游异 然后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十来个契丹骑兵 便来到了幽州军大营门口报信 说契丹的克汗耶律卓 要来幽州军大营 面见林昭 对于这个请求 岳王殿下欣然同意 并且让军中的厨子 准备好韭菜 准备招待这位契丹克汗 等到天色黑下来一点的时候 耶律卓果然来到了幽州军大营门口 岳王殿下亲自出营 把他赢到了自己的帅仗之中 此时 林昭的帅仗里 已经备好韭菜 耶律卓坐在林昭对面 满脸笑容 多谢岳王兄款待 你我兄弟相称 不必客气吗 岳王爷端起酒杯 笑眯眯地说道 克汗喝一杯 耶律卓看着林昭端起的酒杯 略微犹豫了一下 没有举杯 岳王殿下眯了眯眼睛 淡然问道 怎么 克汗怕我下毒 我在王兄军中 王兄若要杀我 也用不着毒酒 耶律卓咬了咬牙 端起面前的酒杯 跟林昭碰了碰 然后仰头一饮而尽 克汗好胆怯 林昭笑了笑 不知道克汗深夜前来 所为何事 是有一些事情 要跟王兄请教 耶律卓犹豫了一番 缓缓说道 王兄这一次北进 已经三百余里了 先前说好的 王兄只给我们提供粮草 以及些许兵器 怎么突然亲自带兵 入我境内了 林昭淡然一笑 不是要相帮克汗 应对突厥人吗 怎么 克汗怕我反割进攻气单 耶律卓脸色难看 开口道 王兄此地 距离小地的王丈 只有二百余里了 林三郎哑然一笑 我们接下来会往西 不会再靠近克汗的王丈了 说起来 林昭看了耶律卓一眼 开口道 此时 克汗应该在与突厥人作战才是 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 耶律卓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苦笑道 小地是从前线赶回来的 族中的兄弟跟我说 王兄的军队 马上就要开到小地的王丈了 胡说八道 林昭皱了皱眉头 我若是有心进攻气单王丈 如何会是这个行军速度 八天时间 已经够我的骑兵 开到你王丈之中了 小地也是这个意思 耶律卓咳嗽了一声 开口道 小地已经训斥了族人 严厉警告他们 不要胡说 不过王丈那里人心惶惶 小地还是过来看了看 说着 耶律卓左右打量了一番林昭的帅杖 然后笑着说道 周人就是会生活一些 王兄的这个帅杖 比小地的王丈还要精致 可汗夸奖 林昭微微低眉 行军打仗吗 那活着就行了 精致不精致的 无关紧要 两个人再次端起酒杯 碰了碰 喝完这一杯酒之后 耶律咳嗽了一声 与林昭商量了一些具体应对突厥人的战术战略 以及突厥人的现状 两个人从入夜一直聊到深夜 等到紫夜时分 耶律卓才起身告辞 岳王兄 小弟明天还要赶回前线去 便不打扰王兄休息了 林昭拍了拍耶律卓的肩膀 笑道 都这么晚了 可汗便不要走了 且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明天再走 不 不了 耶律卓有点不胜酒力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拱了拱手 小弟 族中还有事情 不 不打扰王兄了 说完这句话 他就要朝着帐外走去 可能是因为喝多了酒 一不小心跌到了地上 然后在帅杖的桌子下面 看到了一件被藏起来的小孩衣服 见耶律卓目光有些不对 林昭顺着他的目光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他默默站在耶律卓面前 挡住了后者的目光 这是犬子的衣物 出门在外 因为思念孩子 就带了两件随身 想孩子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一看 让可汗见笑了 耶律卓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对着林昭笑了笑 王兄 小弟什么都没有说 林昭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 这是在幽州军大营 耶律卓见状 心里也有些打触 当即也不再装罪了 对着林昭拱了拱手之后 就起声告辞 林某人做戏做到底 一路把他送到了大营门口 等耶律卓等人走远 林昭才回头看了一眼 站在自己身后的佩剑 眯了眯眼睛 这次亲自跑来一趟 就是想确认 我到底在不在军中 裴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王爷的意思是 契丹很快就要进宫了 林昭哑然一笑 我现在不仅告诉他 我在这个孤军之中 甚至我儿子也在军中 我想 他是忍不住的 估计就在这两天时间了 林昭回头 看向裴俭 声音低沉 明面上不妨维持不动 暗中严密部署 严防弃丹人袭营 尤其是 尤其是火药库那里 林昭微微低眉 防止军中有奸细 提前点燃火药库 这两天行军 裴叔尼 尽量找适合防守的地方扎营 我们等着弃丹人来 裴俭微微低头 对着林昭开口道 契丹人也不是不懂兵法 如果找这种地方扎营 就太过明显了 末将的意思是 找靠近这种地形的地方扎营 针打起来了 再转移进去 岳王爷点头 那就按裴叔你的意思来 说完这句话 林昭回头看了裴俭一眼 缓缓说道 裴叔 三万对三万 我们不是要守住 我们是 要赢 岳王爷面无表情 你有把握吗 裴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这一次 咱们带出来的 是幽州军之中的精锐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不管面对什么军队 末将 都有把握不输 而想要大胜契丹 就要看幽州这两年 弄出来的那只骑兵 能不能堪用吗 林昭两只手拢在前秀里 漫步在大营之中 缓缓说道 现在表面上看来 天下局势 似乎聚集在关中 但是实际上 最关键的 就是在我们这里 打残了契丹人 我们就可以轻易收拾 已经腐朽的突厥人 到时候 北边就会彻底安定下来 最起码让他们一代人 都打不了仗 到时候 我们便再无后顾之忧了 裴俭夫长道 王爷您还是太过慈悲了 实际上抵御一族 并不是您的事情 而是大洲朝廷的事情 我们占了幽燕 就应该去做这些事 不能把幽燕丢了 更不能埋下祸根 林三郎语气坚定 不然 在将来的史书上 你我是要挨骂千百年的 耶律卓走了之后 幽州军恍若无事一样 继续朝着西北方向推进 到了第三天傍晚 幽州军照常扎营 而在这个时候 幽州军大营里 多了不少生面孔 这些生面孔 虽然都穿着幽州军的服色 但是绣口统统绣着铜钱 正是林昭手下 最王牌的情报机构 铜钱卫 数十个铜钱卫 来回进出率账 将一份份文书 递在了林昭的桌案上 林昭从傍晚一直看到深夜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眉道 赵成 一直跟在林昭身边的赵成 连忙走了进来 对着林昭低头道 王爷吩咐 去把柿子带来 赵成连忙点头 很快就在军营之中 把柿子带回了帅杖之中 柿子殿下刚才在火气营中 现在弄得一身黑灰 见到老爹之后 他便拱着身子 用越州话 小心翼翼地低头道 阿爹您找我 林昭没有理会他 而是看向赵成 开口道 赵成 你带一些人 午夜十分护送柿子离开 返回幽州 送到幽州刺史正牙那里去 听到这句话 赵成看了林昭一眼 然后深深低头 是 属下一定把柿子送回幽州 这一下 林昭还没有继续说话 一旁的柿子林青 便直接站了起来 抬头看向老爹 咬牙道 阿爹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把我送走 岳王爷面无表情 因为要打仗了 你留在这里 会让我心神不宁 况且 用你来吸引契丹人 本来就是行险之觉 你娘要是知道我把你带到关外来 也会埋怨我 不能再让你继续待下去了 岳王爷的语气不容置疑 你立刻跟着你 赵叔叔离开 回到幽州去 老老实实地跟在你老师身边 年仅十岁的柿子 低着头没有说话 不过他双手握拳 很明显是不服气 这位柿子殿下咬了咬牙 阿爹 您说过 要带我看看战场吧 现在要打仗了 您就要把我赶回去 岳王爷微微叹息 起身来到了儿子身边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开口道 我们父子 不能都在这里 林三郎低眉道 这一仗是有风险的 万一出了问题 咱们林家的男人 不能都在这里 打契丹人 当然是有危险的 尤其是无险可守的情况下 正面与契丹人拼杀 哪怕是 对于林昭来说 心里也没有底 不过关中情势紧急 他不得不拼一拼 但是这种冒险 不能带上儿子一起 不然即便他打赢了 回到青州 谢旦然也要埋怨他 没心没肺 林青咬牙道 家里还有弟弟 他才三岁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缓缓说道 听阿爹的话 乖乖回去 你今年才十岁 留在这里毫无用处 等你过了十八岁 不管你想做什么 只要和情理 阿爹都不会阻止你 如何 林青两只眼睛泛红 还想说什么 一旁的赵成 来到林青面前 低着头说道 世子 您就不要让王爷分心了 这种时候 王爷需要尽心思考战策 林青这才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他扑通一声 跪在林昭面前 对着林昭叩手道 阿爹 儿子在幽州等您回来 林昭哑然一笑 伸手把儿子扶了起来 笑着说道 我儿不必如此 这一战虽然有风险 但是风险不大 你爹我基本上 不打无把握的仗 送你离开 是为了万无一失 说着 他摸了摸林青的头 戴然道 一切顺利的话 咱们父子很快 就可以在幽州再见了 林青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然后回头看向赵诚 对着赵诚低头道 赵叔叔 您随便找几个人 送我离开就好了 阿爹这里 还要赵叔叔保护 赵诚犹豫了一下 抬头看向林昭 岳王爷微微摇头 我身边有三万幽州军 不缺人护卫 你不用听这小子的 快去快回 岳王爷拍了拍赵诚的肩膀 笑着说道 让人跟在我身边 始终没有你顺手 赵诚不再犹豫 对着林昭半跪下来 开口道 属下 一定不负王爷厚望 岳王爷弟妹道 佟前卫已经在外面等着你了 他们会给你 引一条没有契丹人的路 一路小心 赵诚万死 也会护卫世子周全 说吧 赵诚带着小世子离开 等两个人离开之后 林昭才让人 把裴俭裴大将军请了过来 裴俭刚进率账 便看向林昭 声音低沉 王爷 契丹人过来了 嗯 林昭点头 按照佟前卫的情报 已经有大股契丹人 在王丈附近集结 距离我们 也就二百里左右了 这一掌 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境地 岳王爷声音沙哑 我已经让人 把林昭送回幽州了 裴俭长松了一口气 对着林昭咧嘴一笑 这样就好 末将心里也能稍微放松一些 不过依末将的意思 王爷您也离开比较好 我们依旧悬怪岳王旗 这些契丹人 多半还是要打过来的 裴俭沉声道 我们幽州军便可以放手一搏 跟这些契丹蛮子 争个高下 我不走 林昭摇头道 只有我每天在军营里巡视 这场仗才确定会打起来 另外 妻儿的衣服也留下来了 裴叔你 今天晚上就从军中 找个个子小一些的 换上他的衣服 闲来无事 也在军中走一走 林昭自小生活条件就很不错 虽然才十岁 但是个子已经不算矮了 找个相对矮小的少年 就能够假扮他 这下 可让裴俭犯了难 他挠了挠头 开口道 王爷 咱们带出来的 都是幽州军精锐 身高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一时半会 还真不好找个仔的 那就从后勤 名夫里找 林昭缓缓说道 做戏要做足 不能留任何破绽 裴俭点头道 知道了王爷 末将一会儿亲自去找一个 与世子身材 类似的少年人 说完这句话 裴俭顿了顿 看向林昭 低声道 王爷 这一仗 末将可能要提前动用火器营 还有您花了血本 弄出来的那只骑兵 估计也要投入正面战场 要是折损了 不碍事 岳王爷心里 虽然万分不舍 但是还是咬牙道 弄他们出来 不就是为了此时此刻 整个幽州军 任由裴书调用 本王只有一个要求 林昭扭头 看向契丹王杖方向 恶狠狠地说道 彻底打残契丹人 哪怕这支幽州军 也打残了 也要把契丹人 打得再也爬不起来 此时 契丹大军 距离林昭的幽州军 只有二百里左右了 按照林昭的情报 这支契丹大军的人数 也就是三万人左右 与幽州军的数量等同 林昭不指望同兵力的情况下 幽州军能在野战中 大胜契丹大军 他只希望幽州军 能够不落下风 哪怕 拼得同归于尽都行 如果以这支幽州军 半残为代价 换取契丹大军半残 林昭是很乐意 做这个交换的 因为契丹只有这么多兵力了 而林某人连幽州军 都没有全部拉出来 他除了幽州军之外 还有青州军 帝州军 苍州军 以及各地的平卢军驻军 哪怕放弃调出关的这三万人 林昭也还有十多万人可以动用 而耶律卓 如果是了这三万大军 将再无任何立足的本钱 到时候 他不仅没有办法与平卢军对拼 甚至会失去与突厥人争斗的资格 以伤换伤 林昭也是干的 二百里的距离不远不近 契丹大多都是清奇的情况下 他们甚至一个昼夜就能赶到 因此 从林昭送走林青之后 幽州军每一次扎营 都在暗中戒备 第三天傍晚 幽州军再一次扎营 在这个时候 林昭已经收到了确切的消息 契丹人已经在他们五十里外扎营 不出意外的话 这些契丹人将会在今夜席营 而在这个时候 林昭的幽州军 明面上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该扎营扎营 该造饭造饭 甚至吃晚饭的时候 岳王殿下 还亲自在大营里转悠了一圈 巡视大营 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 裴俭默默地来到了林昭的率长之中 林昭取出一张附近的地形图 铺在率长的地上 然后他指着契丹人驻兵的方向 沉声道 裴叔 他们已经开始动了 最多两个时辰 他们的先锋营 就能抵达我大营 裴俭看着林昭手指的方向 微微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可惜 这些契丹人 多半也在看着我们这里 不然咱们可以挖住一些防御工事 或者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 买一点炸药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裴叔 他们既然要来西营 那么这火药 能不能就留在营帐之中 等契丹人闯进我们大营了 立刻派人引爆 裴捡大皱眉头 他看向林昭 沉声道 王爷 这样做太冒险了 且不说能杀伤多少契丹人 就算成功了 将士们没了营帐 就没了住处 如果不能一战定乾坤 那么接下来的战斗 咱们没了营帐 就太吃亏了 岳王爷微微低眉 开口道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不用把所有的营帐都埋上火药 只要埋一部分就好了 埋火药 不求能杀伤多少契丹人的性命 更重要的是 错伤他们的锐气 让他们知道畏惧 知道害怕 裴捡不再坚持 沉声道 末将立马就去让火器营的人 安排这件事 林昭点头 这个时候 军中有许多东西要布置 裴叔你先去忙 我这里 帮裴叔解决几个军中的隐患 裴捡当然明白 林昭是要清理幽州军中 已经暴露的奸细们 他对着林昭咧嘴一笑 王爷抓就抓了 可不要弄死他们 等这场仗打完了 末将要亲自炮制他们 说到这里 裴捡冷冷一笑 我要亲自处理这些狼心狗妃的狗崽子 幽州军 最早是裴捡一手组建的 后来赵歇虽然接手了一段时间的幽州军 但是不管怎么说 裴捡仍然是幽州军的创始人 幽州军都尉以上的将官 大部分都是他拉起来的 甚至一些老校尉 也是他亲自提拔的 他亲自带出来的幽州军里出现了奸细 这个老将军自然愤懑难平 事实上 如果不是林昭阻拦 早几天 裴捡便去把这些奸细给活活弄死了 裴叔放心 我有分寸哪 裴捡起身 对着林昭拱手告辞 下去布置具体的房屋去了 而林昭在裴捡离开之后 便对着身边的亲卫 缓缓说道 去 把副都投冯龙 校尉曹光 校尉炎翼 校尉陆存 叫到我帐中来 一个都尉营是一千人 设一个都尉 也就是俗话说的都投 以及两个副都投 能在幽州军中做到副都投 已经是中上层将领了 即便是校尉 这已经是实打实的中层 算是平庐军之中的中坚力量 要知道 整个平庐军中的校尉名字 林昭本人 都是能记得七七八八的 他亲自点名 很快这四个人 就被叫进了林昭的率仗之中 四个人见到林昭之后 不由分说 直接跪在了地上 对着林昭叩手行礼 末将拜见王爷 林昭看着跪在地上的四人 心里大概明白了 这四个人 彼此都不知道各自的存在 不然这个时候 早就应该慌得不行了 林昭最终默默地走到 已经是幽州军富都投的冯龙面前 他面无表情 你先站起来说话 冯龙今年也就三十岁左右 与林昭差不多大 文言 他连忙起身 对着林昭低头道 王爷 你有事吩咐末将 林三郎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声道 没记错的话 冯都投你是从当年 青州团结兵的时候 就跟着我的老人 转眼间 已经跟了我七八年了 王爷好记性 冯龙低着头 陪着笑脸 王爷在青州 组建团结兵的时候 末将就是那一千五百人之一 后来承蒙王爷拔拙 末将辗转 掉入了幽州军中 跟着裴大将军 立了点功劳 林昭点了点头 问道 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冯龙愣了愣 摇头道 回王爷 前几年日子难过 这几年跟着王爷 钱财拿得比以前多了 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没有困难 林昭低没到 没有困难 那为何要背叛岳王府 与契丹人勾勾搭搭呢 听到林昭这句话 冯龙脸色骤变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脸上挤出了一个 有些疑惑的表情 看向林昭 王爷的话 末将没有听明白 末将跟随王爷多年 绝对没有 正是因为你跟我很久 我才会多问你两句 我有些不懂 林昭看向冯龙 问道 契丹人是用了什么代价 才能够收买到你这种贫卤军妇头 冯龙依旧摇头 坚决否认 王爷 您这番话 就是冤枉末将了 无论谁来查 末将都可以证明自身清白 嘴硬逞强也是 没有什么用的 林昭淡淡地看了看冯龙一眼 缓缓说道 没有确切证据 我不会冤枉一个从当年青州团结兵 就跟过来的一个老人 说到这里 林昭淡淡地看了看冯龙 开口道 看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 我给一个痛快 岳王爷从怀里摸出了一把匕首 踏踏右手递给了冯龙 开口道 你自己体面吧 这四个人是林昭的同前卫 在幽州军中查出来的奸细 说是奸细 其实也并不怎么准确 因为他们并不准备反水 只是不知道 拿了契丹人什么好处 给契丹人传了一些消息 比如说 这个副都头冯龙 先后给契丹人去了两封信 告诉了契丹人 林昭父子的确在幽州军军营里的消息 另外三个校尉 也大抵如此 给契丹通了消息 现在 青州或者说平如军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些州人绝对不至于投诚 还在发展时期的契丹 不过契丹人不知道给了他们什么好处 让他们愿意和契丹人互通消息 冯龙看着林昭对过来的匕首 浑身颤抖 他扑通一声 跪在了林昭面前 叩手不止 王 王爷 末将一时鬼迷心窍 末将 绝没有坑害王爷的意思 林昭微微低眉 看了冯龙一眼 淡淡地说道 方才裴大将军还特意交代我 让我留着你们的性命 等他打完了仗再来处理 如果裴大将军来 便不会是我这么温和了 冯龙这些人 都是裴俭带出来的 他们比林昭更了解裴俭的性格 如果裴俭来处理他们 他们想死都不容易 冯龙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林昭深叩手 声音颤抖 王爷 末将家里 还有两个儿子 我私下处理你 这件事便不会声张出去 你的妻儿不会受到牵连 但是 岳王爷面无表情 我会跟你家里人说 你当了逃兵被杀了 没有抚恤金 冯龙声音颤抖 末将 末将的想钱 可以作为抚恤吗 不行 林昭冷冷地看向冯龙 你不是战死 你是逃足 冯龙跪在地上 叩手道 末将可以战死 你配吗 岳王爷面无表情 把你拍上战场 我怕你把刀剑刺向自己人 冯龙脸色灰败 跪在地上 捡起地上的匕首 随即一道鲜血 喷溅在帅杖之中 林昭皱眉 看向另外三个校尉 三个人跪在地上 对着林昭叩手不止 王爷 我等 我等也愿意自枪 只求王爷 莫要朱连妻儿 岳王府 不会行朱连之举 林昭面无表情 冷冷地说道 你们三个非是青州团结兵出来的 等仗打完了 裴大将军自会处理你们 当年的青州团结兵 是林昭自己搞出来的 裴俭是后来才加入 因此 冯龙这种人 林昭会自己处理 但是剩下的这几个校尉 却是幽州军出身 要交给裴俭去处理 这三个人对视了一眼 目光之中都是恐惧之色 绑了 拖下去看压起来 是 几个如狼似虎的岳王 轻卫扑了上来 把这几个人五花大绑 然后压了下去 处理完这几个人之后 天色已经全然黑了下来 岳王爷看了看 自己率仗中的那一滩血迹 又抬头看了看天色 心中也难免有些紧张 这是事关虔诚的一战了 赢了这一战 北边所有的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如果输了 林昭只能狼狈逃回幽州去 接下来所有的事情 都会变得有些难办 当然了 林昭赢的几率很大 因为他本前雄厚 这一支幽州军 只相当于 他两城左右的功力 这一仗不需要大胜 只需要打平 就是他赢了 很快 时间已经临近了午夜 月光被乌云遮住 漆黑如墨 契丹人大多都是清奇 此时已经逼近到了 幽州军大营之外十里处 契丹可汗 耶律卓 一马当先 奔走在最前面 等距离幽州军 还有十里左右 耶律卓勒住马匹 他看向前方的 幽州军大营 对着左右问道 林三的军队 还没有动作吗 一个负责情报的 契丹人上前 摇头道 回大汉 还没有 幽州军大营 全无动静 这个契丹人神情有些激动 他沉生道 大汉 十里左右的距离 咱们冲锋起来 斩查时间就能到 他们已经来不及截阵了 耶律卓目光闪动 他微微低眉 开口道 我听说 岳王府麾下 有一只铜前卫 专门负责情报工作 没道理 我们靠得这么近了 他们还无知无觉 这其中 会不会有诈 大汉 周人本来就不善打仗 一个契丹人笑道 他们贸然出关 孤军深入我契丹境内 已经犯了兵家大忌 现在 这只孤军 已经是砧板上的肥肉 我们的骑兵只要冲过去 就可以把周人的 那个草包王爷捉起来 然后让他替我们 扣开大周门户 顺利占据幽烟 见耶律卓仍然有些犹疑 这个契丹人沉生道 大汉 我们大军都已经开到这里了 即便就此回转 那个周人的岳王也会知道 我们今夜来过 照样会跟咱们翻脸 大汉 难道还想受制于此人吗 听到这句话 耶律卓目光一宁 他回头看了一眼 自己身后的契丹大军 然后狠狠挥手 兄弟们点火结阵 冲过去 原先为了隐蔽 一路上契丹人都是摸黑赶路 但是现在 这些契丹人愤愤点起火把 近三万人 点起了近万根火把 在漆黑的夜空里 组成了一只火焰长龙 显得极为壮观 耶律卓声如雷震 记着 无论如何 一定要捉住岳王昭 如果捉不住他 就地阁杀 绝不能让他逃回关中 他如果逃回去了 咱们契丹便再无活路了 耶律卓也清楚 林昭手下 不止幽州军这么一个底牌 一旦林昭成功逃回去 契丹必然被突厥 与岳王府两面加攻 到时候 这个新兴的部落 将会被暗死在萌芽之中 再无兴盛的可能性 一众契丹人 高声英事 整整万余契丹青旗 腰间跨着弯刀长弓 背上背着剑囊 朝幽州军大营冲去 而在这个时候 幽州军大营那边 也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裴俭站在林昭旁边 低声道 王爷 契丹人距离我们 只剩下七八里了 林昭点了点头 开口道 不急 先让他们推进 等契丹人靠近我们无里左右 再让将士们撤出大营 扬装后撤 把大营让给他们 裴俭点了点头 丁眉道 末将这就去准备 记着 不能乱 岳王爷声音沙哑 按照我们前几天定下来的张承办 凡是幽州军 左臂系上一条红布 免得在乱军之中 错杀了自己人 裴俭点头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王爷 要不要先往后撤一撤 此时的林昭 也已经换上了甲咒 甲咒之中的岳王爷 微微摇头 开口道 我就在中军 等着这些契丹贼 夜色如墨 漆黑的夜色中 一根根火把 如同一条巨蛇一般 扑向幽州军大营 一直到这条巨蛇 距离幽州军大营 只剩五里左右的时候 幽州军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 随着幽州军将官的一声声呼吓 幽州军将士 甚至来不及收拾营帐 便仓皇出逃 离开了大营 契丹人的骑兵速度很快 五里路的距离 只斩查时间便赶到了 这些契丹骑兵 见到仓皇出逃的幽州军将士 都是放声大笑 耶律卓旁边的一个契丹将领 对着耶律卓大声笑道 大汉 这些周人阵形全乱了 我们现在冲杀过去 他们立刻就要大败亏输 而原本一直冲在最前面的耶律卓 却隐隐感觉到了不对劲 因为 太简单了 在他看来 这位周人的岳王 绝对是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甚至比先前的范阳节度使康东平 都要难缠不知道多少倍 如今 这位岳王亲自带兵出关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松地 被他破了大营 想到这里 耶律卓乐庭马匹 看向前方已经慌乱到 不成阵形的幽州军 微微皱眉 他回头看向身边的一个大汉 沉声道 耶律卓 由你带人冲进去 本汉在中军坐镇 从前契丹人打仗 耶律卓都是冲在最前面的 因此 每一次最大的功劳 这都被耶律卓这个可汗亲自吃下 如今他肯让出这份功劳 耶律卓顿时大喜 拍着胸脯道 大哥放心 弟弟一定给你把那个岳王给你抓来 耶律卓是耶律卓的堂弟 也是耶律卓这一代人当中 比较出彩的将领 以汉勇著称 他叫嚷了一声之后 立刻领着数千先锋 冲进了幽州军的营帐 追杀那些仓皇出逃的幽州军将士 最开始 效果很好 这些幽州军将士仓皇出逃 根本不成阵形 被契丹人接连射杀了几十个人 耶律卓兴奋地唬吼一声 弟兄们 把这些州人给我杀干净 这些契丹人 顿时嗷嗷叫冲向了逃跑的幽州军 然后 至少两千个契丹人 冲进了幽州军的营帐 此时 一直在高处观望的裴俭 冷冷挥手 站在裴俭旁边的一个号手 立刻点燃了一个响剑 响剑飞上半空 在天上炸开 爆出点点星火 这时火器鼠生产 用来释放信号的响剑 已经有了一些烟花的雏形 这声响剑之后 一直潜伏在影响力的零星幽州军将士 毫不犹豫地点燃了 事先买好的影线 点燃影线之后 这些幽州军立刻跑开 然后扶卧在地上 用手抱着头 各个营帐之中 多多少少都藏了一些火药 少则数十斤 多则两三百斤 这些火药被影线点燃之后 直接爆炸开来 火药直接爆炸 远没有火气那样大的威力 但是这种程度的火气 已经足够让毫无准备的契丹人 仁仰马翻了 在火药爆开的一瞬间 裴大将军站了起来 狠狠挥手 骑兵营冲杀过去 随着他一声令下 原先狼狈不堪的幽州军 已经基本上重新组织好了阵型 两三千幽州军骑兵愤愤上马 与正常持枪持弩 或者手拿长枪的骑兵不同 这些幽州军骑兵 手里拿着的是两个陶罐 这些陶罐被他们拿在手里 在马匹上点燃 然后他们冲进了敌人的阵型之中 将陶罐扔进了敌人的阵型里 幽州军的马 平时也有火药训练 基本上已经适应了火药的巨响和闪光 而且这个时候 这些幽州的骑兵 已经提前用黑布蒙上的马的眼睛 因此 幽州军的马匹 基本上不受火药影响 但是契丹就不一样了 契丹人虽然在攻打幽州的时候 见识过火药的厉害 但是他们并没有在野战里 应对过幽州军带着火药罐的骑兵 再加上先前因为营帐爆炸 他们的阵型本就散乱 被幽州骑兵这么一炸 阵型立刻就乱了 陪检腰间长剑出鞘 声如雷震 兄弟们 建功立业地收到了 他怒声咆哮 幽州军天下无敌 幽州军是这位老将军 一手建立起来的 此时由他的嗓子喊出这句话 就显得格外苍凉雄壮 所有幽州军将士 腰间长刀出鞘 幽州军天下无敌 这一刻 没有任何战法 也不存在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区别 幽州军上下 从部族到齐族 从如同将士到火器营 统统拔刀在手 杀过去 陪检怒吼一声 所有幽州军将士 开始齐齐推进 这个时候 契丹人的先锋骑兵 已经阵脚大乱 进入幽州军大营的两三千骑兵 包括契丹克汗耶律卓的弟弟耶律卒 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被幽州军将士吞没 而在契丹军中军指挥的耶律卓 脊背上已经冷汗层层 他看着分明已经早有准备 甚至是守株带兔的幽州军 心里早已经明白过来 自己 还是被那个看起来 人畜无害的岳王给坑了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 已经没有退路了 耶律卓拔出腰间的弯刀 声音低沉 弟兄们 州人来送死了 身为契丹人 他当然不能长幽州军的威风 而且 即便是现在 耶律卓也相信 自己的契丹大军 不会在正面战场上 输给孱弱的州人 给老子平列州军 听到耶律卓这么一声呼喝 契丹人也都两眼发红 拔刀朝着幽州军扑杀了过去 相比较来说 阵型战优的幽州军 无疑是占据先手优势的 但是 受到阵型影响的契丹人 最多也就是头部的四五千人而已 而其他两万多契丹人 并没有被营中的火药埋伏给影响到 所以 这场战事到最后 还是薄力 两军相遇 力强折胜 漆黑的夜色中 两股军队 开始正式碰撞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契丹人就吃了个不大不小的亏 在战事的最开始 契丹人被幽州军逼得节节败退 而契丹人的勇武 也不是吹嘘出来的 等到这些契丹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已经在正面挡住了幽州军的进攻 裴俭亲自坐镇前军 指挥幽州军的一举一动 每一个校尉营 轮流冲在最前面 一般也就半个时辰到一个时辰 就会换下来 换到后方休整 其中火器营的火冲兵 被裴俭穿插使用 这些火冲兵会对契丹人造成一些出气不意的伤害 可即便如此 这些契丹人依旧与幽州军打了个有来有回 而在这个时候 岳王也已经不满足于在中军等待战果 他亲自来到前线 看着正在前线拼杀的幽州军将士 深呼吸了一口气 天下局势 有大半都在这一战之中了 仗打到这个地步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操作的空间了 林昭已经尽量给幽州军 争取到了先手的机会 在双方短兵相接近战厮杀的时候 先前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没有了用处 战场上只剩下了一个沙子 不过三万幽州军六七成都是不足 而契丹大军却大部分都是骑兵 双方近战厮杀 骑兵没有办法进行冲锋 在这种情况下 骑兵的作用便大大减小了 而且 幽州军还有火药 经过这么多年时间的发展 青州的火药存量已经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火器的数量也有不少存货 除了火器营的人基本上都有火冲之外 普通将士有时候也会带一两个陶罐在身上 打着打着就往敌人人堆里扔 如果只是陶罐的应用 在战场上并不足以改变局势 要命的是 幽州军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应对陶罐 扔出陶罐之后 他们会侧身回避陶骗 如果有人把陶罐扔到了自身附近 他们也会迅速趴附在地上 规避伤害 而相比较来说 这些契丹人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应对火器的经验 即便有 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纪律性 可是 这些契丹人的确汉有 毕竟是能在草原上追着突厥人 锤的种族 在种种情况都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 这些契丹人仍然可以正面抵抗幽州军的进攻 甚至有时候还能在局部占据一些上风 林昭从中军来到了前军 在前军之中找到了正在观战的裴检 此时这位裴大将军目光死死地盯着战场 两只眼睛都有些发红 他是手痒了 裴检乃是这儿八经的百人敌 年轻的时候以一敌百 绝对不是什么空话 然而他现在已经年过六十 实在是年纪大了 林昭已经明令禁止他再一次冲阵 越王爷两只守备在身后 看着前线的战场 忍不住轻生感慨 这些契丹人 真是能打 这种强度的进攻 如果是长安禁军 估计已经开始溃逃了 裴检也收回目光 看向林昭 陈生道 王爷 咱们的人是轮流上去的 现在大部分都尉营都还保留战斗力 而契丹人是一股脑涌上来 前赴后继 前面的人退不回去 后面的人冲不上来 这样打下去 他们会越来越吃亏的 裴检毕竟是战场上的名将 几乎一句话就说出了战场上具体的形式 契丹军是一股脑涌上来之后 被幽州军逼回去的 根本没有时间节阵 因此现在 双方虽然在战场上军事 但是幽州军可以轮替上阵 整体都还保留战斗力 而这支契丹军 已经有小半失去战斗力了 再打下去 幽州军会越来越占便宜 只可惜 火炮太过笨重 没有办法弄来 林昭看向眼前的契丹大军 眯了眯眼睛 要是能弄十几门火炮来 只要两轮骑射 这些契丹人的阵型 立刻就会大乱 青州火气鼠的火炮 已经能够正式列装军队了 不过那些火炮 还是太过沉重 尤其是不太适合带到关外来 不然这个时候 往契丹人那里打上几炮 即便打不死太多人 也能让他们肝胆剧烈 裴俭用望远镜观望了一番战局之后 回头看向林昭 开口道 王爷 战局僵持住了 您要不然先回中军休息 他缓缓说道 依末将来看 这场仗没有两三天打不完 林昭摇了摇头 用不了两三天 契丹人伤亡大概多少了 裴俭低头想了想 开口道 包括重伤失去战力的 应该有大几千人了 最开始 林昭在自家营杖之中射服 炸伤了一大批契丹先锋 就连耶律卓的弟弟耶律醋 也被从马上炸了下来 因为这个原因 在战争刚打起来的时候 契丹人伤亡很多 到现在 双方交兵只有一个多时辰 契丹人的伤亡 就已经有好几千了 不过随着这些契丹人站稳脚跟 他们的伤亡速度 已经慢慢慢了下来 而幽州军这边的压力 也在缓缓增加 古耶律卓家底太少 岳王爷低眉道 他顶不住的 契丹部的战力加在一起 也只有五万人 现在有两万人 在跟突厥人纠缠 他手下的战斗力 只剩下三万人了 这还不算之前 他攻取幽州之时伤亡的人数 因为就那么点家底 所以忽丹卓每一仗 都要小心翼翼 别的不说 他手下这三万人 只要折损一半以上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契丹人都没有办法 再继续扩张下去了 没办法扩张 就没有办法抢掠粮食 土地 财富以及人口 族群更加不可能壮大 一旦契丹人 陷入恶性循环当中 再加上林某人虎视眈眈 这个新兴的民族 可能用不了几年 就会消亡在历史长河之中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看向裴俭 沉声道 裴将军 要死死地盯住 这些契丹人的动向 一旦他们后撤 要立刻追上去 肯也要狠狠肯下一块肉下来 裴俭本来正在观望前线战场 文言立刻回头 看向林昭 皱眉道 王爷的意思是 这些契丹人可能会跑 多半会跑 林昭面色平静 耶律卓不是莽夫 他不会把契丹人的命运 统统压在这里 可是 裴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可是 这些契丹人打得更凶了 大有反攻的态势 打得凶 才能吓得到人 岳王爷沉声道 把我们的骑兵派出去吧 就坠在契丹人身后 一旦契丹人有后撤的态势 立刻跟上去 咬住契丹人的尾巴 岳王爷声音沙哑 这三万契丹人 这一次 至少要给老子死上一半 不然 我们便是吃亏了 这个时候 战局还没有明朗 贸然派人呈追击之事 其实是很冒险的 就连裴俭 也有一些犹豫 因为在此之前 林昭基本上不参与具体的指挥 只是制定大方向 以及给出战略层面的意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林昭第一次 直接下达作战指令 而且这个作战指令 带着几分冒险 只犹豫了几个呼吸的功夫 出于对林昭的绝对信任 裴俭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传我将令 骑兵营立刻出列 跟在契丹人两侧 随时准备冲上去 啃住契丹人的尾巴 裴俭的将令 很快传了下去 很快 幽州军两侧 各有两三千骑兵 缓缓朝着契丹人的两侧包去 而这时候 正在契丹中军指挥的耶律卓 也收到了这个情报 这位契丹首领 坐在马上 看向幽州军林昭的方向 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耶律卓最吃亏的地方 就是家底 没有林昭雄厚 不需要多 假如他的契丹部 有十万大军 此时就可以尽情与林昭拼杀到底 哪怕这三万大军统统打空 他也可以尽受得住 但是很可惜 契丹部至今也不过二十万户 契丹每户的人口 还不算太多 加在一起 也没有过百万人 一百万人口 青壮年撑死了 也就十几二十万人 并且 这十几万青壮 是契丹诸部的 非是耶律卓一部 他能够拉起来五万军队 已经是奇迹之中的奇迹 而林昭则不一样 现在只一个青州 就已经超过了十万户 再加一个幽州 两个州的人口 就已经追赶上了契丹的总人口 而林昭除了青州与幽州之外 还有二十个州郡 他底蕴太充足了 所以 林昭可以在战前说出那句 哪怕打空了这支幽州军 也要打残契丹人的狠话 这种狠话 林昭可以说 但是耶律卓不能说 他输不起 双方的敖战还在继续 幽州军与契丹人 从紫叶时分 一直打到了天亮 此时 地上的尸体 已经不计其数 幽州军所有的都尉营 都已经上了一轮 陪检开始指挥新一轮的轮换 而契丹人 大半已经筋疲力竭了 契丹首领耶律卓 坐在自己的座器上 看着仍旧缓缓推进的幽州军 目光之中 生出了一股恐惧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撤 留一股人殿后 其他人退回王杖 契丹人打仗汉勇 而且狠听命令 收到了耶律卓的命令以后 立刻有一小部分 大约两三千契丹人留了下来 作为殿后的军队 而其他契丹人 则是飞快上马 向北退去 这个时候 已经提前安排好的幽州骑兵 就派上了用场 两翼的幽州骑兵 立刻跟在后车的契丹人身后 死死地咬住契丹人 拖住了契丹人后退的步伐 这些幽州骑兵是这两年时间 林昭花了大精力培养出来的 为了培养这支骑兵 林昭用灵式商号 以及大通商号 用各种渠道采买并且训练优质战马 有了战马之后 还要有人训练骑兵 而幽州负责训练骑射的教官 是林昭花钱从草原上请来的契丹人 跟突厥人 契丹人与突厥人 并没有特别重的家国情怀 在林昭花钱聘用的情况下 他们很乐意把自己的骑射功夫 倾囊相授 甚至在林昭花的帮助下 幽州骑兵里大约有100多个人契丹人 这些契丹人已经完全倒向了幽州军 成为了幽州军里的一份子 因此 这支幽州骑兵的骑射功夫 比起草原上的民族 即便还有差距 但是已经差距不是特别大了 最起码 贤尾跟上逃跑的契丹军队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毕竟这些契丹人为了后撤 并不敢回头迎战 只能一直被动挨打 不过 幽州军的机动性问题 还是暴露出来了 这一次 林昭带出来的骑兵 大概有6000左右 可除了这6000骑兵以外 幽州军再没有任何追击敌人的手段 在清理完契丹人留下来殿后的人员之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契丹主力逃窜 很快 林昭下令军队原地休整 此时 因为轮换上阵的原因 幽州军上下所有人 基本上都直面过契丹人 这些将士 一直处在神经紧绷的状态 听到了林昭下令休息之后 有些过于紧张的人 甚至直接瘫倒在地上 手脚都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 林昭与裴俭站在一起 在军中上下巡视 裴俭跟在林昭身后 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这些契丹人 的确凶悍得有些过分了 如果他们有和我们打到底的勇气 咱们 莫耸秦玄达任 遂及草检玄会粘层 因连戒 可废雕匹 奔汉耿辖去子火刃 月挫之音欧半增莫散 裴俭看向林昭 迪梅道 咱们未必能赢 林昭心里也有些感慨 如果这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与另一个世界一样的话 那么这些契丹人 正处于将要兴旺的时候 他们的打仗勇猛 能争善战 还有一个英明睿智的首领 如果没有他林昭 这个时候 契丹人说不定已经占据了 大洲的幽烟 开始疯狂爆兵了 可是 这个世界有林昭 毕竟与另一个世界不一样了 虽然打起来有些吃力 但是现在的林某人 有足够的能力 将契丹人按在他们的强宝中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 林昭甚至可以直接把这个部族 直接按死 说到底 契丹的根基太高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在这个时候 耶律卓咬牙 跟我们打到底 即便他们赢了 契丹的有生力量 也几乎荡然无存 他们这场仗打赢 但是契丹部却要消失了 耶律卓只能跑 林昭微微低眉 开口道 这一仗打过之后 这些契丹人 再没有能力与我们抗衡 甚至没有能力与突厥人 再打下去 他们想要恢复元气 少说需要一代人 而我不会给他们 一代人的时间 来让他们缓过气来 说完这句话 林昭扭头看向裴检 开口道 咱们大概的伤亡数字 要尽快统计出来 我心里要有个底 估计在一万人左右 与契丹人的伤亡 差不太多 裴检叹了口气 开口道 这些契丹人 回击的时候太凶猛 我们很多将士 被这些汉不畏死的契丹人 给吓到了 老实说 裴检苦笑道 应对这些异族 还是俱成 而手比较好 真正野战 太难了 这场仗 优州军可以说赢了 但是也可以说没有赢 毕竟在设计 埋伏了契丹人一波 占据了先手的情况下 到最后 伤亡与契丹人大差不差 就说明在野战能力 以及贴身肉搏能力上 优州军 还是要略寻一筹的 当然了 优州军大部分都是不足 应对几乎全员轻奇的契丹人 能够打到一比一的战损 已经很不容易了 况且 现在幽州的骑兵 还在追击契丹人之中 估摸着 也能狠狠啃下契丹一块肉 打掉几千个契丹人 如果这样来算的话 这一次幽州军 无疑是大胜的 临朝低眉 叹了口气 能聚成而守 当然要聚成而守 问题是 我们如果在城里 这些契丹人 是绝对不会再和我们打了 这一仗 咱们不算吃亏 岳王爷缓缓说道 我们最多算是缺胳膊断腿 契丹人是实实在在的残了 往后用不着我们动手 估计他们 应付突厥人都很难 裴俭摇头 末将以为不然 这位大将军看向临朝 沉声道 契丹人这些年风头很盛 不少人说 契丹人过万不可敌 而突厥存在时间太久 已经腐朽了 契丹人最多老是几年 几年时间也够了 临朝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几年时间 足够我们从关中那边缓过手来 到时候契丹人路头一次 我们就打他们一次 相比较于契丹这些 关外难缠的对手来说 不管是长安禁军 还是其他节度史的军队 都好应付得多 一旦关中生变 临朝有信心在三年之内 彻底解决中原的动荡 裴俭跟在临朝身后 问道 王爷 那眼下的战士 应该如何收尾 岳王爷面无表情 缓缓说道 先安扎营帐 救治伤员 具体下一步如何 我们且看一看契丹人如何反应吧 天色亮起来之后 临朝与裴俭才 真正看到了战场上的惨状 到处都是尸体 不管是幽州军 还是契丹人的尸体 都堆叠在一处 无分彼此 除了尸体之外 更多的是伤员 人的生命力 还是很顽强的 哪怕是是被戾气砍伤 浑身都是鲜血 也不见得立刻就死 因此 相对于尸体来说 更多的是伤员 幽州军重新安扎营帐 然后在裴俭等人的组织下 开始救治伤员 此时 幽州军的伤亡在一起 大概一万人左右 不过这一万人并不是全死了 只要救治得当 后续应该能救回来几千个 当然了 缺胳膊断腿 是难免的事情 至于契丹人的伤员 就没有人去搭理他们了 轻伤还好 被幽州军当作俘虏捉起来 而重伤的契丹人 要么靠自己的生命力挺过去 要么就只能等死 幽州军数千伤员 没有多余的精力 去救治这些契丹人 就在幽州军重新安扎银杖之后 林昭已经派遣同前卫 向后方传递消息 这几年时间里 林昭的林氏商号与契丹护士 林氏商号在契丹也有一些产业 此时正可以调集药材 以及医疗物资过来 银杖扎好之后的第二天 前去追杀契丹人的幽州骑兵 陆续返回 但是这些幽州骑兵的战果 并没有让林昭感到满意 一整天的追杀 这些骑兵 最终只留下了两千左右的契丹人 更过分的是 留下这两千多人 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追击出去的幽州骑兵 还有三四百人的折损 让林昭大为光火 狠狠地痛骂了几个骑兵营的都尉 被林昭骂了一顿之后 这些都尉也没有脾气 都小心翼翼地垂手 站在林昭面前 面带羞愧之色 其中一个资格老一些 从青州团结兵时期 就跟着林昭的都尉 站了出来 他看了林昭一眼 低头道 王爷 这些契丹人 骑术实在是太精 而且 他们骑射的本事 也比我们好一些 再加上追出去远了 这些契丹人 知道我们后续的兄弟跟不上 便会停下来 回头与我们交手 末将们越追越占不到便宜 只能 林昭闷哼了一声 冷声道 冲阵的时候 没让你们骑兵冲 短兵相接硬碰硬的时候 你们这六个骑兵营 也在侧翼看着 直到兄弟们正面扛下了契丹人 契丹人狼狈后撤的时候 才让你们出来 幽州军包括平卢军的配置 都是一千人为一个都尉营 六千个幽州骑兵 就是六个都尉营 你们这六个骑兵都尉 自己去军中问一问 哪一个部族的都尉 没有骂娘 他们说本王偏心 给你们摘果子 结果呢 岳王爷骂了好几句 最后冷冷地看着这几个都尉 怒声道 给你们摘果子 你们也摘不到 几个都尉再一次低头 面带羞愧之色 陈大年 赵路 蒋成 朱桂 吴平生 侯勇 林昭把这六个骑兵都尉的名字 一一念了出来 六个都尉额头带汗 半跪在林昭面前 恭敬叩首 末将在 林昭冷然道 给了你们机会 你们不中用 那骑兵也就没有那么金贵了 这一仗 是步兵兄弟们打下来的 眼下他们 还在收拾战场 他们累了 六个都尉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林昭深深低头 末将惭愧 愧对王爷信任 末将等这就去替下步兵兄弟们 让他们好生休息 月王爷面无表情 去吧 你们六个 去给本王亲自去抬尸体 既然功劳捞不到 就给你们一些苦劳干干 这六个人 两个是青州军出身 四个是幽州军出身 都对林昭很是服帖 文言恭敬低头 沉生道 末将遵命 说完 六个人便要离开帅长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黑着脸的裴剑 缓缓走到这六个人面前 六个骑兵都尉 腿肚子都抖了抖 林昭平日里带人 都是温文尔雅的 很少像今天这样骂人 但是裴剑不一样 他们这六个人 都是裴剑带出来的 比谁都清楚 裴团的大脾气 六个人停下脚步 同时咽了口口水 丢人现眼 裴剑冷冷地看了这几个人一眼 冷声道 王爷亲自在中军坐镇 对你们报以厚望 你们就打成这个样子 幽州军的脸 都被你们丢尽了 你们这些骑兵营 还舔着脸多拿五成的想 裴剑对着这六个人破口大骂 骂完之后 裴剑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王爷让你们几个崽子去抬尸体 都聋了 他恶狠狠地说道 等你们干完活 老子再收拾你们 六个骑兵都尉 这才狼狈地离开了帅杖 离开帅杖之后 被骂得狗血喷头的他们 自然又是对着属下一阵痛骂 然后 这六个骑兵都尉 都各自卸甲 带着骑兵 接替了部族 去清理战场去了 裴剑站在林昭身后 微微低头 王爷 骑射这方面 咱们的确欠缺不少 契丹人突厥人 都是在马背上长大 其中差距 不是两年时间可以弥补回来的 我明白 林昭摇了摇头 叹息道 只是契丹人匆忙撤退 我原本以为幽州的骑兵 能够在契丹人的大腿上 啃下一大块肉 结果只啃下了一小块 比我先前预想的 要差上不少 说到这里 岳王爷顿了顿 开口道 幽州的骑兵 还得继续练 他回头看向裴剑 开口道 军中应该有不少契丹俘虏 莫要把他们全放了 花点心思收响一批人 把他们编入幽州军骑兵营 裴剑点头 末将明白 说要这句话 林昭伸了的懒腰 打了的大大的哈欠 一天一夜没睡 我有些顶不住了 我先去睡一会儿 裴叔有什么事情 就让人来喊我 裴剑笑了笑 王爷放心 末将知道 林昭突然想起了什么 开口道 哦对了 如果是契丹人要见我 让他们等着 什么时候等我睡醒了 再考虑要不要见他们 裴剑再一次点头 林昭这才回到了 自己的帅杖之中 铺好床铺坐下 林昭离开之后 已经年过六十的裴大将军 默默地脱下身上的甲咒 来到了战场上 不由分说 扛起两具幽州军将士的尸体 开始帮着这些骑兵营将士 清理战场 几个正在干活的骑兵都尉 见状都围了上来 看着裴剑 裴头 你这是做什么 一个骑兵都尉 拿着裴剑的手 开口道 裴头 这是我们的活 您都六十多了 裴剑冷冷地看了 这几个骑兵都尉一眼 你们是幽州的骑兵 老子是幽州将军 狗日的 难道老子就没有错 他怒视了这几个都尉一眼 骂道 都给老子滚开 再来反老子 老子直接军帐伺候了 几个骑兵都尉文言 互相对视了一眼 不敢拦着裴剑 但是彼此的脸上 已经满是羞愧之色 裴剑此举 比打他们的脸 更让他们难以接受 骑兵都尉陈大年 看着裴剑远去的背影 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 右脸与右手 同时肿起来 妈的 他骂了一声 不知道是在骂自己的下属 还是在骂自己 这位陈都尉 打了自己一巴掌之后 眼睛直接红了 他用袖子擦了擦眼泪 转身直接扛起了一具尸体 大步远去 一时间 几个骑兵都尉 都憋屈到了极点 闷着头一言不发地干活去了 一天一夜没有合眼 林昭已经非常疲惫 他在帅杖之中倒头睡去 等到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他走出帅杖 帅杖门口 一个岳王府的亲卫 恭敬低头 王爷 契丹人的使者 在外面等了您一下午了 林昭点了点头 知道了 让他等着 岳王爷打了个哈欠 开口道 军中的伤亡数字 统计出来了没有 这个亲卫两只手 捧着一份文书 递到林昭手里 然后低眉道 回王爷 这是裴大将军下午让人送来的 林昭伸手接过 简单扫了一眼 幽州军阵亡五千余人 重伤三千有余 轻伤也有四五千 重伤 就代表失去战斗力 即便治好了 也很难再参加战斗 也就是说 这一次幽州军的伤亡 在八九千人 而契丹人的战死的数目 也就是六七千 重伤轻伤加在一起 有五千余人 另外还有两千多人 做了幽州军的俘虏 就数据上来看 幽州军只是略微占了一些便宜 但是实际上 在局势上 幽州军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这一战之后 汉人的军队 有了在正面战场上 也战胜过契丹人的记录 更重要的是 契丹人的有生力量 被林昭直接打掉了一万五千人 现在契丹人有两万人左右 在与突厥人冲突 耶律卓身边的三万兵力 又折损一半 契丹人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打残 但是却是实打实地 被打到了半残 见林昭看完这份文书之后 这个亲卫又跟林昭说了说 上午裴俭亲自去搬了一上午尸体的事情 这位裴大将军 亲自在战场上扛了一上午的尸体 不过因为年纪大了 到了下午的时候 才终于坚持不住 被人扶回营帐里休息 六个骑兵都尉 被裴俭的这个举动 扫得满脸通红 听到这件事 林昭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 裴俭是现在平庐军中的定海神针 短时间内 平庐军中还没有发现 能够替代裴俭的人出现 因此 林昭对于裴俭的身体还是很重视的 毕竟这位老将军已经六十多岁了 如果他出什么问题 林昭是很难接受了 胡闹 岳王爷微微皱眉 裴将军多大年纪了 你们就没有劝一劝 王爷您不在 哪里能劝得住他 林昭也清楚裴俭的脾气 文言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们应当叫醒我的 说完这句话 他便去裴俭的营帐探望 不过这个时候 疲累的裴俭已经睡下 林昭就没有去打扰他 来到战场上一看 六个骑兵都尉 带着骑兵营的副都头 以及校尉们 仍旧在清理战场 这些骑兵都尉 也一天一夜没有合眼了 这会儿累得脸色发白 但是没有一个人停下动作 好了 林昭迈步上前 瞥了这几个人一眼 沉生道 都滚回去睡觉 让你们干活 又没让你们去死 六个都尉 骑刷刷跪在地上 对着林昭扣手 末将无能 去吧 岳王爷缓缓说道 支持而厚勇 本王希望你们 下一次能够比这一次强一些 是 六个都尉 这才带着各自的下属 回到各自的营杖之中休息 处理完这些军务之后 林昭依旧没有见 那个所谓的契丹使者 又亮了他一个晚上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 这位契丹使者 才在帅杖之中 见到林昭 见到林昭之后 这个看起来年纪并不大的契丹使者 对着林昭深深低头 契丹罗松 拜见岳王殿下 林昭瞥了一眼 这个名叫罗松的契丹人 淡淡地说道 你的汉话 还不如你们家的克汗耶律卓 怎么 他不敢来见我了 岳王爷眯了眯眼睛 他怕我杀了他 是不是 古罗松对着林昭低头道 岳王殿下 我家克汗 想要跟您握手言和 你们契丹人 背信弃义 无故偷袭本王的营杖 已经失去了 与本王握手言和的可能 这一次 林昭的态度很是强硬 你回去告诉胡彦卓 我依旧给他两条路 要么归降 要么去死 长安城 太极宫 刚刚从成都府赶回长安的李旭 坐在了天子对面 深深低头 陛下 衡阳王府的事情 臣已经妥善解决了 贱难节度十里赫 不日将到达长安 亲自向陛下请罪 天子看向李旭 府长感慨 皇叔真是能干 这些麻烦的事情 这么利落就处理干净了 红道天子微笑道 依皇兄看来 这位衡阳王 应当如何处理 该杀便杀 这一次 李旭没有再给中宗皇帝的后人兜底 他面色平静 开口道 此等反贼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不杀不足以惊人心 天子微笑道 那朕这就让三法四结案 交给皇叔奸斩 衡阳王李毕一家 皇叔以为如何 李旭脸色发白 但还是咬牙点头 陛下有命 臣不敢不从 朕与皇叔开玩笑的 皇帝摇了摇头 微笑道 这种事情 交给谁去做 也不能交给皇叔去做 不然就是献皇叔于不义 李旭松了一口气 对着天子恭敬低头 臣 多谢陛下厚德 咱们一家人 应当做的 天子看向李旭 淡淡地说道 皇叔不在长安的这段时间 天下发生了两件大事 朕说给皇叔听一听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恭声道 臣功临圣誉 新任北庭杰度使 胡言准 一个多月前 秘密约见了康东平 北庭杰度使 在大洲的最西面 与曾经的安息都护府相连 只是此时安息都护府已经不存 北庭杰度使 就是大洲最西边的疆域了 这不奇怪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北庭杰度使 这几代人都是胡将 本身就清静胡人 泛阳之乱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动过 现在与康东平接触 也很正常 天子含笑点头 朕也觉得平常 一个北庭杰度使 也翻不出太大的浪花 而第二个消息 皇帝看向李旭 缓缓说道 岳王昭 在大半个月前 从银州北上出关 现在已经进去契丹境内了 听到这个消息 李旭顿时一愣 他去契丹做什么 根据平庐杰度使府 送到长安的文书 平庐军这一次北上 是要为了大洲扫灭隐患 听到皇帝这句话 李旭低头 缓缓说道 林昭这个人臣很了解 他是能不吃亏 就不吃亏的性子 游州军城防坚固 他不惧城而守 为什么要北上进入契丹境内行险 朕也不知道 皇帝摇了摇头 现在 只等着平庐军那边 传回来的消息了 天子看向李旭 缓缓问道 皇叔 若岳王昭真能平灭北方诸贼 朝廷当如何奖赏 李旭苦笑了一声 摇头道 陛下 若平庐军真能如此 那他也就不需要什么朝廷的封赏了 林昭如果能够荡平契丹 以及突厥 那么就说明 平庐军的实力 真之无愧的天下第一 即便是把长安禁军 与朔方郡等等这些军队绑在一起 也未必是平庐军的对手 那个时候 他自然不再需要朝廷的什么封赏 天子微微叹了口气 开口道 岳王这个人 与旁人大不一样 哪怕是康东平 势力发展到一定的境地 也就到了尽头 而他的平庐军 似乎可以无止境的强盛下去 任何事物的发展 都会受到生产力的限制 尤其是人口 军队这些 没有生产力 就养不活足够的人口 没有人口 就没有轻壮 如果不顾强客官规律型征兵 那么整个军队必然不会存在太久 即便不被敌人打散 也会自行崩溃 但是平庐军 似乎跳出了这个限制 林某人当年 是靠1500个团结兵起家 但是受封青州总管 以至于后来的平庐节度史之后 平庐军便一日强胜过一日 三四年前 林昭参与平叛的时候 平庐军的战力 与朔方郡 以及范阳军这些边军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三年之后的今天 平庐军已经不逊色 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军队 甚至于能够跟弃丹人搏杀 他手底下 有二十多个州军 宋王爷微微低眉 开口道 便是现在宣布建国称帝 也不能算是一个小国家了 历史上 并不是全都是大洲这种大一统的王朝 王朝更迭 分分合合不计其数 碰到诸国并利的时期 林某人现在实际控制的区域 已经可以算是一个中大型的国家了 天子低头 把玩了一番手上的一键玉器 然后缓缓说道 皇叔 朝廷现在 能够腾挪的余地越来越小了 依你看 现在朕应当如何做 这种话 就是天子问政 一般 天子只会问政于宰相 很少会问李续这种藩王 李续苦笑了一声 无奈道 陛下 臣若有办法 定然已经主动去做了 现在的朝廷 对于平庐军 无有任何办法 他缓缓说道 如果是从前 禁军还可以与朔方军配合 对平庐军取得优势 现在 宋王爷微微低头 缓缓说道 现在 即便朔方军愿意全力配合朝廷 禁军与朔方军联手 朝廷也不可能打得 迎手式的平庐军 毕竟 火药火气这种东西 用来守城 实在是 实在是太过厉害了 天子坐在地座上 皱眉思索许久 最终 他看向李续 开口道 王叔 朕是知道火药方子的 李续猛地抬头 看向天子 天子面色平静 继续说道 三年前 月王昭福朕登上地位 他在离开长安之前 与朕说过 他说 朕如果想要坐稳地位 火药这种东西 最好不要拿出来 不然 朕便在没有立身之机了 天子看向李续 缓缓开口 朕可以姓皇叔否 李续默默起身 贵妇在圣人面前 叩首道 陈万死 亦不敢赴陛下 天子点了点头 他走到李续面前 伸手把跪在地上的李续扶起来 然后低眉道 皇叔宫中体国 朕是知道的 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 皇叔对朝廷的忠心 只是 只是中宗皇帝的后四门 屡次作逆 朕也数次容忍 国法家法 都不能让他们继续闹下去了 天子这句话 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几乎是明示了 他是要让李续选择站队 是现在天子这一边 还是站在中宗皇帝那一边 李续愣在原地 许久没有说话 天子微微低眉 开口道 衡阳王谋逆 三法司已经定罪了 过几天之后 就会押赴西式接问罪 方才让皇叔奸斩 是一句玩笑话 天子眯了眯眼睛 淡然道 但是 宗室之中有异心的 绝对不止一个衡阳王李毕 朕的意思是 由皇叔拟带着司工台的人 去查一查李家的宗室 如果有人再有谋逆的心思 一并问罪 等到把家里那些 有异心的人处理干净 朕就把火药的方子 交给皇叔 由皇叔拟和司工台的人 一并成立火器间 替朝廷生产火药火器 皇叔意下如何 这件事 李续是没有什么拒绝余地的 从心理上来说 他并不想给皇帝 做这把刀子 但是天子的态度 已经很明显了 除非他愿意替天子 扫清宗室之中的隐患 否则天子不会愿意 把宝生的火药方子交出来 朝廷现在 太需要火药了 李续没有说话 只是再一次跪在地上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臣功领圣意 皇叔愿意做就好 天子微微低眉 开口道 陈景 一直站在旁边的司工台 少监陈景 立刻走了出来 跪在了天子面前 神太恭敬 奴婢在 你稍后 领宋王叔去一趟司工台 与他沟通一番 关于宗室的事情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便跟随宋王叔 听从宋王叔调请安排 奴婢遵命 陈景对着天子 毕恭毕敬的磕头行礼 然后又扭头看向李续 对着李续深深作依 奴婢拜见宋王爷 李续默默地看了一眼陈景 又扭头看向天子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才缓缓说道 陛下 陈有一个问题 想要问您 天子面色平静 皇叔问旧事 陈想私下里问 面对李续的这个要求 皇帝没有过多犹豫 对着身边的工人挥了挥手 都退下去 没过多久 整个甘露殿里 就只剩下了书职两个人 李续从地上站了起来 抬头看向天子 声音有些沙哑 陛下 陈想问您 鲁王李玉 是因何而死的 对于李续的这个问题 天子并不诧异 这位大洲的皇帝陛下 默默坐回了自己的地座上 看向李续 假如朕告诉王叔 鲁王是朕所杀 王叔还愿意替朝廷做事吗 李续双手握拳 身子有些颤抖 陈依然会为朝廷做事 天子眯了眯眼睛 微笑道 皇叔的意思是 只为朝廷做事 不为朕做事了 李续深呼吸了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陈不敢 见到他脸色胀红的模样 天子依旧没有什么表情 只是淡淡地说道 王叔 朕自小是学到的出家人 没有你想得这么坏 当年的事情 朕心里虽然有些不舒服 但是毕竟自小没有见过副祖 即位之后 朕便告诉自己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说到这里 天子看向李续 陈生道 鲁王玉 非朕所杀 李续原本绷紧的神经 骤然放松 他再一次跪在地上 对着天子恭敬叩首 称 多谢陛下 皇帝的这番话 让李续心里舒服了不少 如果鲁王李玉 真的是这位宏道天子所杀 那么就说明 如今关中动荡 皆是这位天子一手操纵 所有人 都被他玩弄在了股掌之中 若真是如此 在个人情感上 李续是很难接受的 不过 如今天子愿意拿出 他藏了三年的火药方子 说明这位天子 心里也还是有朝廷的 现在 天下大半还是在朝廷手里的 以朝廷的人力物力 最多几个月时间 就可以开始成批量的制造火药 火药这东西 平卢君这几年来 已经完美地展示了用法 即便完全照搬照搬不来 但是照葫芦画瓢 还是没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 火药这种东西 用于守城 简直是百事百灵的神器 只要朝廷有了成批量的火器 就可以在洛阳以及铜关这类重镇 大量部署 即便没有办法扫平各大截度时 守住家业 总是没有问题的 守住了家业 大洲便有机会翻盘 有机会重新执掌乾坤 因此 李徐开始认认真真地按照皇帝的命令 与司公台一起 彻查住在长安城 以及住在外地的所有宗亲 不管是亲王 郡王 还是国公 上下的宗室 都被司公台查了一遍 当年 天子从一个也到是 一跃成为大洲的天子 长安城里的这些宗室 要说完全没有意见 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 不管是不是中宗皇帝的后司 这些宗室私下里 大多数都议论过皇帝 而这一次 司公台很是严厉 中宗皇帝留在长安的另一个儿子 福王李懿 并不曾参与谋逆 但是司公台在福王府上下翻找了一通之后 找到了他与衡阳王李弊互通的书信 书信里并没有谈及任何关于谋逆的事情 但是这位福王 依旧被虚为国公 赶出了长安城 如果不是担扬长公主求情 这个福王李懿 差点就要被扁为庶人 短短半个月时间 宋王李懿带着司公台 在长安抓了大小十几个宗室 自己他们各自的家人 加在一起 足有一两百人 整个长安的宗室勋贵 都静若寒蝉 再也不敢多说半个字 不过私下里 还是有人议论 说李懿已经变成了天子豢养的疯狗 为了博明卫 逮谁要谁 对于这些议论 李懿充耳不闻 依旧与司公台一起 彻查长安城里的宗室 这一天 李懿带着司公台的十几个人 从一位已经代将成为 国公的宗室家中走出来 这座国公府 被司公台翻了个遍 并没有找到什么谋逆的证据 李懿一言不发 默默带人走出国公府 刚走到国公府门口 李懿就看到一个中年人 站在国公府门口 似乎是在等候自己 这位宋王殿下 回头看向身后几个司公台的人 声音沙哑 今日先到这里 你们且回去吧 几个人司公台的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对着李懿恭敬点头 转身下去了 李懿两只手拢在前秀里 走到这个中年人面前 声音沙哑 让你看笑话了 中年人不是别人 正是金赵尹齐轩 齐辅君看着一脸疲惫的李懿 叹了口气 找地方喝两杯 宋王爷微微低眉 我现在 在长安的名声臭不可闻 你便不怕被我熏臭了 咱们是表兄弟 说这话就太见外了 齐辅君看向李懿 叹了口气 我想 你多半是有什么委屈的 宋王爷默默低头 走吧 我们去龟云楼喝两杯 表兄弟两个人一千一后 进了龟云楼 龟云楼是长安的顶级酒楼之一 能在这里吃饭的 非富即贵 李续镜子上了龟云楼的二楼 不过他现在在长安的名声 的确不太好 有些宗室 或者与宗室沾边的熏贵 见到这位一瘸一拐的宋王 来了之后 都灰溜溜地离开了 这些人当面不敢说什么 但是背地里 肯定是要骂娘的 齐府君叫了两壶好酒 亲自给李续买上 然后他看向形容憔悴的李续 低眉道 表兄 因何非要寻宗室的麻烦 你也是李家人 你这样一搞 李家人背地里 会怎么说你 古齐府君叹了口气 开口道 别的不说 就是母亲 前两天也埋怨了你两句 说你太不尽人情 李续端起酒杯 跟齐轩碰了碰 仰头一饮而尽 我没有办法 他眼睛有些发红 狠狠咬牙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 我如何会做这种事 他抬头看向齐轩 眼睛里密布血丝 北边的战报已经传来了 岳王灵昭 带着他的幽州军 在契丹境内 同等兵力的情况下 大胜契丹 听到这句话 齐轩微微有些诧异 不过他 还是不太明白 于是问道 这与兄长清理宗室 有什么干系 天子手中有火药 李续自己给自己倒了杯酒 仰头再一次饮尽 但是他不愿意拿出来 他担心这些宗室害他 李续目光有些发红 咬牙道 他要把宗室清理干净 才肯把火药方子拿出来 成立火药丝 听到这里 齐轩才明白了 这件事的因果关系 这位做了许多年金赵颖的府军大人 看着脸色憔悴的李续 微微叹了口气 表兄 即便非做不可 这件事也大可以让人来做 干什么非要你来 你要得罪多少人 李续表情有些痛苦 除了我 还能有谁来做 天子不愿意担这个恶名 司公台不能直接动手 这长安城里 除了我 还有谁愿意背下这口黑锅 宋王爷低头 咬牙道 非我来做不可 齐轩看着眼前这个明明 比他大不了几岁 却仿佛已经四五十岁的表兄 长叹了一口气 泛洋之乱 不仅让大洲国运轻颓 也让这个原本风华正茂的 世子李续 饱经沧桑 李续这个人 就是大洲国运的真实写照 中宗皇帝在世的时候 大洲光鲜亮丽 宋王世子李续 同样光鲜亮丽 大洲国运轻颓 这位世子殿下 从曾经的风华正茂 一路憔悴 成了这个模样 表兄 齐轩举起酒杯 敬了李续一杯 笛声道 才是天子 朝廷是他的朝廷 没有皇帝用朝廷的安危 来威胁臣子做事的道理 你 天子就是吃准了 你这个性格 才会如此 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朝廷的事情 都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归根结底 他是皇帝 齐轩拍了拍李续的肩膀 开口道 不要难为自己 不要难为自己 李续喃喃重复了一遍 眼睛发红 他抬头看向齐轩 忽然双目垂泪 我 我只是不忍心 不忍心见到大洲王了 大洲生我养我 李家生我养我 我如何 这位饱受委屈的宋王殿下 在自家表弟面前 嚎啕大哭 我如何能放得下 契丹 幽州军大营 此时 距离上一次大战 已经过去了七八天时间 这七八天时间里 耶律卓数次派人到林昭帐中请和 但是林某人都没有怎么见 即便见了 态度也十分强硬 不过这一次 耶律卓没有敢亲自到幽州军大营里来 因为 他担心林昭直接把他弄死 这个时候的幽州军 已经有杀死契丹可汗的本事与底气了 经过七八天的休整 那场大战中受伤的幽州军将士 能救过来的都已经伤势稳定 救不过来的也都已经去了 而裴俭则是日日操练那些契丹俘虏 想通过驯服这些俘虏 强化幽州军的六个骑兵都未营 这一天 休整了八天的幽州军再一次开拔 向着契丹王丈方向推进了五十里 到了傍晚时分 契丹使者就慌了 他来到林昭的率仗之前 苦苦哀求林昭与耶律卓再见一面 林某人里都没有理会这个契丹使者 只是通过已经回到身边的赵城传话 让耶律卓亲自来见我 这一次传话之后 幽州军继续北进 两天之后 已经极其逼近契丹人的王丈 好在契丹无有定成 林昭等人逼近之后 契丹王丈也随之北迁 被赶到了更北边的地方 与此同时 契丹人放弃了与突厥人的对峙 耶律卓将边境的两万契丹兵马 调回了王丈附近 而在这个时候 突厥人自然也知道了 林昭大胜契丹人的消息 突厥再一次派出使者 赶到幽州军营附近 请求与幽州军联手 覆灭契丹 可能是因为上一次的美人计 没什么用 这一次突厥的使者 便不是那个蓝颜公主了 而是一个汉话说得很好的胡人 这个突厥使者到了之后 林昭没有再摆架子 很快见了这个使者一面 只是因为时间紧急 没有达成什么统一意见 在林昭约见突厥使者之后的第二天 耶律卓终于坐不住了 这位契丹可汗 坐在自己的王丈之中 让人把自己的长子耶律敏叫了过来 契丹人成婚早 耶律卓虽然才三十岁出头 但是长子已经十六岁了 耶律卓看着眼前已经极其高大的儿子 陈生道 我要去周仁的大营一趟 这一趟 未必能够回来 耶律卓神色憔悴 但是为了契丹诸布 为父又不得不去试一试 为父若是回不来 你便是契丹诸布的可汗 你继位之后 立刻带着族人北迁 耶律卓声音沙哑 二十年之内都不要想着再回来 最好 最好等到岳王昭老死之后 再尝试回到故地 耶律明跪在自己父亲面前 垂类道 父汉 让儿子带您去吧 耶律卓摇头 上前搀扶自己的儿子 开口道 你还年轻 你活着 身边又有数万契丹勇士 将来大势可期 耶律卓目光悠悠 古往今来 中原汉人的确有微不可当的时候 但是汉人不善其设 更不熟悉北疆的环境 即便他们再如何凶猛 咱们只要往北边避一避 他们便无计可施了 托个一代人两代人 咱们契丹人 还能够东山再浅 耶律卓这句话 可以说是一点没说错 事实上 中原王朝与北边一族纠缠了两千多年 不是没有压过一族的时候 但是机动性相差太多 再加上交通问题 粮道问题 堪于地图问题 兵源运输问题 种种问题交杂在一起 导致中原王朝能赢 却不能一劳永逸 林昭也是如此 他可以设服 埋伏契丹人 却没有办法追上契丹人 这个时候往北边追赶 也只是装模作样 吓唬吓唬人而已 事实上 除非林某人弄出皮卡车 加上马克庆 否则很难永久性地解决北疆的问题 好了 叶律卓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迪眉道 林昭未必会杀为父 为父只是防范于未然 交代完儿子之后 叶律卓又召集了一众手下 把儿子交给了他们 然后这位契丹可汗 带着十几个手下 来到了幽州军军营里 这一次 林昭没有拒绝见面 很快 这位契丹可汗 就来到了幽州军的率仗之中 他看向林昭 神色复杂 许久之后 叶律卓对着林昭深深作依 岳王兄 小弟说了 林昭坐在椅子上 看了一眼叶律卓 面无表情 你我原本约为盟友 要一起 讨伐突厥 因何趁我不备 带兵偷袭我大军 叶律卓长叹了一口气 迪眉道 事到如今 岳王兄也不用说这些场面话 事情到底是什么模样 你我都心知肚明 王兄不卖这么大的破绽 小弟也不会贸然 做出这种举动 听到叶律卓这番话 林某人哑然一笑 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椅子 迪眉道 可汗坐下来说话 叶律卓也不客气 镜子坐在了林昭对面 他抬头看向林昭 声音平静 如今你我当面 岳王兄有什么条件 仅可以提 林昭迪眉道 如果我想要你的命呢 小弟临来之前 已经交代好了后事 叶律卓看向林昭 笑着说道 岳王兄杀我 就说明要与突厥人合作 突厥人都是狼子野心之辈 二百年来杀了 不知道多少周人 岳王也冷哼一声 你们契丹人 也没有少杀周人 那是从前 叶律卓看向林昭 缓缓说道 自今日起 岳王兄在一起 契丹永步南下半步 契丹诸步 愿意听从王兄调解 林昭眉了眉眼睛 可汗前不久还说要与我一起 应对突厥人 你们这些人 无有任何信用可言 叫我如何信你 叶律卓看向林昭 迪眉道 王兄若不信我 小弟只能引紧救路了 岳王也起身 看向叶律卓 缓缓说道 自今日起 契丹人与突厥人冲突不止 如何 没有问题 叶律卓笑着说道 本来也与他们有仇 抢地盘也是应该的 林氏商号 全面进入契丹 林昭淡淡地说道 契丹与大周互施的货物 全部都要经过林氏商号 叶律卓微犹豫了一番 然后看向林昭 开口道 岳王兄 这个是不是要商议商议 听说王兄麾下 还有个大通商号 如果硬承下来这件事 那么以后契丹人 用来交易的所有物品 价格都由林氏商号说了算 包括皮货 药材这些契丹人出口的大头 没有商量的余地 林昭面无表情 除此之外 可汗应该是有三个儿子 我希望可汗 把他们送到青州去 好好读几年书 这三个条件 每一个都足够苛刻 第一个条件 让契丹人与突厥人 永无止境地打下去 只要他们互相攻伐 就无力南下袭扰中原 第二个条件 是要控制契丹的经济命脉 这个时代 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 能够体会得到经济二字的厉害 可即便能体会到这个层面的聪明人 想法也不一定会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所接受 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认为 天地造物是固定的 你做生意挣了钱 老百姓那里就会少点钱 乃至于到了朝廷不能去经商 否则就是与民争利的地步 因此 经济学在这个时代很不显眼 但是林昭 却比谁都了解经济的重要性 只要临时商号 能够控制契丹进出口的所有货物 那今后契丹所有物品的定价权 都掌握在了林昭手里 当然了 这是建立在平卢军 能够威慑住契丹人的前提下 假如平卢军衰弱了 不再是契丹人的对手了 那么林昭定下来的所有规矩 就统统都是狗屁 没有再会去遵守 不过就目前的局势来看 林昭可以临时商号 死死地控制住契丹的经济命脉 介意控制住整个北疆的局面 至于第三个条件 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了 无非就是质子而已 其实这个质子也没有什么用处 耶律卓还年轻 他随时可以再生 只要利益足够庞大 该背叛林昭他 还是会背叛林昭 这三个孩子 只会让背叛的筹码加大一些而已 耶律卓坐在林昭对面 沉默了许久 他缓缓看向林昭 问道 岳王兄 如果我不答应 你会死 林昭淡淡地说道 不止你会死 我还会继续往北推进 接下来 我会与契丹人合作 用尽一切手段 将契丹人逼上绝路 耶律卓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答应了 林昭弟妹道 三天之内 把你的三个儿子 都带到我这里来 我把他们带回青州去 好生叫化 好 耶律卓起身 深深地看了一眼林昭 岳王兄 小弟有一件事很好奇 林昭面色平静 你问 岳王兄什么时候打进长安 把李家人掀下地位 林昭淡淡地说道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因为岳王兄有能力这么做 耶律卓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据小弟所知 岳王兄麾下 大约有十五万平如军 假如这十五万平如军 都有王兄麾下 这支幽州军的战斗力 那么王兄你 已然天下无敌了 既然天下无敌 当然要成为九五至尊的天子 这是我的事情 岳王爷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可汗不必操心 即便有一天 林某人真的兵发关中了 也会留下一支幽州军 与可汗打交道的 耶律卓说 林昭有十五万军队 这其实是大差不差的 平卢军名面上 虽然只有十万 但是算上暗处藏着的军队 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编制 林昭麾下 的确有十五万大军 但是幽州军 是平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想要十五万人都跟幽州军一眼 那就是异想天开了 可即便如此 林某人现在 也是天底下最强盛的势力 几乎没有之一 耶律卓说这番话 也有他的算盘在 现在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只要林昭占据幽烟一天 契丹就要被平卢军打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当然想要林昭到关中去 从而缓解自身的压力 就这样 林某人的荡北之战告一段落 这一仗 他虽然没有真正疯狼居虚 但是也算是打负了契丹人 最起码短时间之内 契丹人不可能再有所异动了 至于突厥人 老实说 经过两百多年时间 突厥高层腐朽的速度 远远超过中央王朝 以至于突厥人现在 虽然仍旧是个体量 庞大的势力 但是在局部作战中 甚至不是只有几万战士的契丹人的对手 因此 突厥人对于林昭来说 并不是什么心腹大患 解决了契丹 突厥这就不是问题了 与叶绿卓见面之后的第三天 林昭成功地带着三个契丹小子 开始班师回朝 这三个契丹人 看大叶绿敏十六岁 另外两个一个十二岁 另一个只有九岁 老大已经懂事了 见到林昭的时候颇为规矩 而另外两个小家伙 就显得极为害怕 战战兢兢的 林昭把这三个小家伙 都扔给了裴姐 让裴大将军来调教他们 因为之前幽州军赶路的速度很慢 班师的速度就要快上不少 班师之后的第七天 林昭就成功回到了盈州 进入到了平卢军的 实际控制范围之内 幽州刺史郑雅 带着岳王世子林青 在青州迎候林昭 林青见到老爹安然返回之后 激动得又蹦又跳 很显然 那场与契丹人的正面冲突 让这个小世子也很是担心 跟儿子说了一番话之后 林昭看向郑雅 笑着说道 大兄身为幽州刺史 不在幽州办事 怎么跑到盈州来了 我是幽州刺史 当然是来迎候大胜归来的幽州军了 郑雅笑道 知道你们要回来之后 我让人背了许多猪羊 已经赶到了盈州来 今天晚上 可以让幽州军的兄弟们 好好打打牙记了 这一路北上 虽然幽州军的粮草没断过 但是毕竟是长途奔袭 吃得不可能特别好 郑雅这会儿带着猪羊 的确可以让幽州军将士解馋 还是大兄考虑的周到 林昭微笑道 除了这件事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没有 再有就是长安城里的事情了 郑雅抬头看了林昭一眼 微笑道 不过三郎你耳目灵通 应该比我更早知道才对 林昭想了想 问道 是红道天子在长安翻旧账的事情 郑雅点头 笑着说道 那位红道天子 的确有些本事 能够让李旭这么卖力地替他办事 短短一个月时间 长安的宗室连带家眷 被抓了两百多号人 中宗皇帝的后四 几乎无疑幸免 非抓几遍 是我 我也会这么干 林昭淡淡地说道 为了坐稳地位 这是必经之路 养虎为患的道理 大兄应该知道才是 问题是 这只虎太大了 郑雅低眉 微笑道 新任北庭节度使 私下里密会康东平 和西节度使 也看不惯天子的所作所为 收留了一个落难的藩王 朝廷实力孱弱 郑雅低眉 淡淡一笑 我估计已经有人 准备用这个借口 想要攻取长安 改朝换代了 天下有州 已然二百多年了 在这二百多年里 大州实强实弱 但是不管怎么样 哪怕是在最荒唐的 林皇帝时期 大州依然能够维持 自己对天下的统治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从泛阳之乱后 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力 便开始急转直下 尤其是在长安禁军 直接被泛阳军打烂之后 全天下所有人 都看到了朝廷的孱弱无力 当年三位节度使 共掌长安的时候 地方上还设负于 三位节度使手中的兵权 但是现在 三位节度使 先后离开长安 长安虽然重新组建了禁军 但是很难说 比先帝时期要强多少 天下 归根结底 是弱肉强食的 礼州二百年的余威 可以让天下人 望而却步一年 两年 乃至于三五年 但是现在 距离当年的泛阳之乱 已经过去六七年时间了 诸侯割据的局面 已经在实际上成形 在这种情况下 朝廷不可能一直靠 明卫来生存下去 那些如狼似虎的节度使们 已经观望了六年时间 现在 只等一个时机了 面对这种情况 郑牙无疑是幸灾乐祸的 他本来就对礼州 没有什么好感 这会儿更看着礼州早点覆灭 作为郑温的敌长孙 他甚至有毁掉 礼州宗庙的念头 林昭坐在郑牙对面 缓缓说道 幽州军这一仗 打得虽然艰苦 但是效果总体 还是很不错的 在这种情况下 契丹人估计十年不敢动弹 契丹人不动弹 突厥人成不了大事 同前卫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可以说 已经密布天下 不管是契丹还是突厥 都有林某人的眼线 根据同前卫的情报 已经腐朽不堪的突厥高层 基本上没有了扩张的念头 他们只想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继续过自己的安生日子 因此 打伏了契丹人 北边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 即便突厥人真要难下 林昭也有余力 可以从容应对 北边没有了后顾之忧 咱们接下来干什么事情 都不会再有阻碍 假如 林某人低眉道 假如关中被迫 咱们无非是再一次评判而已 话说到这个份上 不管是郑牙 还是林昭本人 心里都很清楚 如果平卢君再一次打进关中 打进长安 那么 平卢君就不可能再有退出长安的理由了 即便林昭有这个想法 也很难实行下去 个人意志 不可能完全违逆 集体意志 郑牙笑了笑 他看向林昭 问道 假如关中没有被迫 三郎愿不愿意当这个破关之人 如果时机到了 自然当人不让 岳王爷淡淡地说道 最多就是恢复古智 以二王三克之理 后代李州皇室就是 所谓二王三克乃是兵礼之一 意思是 后代前朝皇族 从前两朝皇族之中 则人封为王侯 前三朝后四之中 则人封爵 合称为二王三克 已是新朝新灭忌爵之人 即便是现在的长安城里 也还保留着这种古理 前朝的一支宗室 依旧是大洲的世袭往替的王爵 郑牙闷哼了一声 真要用二王三克 也要封宏道 天子后四为王 李州的其他皇族 该死就统统去死 宏道天子李玄通 近年来开始清算 中宗皇帝的后四 虽然是为了一己私利 但是在实际上 也算是帮郑温报仇了 因此 郑牙还是比较欣赏 这位大洲天子的 林昭没有答话 而是开口问道 何熙节度使萧成 收留的是哪一个藩王 魏王李玉之子 世子李赵 郑牙呵呵笑道 这个魏王李玉 是中宗皇帝第四子 因为与衡阳王李必通信 并且私下里参与谋逆 已经被司公台抓了 刚好他的儿子李赵不在长安 便被何熙节度使 收留在了节度使府中 古朝廷对此 装作视而不见 说到这里 郑牙看向林昭 微笑道 三郎要不要也收留一个宗室 免得将来动起手来 还要临时找个借口 显得麻烦 林昭摇了摇头 天下节度使当中 最不缺出兵借口的就是他 毕竟他在青州 还养着一个六皇子礼绩 这位六皇子 乃是当年皇位的热门人选之一 可比其他的杂牌宗室 要好用得多 唯一有些麻烦的是 李济这个人 在明面上已经死了两次 而且他的舅舅康东平 曾经造过反 拿出来用不是不可以 就是会被别人骂一声 不要脸 不过林昭也没有想过 以这种方式去起兵造反 这样不符合他的风格 最好 等到朝廷支撑不住 求他出兵的时候 他才好争以侠的出兵 然后平扫天下 整顿乾坤 这样才符合林某人的做事风格 想到这里 林昭看向郑牙 摇头微笑道 这种事情我不屑去做 现在也懒得去想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今天晚上的庆功宴办好 让幽州军的兄弟们都吃上肉 郑牙也跟着点头 他看向林昭 开口道 听说 听说齐兵营这一次表现不好 被三郎痛骂了一顿 今天齐兵营的伙食 是不是 林昭摇头 骂是骂了 但是该给他们的肉也要给 不然他们会生出意见的 好 郑牙笑道 今天晚上的事情 我来安排 岳王爷您放心就是 这句王爷明显是玩笑话 林昭哑然一笑 没有在意 就在幽州军准备开始庆功宴的时候 远在朔方的朔方军大营里 一身黑衣的齐家二公子齐平 推开营帐 走进了老爹的帅长之中 齐平看了老爹一眼 然后缓缓低头 父亲 何熙节度使萧成 派使者来见您了 萧成 何熙节度使萧成 虽然在当年的泛阳之乱中 没有怎么处理 但是何熙军也有七八万兵力 乃是正经的顶流节度使之一 三年时间过去 此时的齐大将军 头发已经白了近半 他回头瞥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周梅问道 我与他素无交情 他派人来见我做什么 齐平看了看自己的老爹 欲言又止 犹豫了一番之后 这位朔方军少将军咬了咬牙 开口道 父亲 魏王李玉 前不久被司公台抓了 这件事您应该知道 魏王府世子李肇出逃 听说就逃到了何熙 听到这句话 骑士道微微皱眉 坐在自己的主位上 思索了片刻 然后沉声道 先把他赶出去 齐平与老爹朝夕相处了许多年 自然明白老爹的用意 那一个仙字 就是说老爹是愿意见一见的 只是不方便明面上见 这位少将军恭敬低头 儿子明白了 朝廷强盛的时候 皇帝便可以率性而为 想杀谁便杀谁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如中宗皇帝的父亲 大周的那位灵皇帝 在位四十多年 荒唐一生 硬生生做了四十多年 也没有把大周给做亡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 所有人都在等着一个借口 一个机会 等待着朝廷犯错 而现在 洪道天子大肆清算 中宗皇帝后四 已经在宗室之中引起众怒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会有人生出一些异样的心思 何熙节度使 屯兵梁 素 瓜 沙 会五周之境 这五个周 乃是一条直线 把突厥与吐帽彻底隔开 绝了两个异族直接的沟通 因此 何熙节度使这个位置 十分重要 当年 泛阳之乱的时候 只有朔方节度使 何东节度使 以及贫庐节度使 三个节度使 起兵秦王 而何熙节度使 一动不动 就是这个道理 毕竟何熙节度使 要看住吐帽 不使吐帽异动 于是 即便何熙节度使 在泛阳之乱时 不曾救援长安 事后先帝李循 也没有责怪于他 反而给了一些奖赏 当然了 这主要是因为 泛阳之乱后 朝廷已经无力 承接这些手握重兵的军头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何熙节度使 实力家底 都十分雄厚 因此 骑士道在私下里 还是见了一面 何熙节度使 萧承派来的使者的 一直等到子夜时分 这位何熙使者 才在率仗之中 见到了骑士道 他对着骑士道 恭敬低头 开口道 在下萧贤 见过骑大将军 骑士道坐在主位上 静静地看了一眼 眼前这个看起来 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开口道 你与萧成诗 萧大将军 乃是在下伯父 在下奉命 来拜会骑大将军 骑士道低眉道 朝廷明文规定 大将之间 禁止私通消息 萧大将军 应该不会 不懂这个规矩吧 萧贤对着骑士道 恭敬低头 裴笑道 大将军您放心 不管谁来问 在下今天晚上都没有来过 也没有见过你 说是吧 骑士道声音平静 齐某与何西军 素无往来 我倒要看看 萧大将军有什么见叫 国朝不正 萧贤看向骑士道 陈生道 大将军 当年灵皇帝 传位中宗皇帝 中宗皇帝又传位先帝 先帝不幸 为小人所害 但是无论如何 帝位也应当传位于先帝嫡子 怎么会传到当今的 宏道天子手中了呢 如今的这个天子 前半生都是一个 无名小官的野道士 被那林三捧一捧 便摇身一变 成了什么张明太子的嫡孙 这岂不是荒唐 且不说 他到底是不是张明太子的嫡孙 即便是 他也只是废太子一锅而已 如何有资格承袭地位 更不要说像现在这样 坦而皇之坐在地座上 统于天下了 萧贤抬头看向骑士道 陈生道 大将军 您是天界的女婿 朝廷的驻国大将军 您不要忘了 您能够在军中一路平步青云 都是中宗皇帝的把爪 我伯父也是受中宗皇帝厚恩 才能就任何夕节度使 如今 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野道士 正在长安大肆吐露中宗皇帝血脉 其大将军 您与我伯父 同是中宗朝旧臣 萧贤声音低沉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贼人 在长安胡作非为吗 其实倒没有说话 只是深深地看了萧贤一眼 面露讥讽之色 萧大将军意欲何为 萧贤声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如今 中宗皇帝皇孙 魏王李赵已经在我河西柱下 伯父有意替中宗皇帝 匡扶征朔 所以呢 其实倒面无表情 所以萧大将军准备怎么做 带兵打进长安城里 把长安城里的天子掀下地位 然后 萧大将军再扶魏王世子登基 其大将军低眉道 恐怕 到时候萧大将军 会舍不得离开长安城 泛阳之乱的时候 天下各大节度使 对朝廷的态度 已经昭然若揭 当年 出兵秦王的三位节度使 或许不是忠臣 但是没有出兵的这些节度使 就一定不是什么忠臣 这其中 就包二阔 这位河西节度使萧承在内 什么大周征朔 什么中宗皇帝旧臣 都只是攫取利益的借口而已 萧承这个时候 派人到朔方来 无非是想与其师到一起 出兵关中 把关中的那个皇帝 掀下地位 毕竟河西军想要兵进关中 朔方军是他们绕不开的门槛 萧承额头上露出汗水 他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其师到拱手道 其大将军误会了 我伯父宫中体国 绝没有任何悖逆大周的念头 这一次再下到朔方来 也不是想要请其大将军 一起出兵关中 只是 我伯父的意思是 哪一天我们河西军 出兵替魏王世子李兆 讨一个公道的时候 希望其大将军 能够让开一条路 放我们进入关中 听到这句话 其师道目光微宁 他已经明白了萧承的意思 萧承并不觉得自己 能够劝动其师道 他派人到朔方来 目的也很简单 他的意思是 等到将来何悉军出兵的时候 朔方军能够不要挡路 放何悉军继续东进 扑向长安 想到这里 其大将军也忍不住皱眉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迈步走到萧显面前 静静地看着这个萧家的年轻人 何悉军 满打满算 也不到八万人 其师道语气悠悠 你们五周之地 养不活更多将士了 即便其某给你们让路 你们一个何悉军 如何有自信 能够扣开关中门户 萧显陪着笑脸 低头道 大将军 自古以来邪不胜正 我何悉军 如果东进讨贼 那就是大周的正义之师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振臂一呼 关中意识自然云及响应 关中不攻自破 其师道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抽出自己腰间的佩刀 放在了萧显脖子上 这柄长刀寒光闪闪 让萧显忍不住双腿打战 大将军 其师道冷冷地看向萧显 面无表情 你说的鬼话 自己信誓不信 说 萧承 是不是暗中勾连吐蕃了 如果萧承有把握 可以凭借一己之力 扣开关中门户 那么就代表他手中的战斗力 肯定不止一个何熙军 何熙军同时临近吐蕃 与突厥两个异族 突厥这几十年越来越弱 已经不足为惧 然而吐蕃一直强盛至今 哪怕是中宗皇帝在世的时候 也不愿意与吐蕃人开启战端 更要命的是 袁范阳截度使康东平 此时此刻就在吐蕃 而且还在吐蕃混得很好 萧显低头看了看自己脖子上的长刀 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北庭截度使呼言准 前线日子与康东平私会 这种消息 连远在东海的林某人都已经知道了 就在左近的骑士道 自然不可能不知道 好在北庭截度使徽下 只有不到三万人 因此这个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但是如果坐拥八万军队的河西截度使萧城 也开始与康东平接触 那么麻烦就大了 康东平败逃吐蕃的时候 带去了两三万泛阳军的残兵 这些残兵渐渐在突厥站稳脚跟之后 数量不减反增 更重要的是 康东平不止一个康东平 他的身后 还有那个已经进入壮年的吐蕃赞谱 此时 这位吐蕃的德罗赞谱已经即位十余年 少年的志气不复存在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他与康东平关系颇好 假如康东平勾连北庭截度使 与河西截度使谋逆 那么背后的吐蕃一定会出兵相助 这四股势力勾连 轻轻松松就可以弄出二十万军队 这样庞大的势力 想要颠覆大洲的话 一个朔方军 即便要挡 也不可能挡得住 萧显强忍住心中的恐惧 他抬头看向骑士道 战战兢兢地说道 大将军 您误会了 我们萧家世代周辰 无论如何也不会勾连突厥 更不会勾连康东平那种坚逆 骑士道面无表情 我如何信你 萧显深呼吸了一口气 突然硬气起来 昂着脖子说道 在下此来 是想要与大将军商量 如何匡扶设计 大将军如果甘为贼道鹰犬 尽管动手杀我就是 其大将军面无表情 缓缓收回自己的佩刀 他看向萧显 淡淡地说道 今日齐某不杀你 非是因为齐某相信了你的鬼话 是因为杀你没有任何用处 你回去告诉萧承 他收留魏王世子这件事 齐某可以视而不见 如果他敢勾连一族 齐某拼光家底 也要跟他见个生死 说完这句话 骑士道狠狠一脚 踢在萧显小腹 怒声道 滚出去 萧显强忍住腹部的剧痛 双手捂着肚子 狼狈离开 等萧显离开之后 一直没有出面的 朔方君少将军齐平 才默默出现在了老爹的帅长之中 他对着骑士道低头道 父亲 您觉得何锡君要谋逆吗 当年泛阳之乱 何锡君坐视长安沦陷 无动于衷 便已经是在谋逆了 齐大将军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上 开口道 如果他们只是想换个皇帝 为父可以装作没有看到 但是如果想要颠覆大洲的江山设计 说到这里 齐大将军眯了眯眼睛 冷声道 再说了 即便是想要换个皇帝 也不是他们说换就换的 除非打服了林三 才有更替天子的可能性 想要打服林三 齐士道想到了前不久 林某人亲自带兵出关 大败契丹人的战绩 微微摇头 太难了 齐士道以治军严格出名 他早年是泛阳节度使 后来又任朔方节度使 但是不管是在哪一个任上 他麾下的将士 都可以称之为精锐 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朔方军 也很难跟契丹人 在野战上正面交锋 在同等人数的情况下 现在的朔方军碰到契丹人 都要狼狈后撤 只能聚成而守 也就是说 现在的平鲁军 或者说是平鲁军之中的幽州军 在综合实力上 已经远胜朔方军了 远胜朔方军 就意味着远胜中原 任何一个节度使 二郎齐平恭敬低头 儿子在 给长安写奏书 上报朝廷 就说何兮节度使消成 收留魏王世子 有不臣之心 齐平愣了愣 然后开口道 爹 这样写 会不会让圣人 更加反感中宗皇帝后四 就这么写 齐师道声音沙哑 写上去 一旦何兮军与康东平 以及突厥人勾连在一起 我朔方军 断难抵挡 只有这么写 朝廷才能感觉到吐蕃的压力 齐师道闭幕 陈生道 再写一封信 秘密送到青州去 告诉林三 西北可能要大乱了 齐平不敢违逆父亲 连忙低头 儿子遵命 青州 月王府 出门出差了好几个月的月王殿下 终于返回了青州 此时月王府的一家老小 都来到门口迎接这位一家之主 林昭从马车上跳下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最前面的林二娘 他迈步上前 对着林二娘恭敬行礼 母亲 此时的林二娘 刚从行阳回到青州不久 不过他回到青州之后 并没有见到自己的大孙子 当即朝着林昭身后的马车看去 问道 青儿呢 听家里人说 这孩子跟你一起打仗去了 你也是胡闹 他才多大年纪 小孩子随便说两句 你就真把他带到战场上去了 见到婆婆说话 谢旦然也把目光 看向了林昭身后的马车 岳王爷对着母亲笑道 阿娘 孩儿给他寻了的老师 现在他正在幽州 跟着他老师学东西了 要等到过年 才让他回青州 要好生磨练 磨练他的性子 忽然以他现在的性子 一年也看不进去几行字 没有人治得住他 林二娘也知道 自己的大孙子 拜了自己的大外甥当老师 这对于行阳正事 以及林青本人来说 都是一件好事情 当即叹了口气 开口道 他第一次离开家 好歹你也先把他带回来住几天 让娘见一见 再送去幽州 阿娘 这孩子已经十岁 过完年便十一岁了 岳王爷笑着说道 再不管教 等到十三四岁 便没人管得了他了 大表兄混迹江湖半生 有的是手段 这孩子交给他 过两年 保准还你一个 乖乖巧巧的大孙子 说完 林昭看向谢旦然 微笑道 夫人如果不同意 我就让人 把他接回青州来 谢家根基浅薄 林昕能有正娘这么的老师 对于他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情 谢旦然自然不会坏了 自己儿子的虔诚 文言微微摇头 笑着说道 能有个质得住他的老师 当然是好事情 母亲您不知道 这几年王府里 最少被他气跑四五个先生了 等到谢旦然说完话 站在林二娘右侧的崔芷晴 才轻声微笑道 世子能得育名师 当然是好事情 母亲也不要太过想念 再有两个月 眼见就过年了 到时候 表兄自然会带着亲儿回来 况且 听说幽州那边 现在不比青州差多少 表兄在那里做刺事 亏待不了世子 林二娘点了点头 正要说话 一个一身白衣 有些跛脚的年轻人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了出来 他静止越过众人 来到林昭面前 微微低头 王爷 铜钱未急报 这一次站在林昭面前的年轻人 名叫张英 他的左手 被人一刀斩掉了四根手指 只剩下一根拇指 这个张英 就是当年林昭在平鲁军中 选拔的第一批 铜钱未当中的17个人之一 当初的17个铜钱未 如今经过许多年的内部竞争 依然站在铜钱未顶端的 只剩下4个 而张英就是其中之一 同时 他也是铜钱未的7个半钱之一 而且是7个半钱里 唯一一个常住在青州的半钱 张英的工作 是总览天下情报 把比较重要的消息情报摘选出来 送到林昭面前 不过 平常时候 如果不是特别要紧的事情 都是另外一个一钱 来跟林昭沟通 现在张英亲自来了 就说明事情不小 林昭侧眉 瞥了他一眼 开口道 去书房等我 张英恭敬低头 属下遵命 说吧 这个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 对着林二娘以及王妃 崔芷晴等人 恭敬低头行礼 然后迈步走进了岳王府 去书房等候林昭去了 林昭看向一众家人 笑了笑 张英亲自来了 估计事情不小 大家先散了 我去处理公事 说着 他看向林二娘 轻声道 等儿子谈完事情 再与娘亲说话 林二娘拉着林昭的手 轻声叹了口气 你整天忙来忙去了 也是辛苦 早知道这样 那时候还不如 让你留在越州 做点小事情也好 如果真是这样 那咱们一大家子 在乱世之中 就真是命不由己了 林昭亲声道 最起码现在 儿子能保证家里 所有人的安全 任何人也不敢欺负咱们 阿娘你说是不是 林二娘点头 林昭这才看向谢戴然 然后从谢戴然手里 把才几个月的大女儿 林苏抱了过来 狠狠亲了一口 乖女儿 等爹办好事 再好好抱你 说吧 他把孩子重新放回谢戴然手里 然后大踏步朝着书房走去 见到林昭的远去的背影 林二娘微微摇头 开口道 这孩子真是奇怪 人家家里都喜欢男孩 独独他喜欢女孩 谢戴然轻声笑道 是呢 母亲您不知道 夫君他还说 将来要让苏儿继承爵位呢 私下里 林昭的确说过 如果两个儿子都不适合继位 就让大女儿 林苏来继承家业的话 林二娘摇了摇头 胡闹 一旁的崔芷晴 扶着林二娘的袖子 微笑道 喜欢女儿也不稀奇 天下兼宠女儿的 也不是少数 林二娘看向崔芷晴 轻声笑道 那六娘你也争争气 给三郎再添一个女儿 崔芷晴微微低头 那也是抢求不来的 月王府书房里 一身在寻常不过衣物的张英 从怀里取出一达文书 放在了林昭面前 恭敬低头 王爷 西北距离咱们太远 因此 同前未一直到去年 才慢慢开始渗透进西北 西北的情报网 也是最近一两个月 也慢慢建立起来的 不过 随着西北情报网 越来越健全 许多情报 也渐渐清晰了起来 张英低眉道 前些日子 西北的北庭节度史乎严准 私下里见了康东平一面 属下等人 才把目光放在了西北 而西北 张英深呼吸了一口气 沉声道 恐怕已经暗流汹涌了 林昭看着眼前厚厚一达文书 微微皱眉 这么多文书 我一时半会也看不完 你简单说一遍吧 是 张英低头 新任北庭节度史胡彦卓 私下里会见康东平 这件事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 很多人都知道了 但是属下等人私下里查证 康东平不止见了一个北庭节度史 他还见了河西节度史 林昭深呼吸了一口气 确认吗 确认 张英低头道 大概是一个月前 河西节度史府 接待了一个大人物 河西节度史府里 有咱们同前卫的人 虽然这个大人物 没有明确的名号 但是 但是他的随从 许多都是幽州口音 幽州口音 康东平曾经是泛阳节度史 而泛阳节度史的治所 就在幽州 幽州也是泛阳军主要的兵源地 因此 康东平身边 有许多幽州人 只有这一点线索吗 张英摇头 继续说道 除了幽州口音之外 这个大人物随行的人里 还有人说速特语 以及 以及吐蕃人 虽然咱们的人 没有亲眼见到 那人长的什么模样 但是凭借这些线索 基本上可以断定 应该就是康东平 毕竟 这个大人物住在 和西节度史 福底的那几天 和西节度史 肖成 几乎每次都是亲自陪同的 速特语 幽州话 吐蕃人 这些信息杂肉在一起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康东平了 林昭生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康东平在肖成家里住了多久 五六天 张英低头道 五六天时间里 和西节度史 肖成 基本上都是亲自陪同这人 张英低眉道 这些消息 是属下半个月前得到的 因为王爷身在关外 当时属下又不能判断 这个消息的准确性 因此没有立刻上报 但是 但是前两天 属下又收到了一个消息 和西节度史 肖成的侄儿消险 秘密去了一趟朔方 并且在朔方建了奇师岛 童前卫在西北的业务扩张 很是缓慢 是近几年才开始慢慢展开的 但是童前卫自成立开始 就无时无刻不再渗透朔方 现在的朔方 到处都是童前卫的影子 即便是朔方军中 林昭也有一些眼线 因此 对于朔方的消息 童前卫比谁都敏感 说到这里 张英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道 惠总上面的这些消息 属下与另外两个半前商量了一番 属下们推测 和西节度史肖成 很有可能已经与康东平开始合作 甚至已经完全倒向了吐蕃 至于原本就是一族的 北庭节度史乎严准 更是几乎可以断定 已经倒向吐蕃了 林三郎微微低眉 他沉默了许久 然后微微低眉 长安城这段时间怎么样 靖军还在长安城里 接管长安城房 宋王旭与四公台 大肆捕捉宗室 现在不管是宗室 还是朝堂上的臣子 都静若寒蝉 战战兢兢 现在 天子已经完全把控住了长安的局面 但是 张英顿了顿 继续说道 但是天子在长安根基太浅 如果河西节度史萧城 借着中宗皇帝后四的名义起兵 只要朝廷进军的战况 略处下风 那么长安城里 被天子压下去的矛盾 就会再一次爆发 这种矛盾 张英低眉道 很有可能会把这位天子 直接逼到死路上 宏道天子虽然手段不错 短短三年多的时间 就完全掌握了长安进军 并且能够直接控制住 整个长安的局势 但是 他根基浅薄 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皇帝根基浅薄 最明智的法子 就是缩起头来当皇帝 当一个点头铃救世 谁也不得罪 这样才能够把皇位做得安稳 但是 宏道天子虽然前两年 表现得很是低调 几乎完美地扮演了 点头铃的角色 但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他便渐渐开始攫取权力 想要把朝廷的权力 都拿到自己手里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子 于是乎 不可避免地 会得罪很多人 朝廷政局稳固 当然可以这么做 只要有本事 把长安城里的宰掉一半 他都可以继续做他的皇帝 但是这一切 都是没有外部力量干涉的前提下 假设 假设和熙节度使萧成 打着恢复朝廷征兽的名义起兵 不要说和熙军打进长安 只要和熙军能够打到关中门口 长安城里的皇帝陛下 就要面临巨大的压力 到时候 这种压力 不只会来自宗室 还会来自朝堂 来自勋贵 甚至来自于禁军 来自于长安城里的百姓们 他父亲不是皇帝 他祖父也不是皇帝 他在长安城里没有输败兄弟 只有他自己孤身一人 以及这三年来 辛辛苦苦拉拢的一些新朝官员 但是 这些官员未必就靠得住 这其中的道理 再明显不过了 假如和熙军真的打到了关中城下 那么大周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被官员们联合起来废掉的皇帝 张英能想到这些事情 林昭自然不会想不到 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沉默了许久 许久之后 他才缓缓说道 依你看 何熙军肖成会起兵的概率有多少 王爷 肖成收留中宗皇帝的孙子 魏王世子李赵 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张英缓缓说道 假如 假如肖成没有起兵造反的心思 他根本不可能收留李赵 何熙军在康东平谋逆的时候 都没有出兵秦王 可见 这个肖成万事以利益为重 更不可能因为别的原因去收留李赵 从而得罪整个朝廷 他愿意这么做 肯定是觉得有更大的利益可图 而更大的利益 当然是在关中了 说到这里 张英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根据属下等人的推测 肖成起兵的概率 几乎达到十成 区别只是起兵的时间长短而已 而影响何熙军起兵时间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 朔方军的态度 朔方军如果要为国守门 那么何熙军应该会犹豫一段时间 如果朔方军对何熙军视若无睹 甚至 甚至假如何熙军的队伍 那么 可能就是这几个月时间 西北立刻就要大乱了 张英恭敬低头 不过咱们平卢军在东北 西北的事情 其实是影响不到咱们的 问题是王爷您的态度 假如何熙军起兵 兵发长安 咱们平卢军要如何抉择 岳王爷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微微皱眉 他挥了挥手 开口道 好了 事情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张英恭敬低头 属下告退 铜前卫是情报组织 不是参谋机构 因此 林昭只需要铜前卫给他提供情报 并不会与铜前卫商量策略 张英离开之后 林昭一个人坐在书房里 沉思了许久 最终 他才沉声开口 赵诚 去把我二舅请来 林昭的二舅郑通 先前带着林二娘 一起回了行娘 现在已经跟着林二娘 一起回到了青州 不过郑家 在青州另有宅邸 而且是占地极大的大宅 距离岳王府有一段距离 因此 一直到半个时辰之后 郑通才跟着赵诚一起 来到了岳王府的书房 见到郑通推开书房门进来 林昭立刻起身 对着郑通拱手行礼 郑通微笑道 咱们自己人 三郎不必这么客气 说着 他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开口道 三郎找我这把老骨头来 不知道有什么事情 看得出来 郑大官人心情不错 郑温的冤案被朝廷翻案 他们这些流亡在外的郑家人 重新回到了阳光之下 并且重新回到了郑家 再加上中宗皇帝的后四 先后遭难 作为当年那场大案的 直接受害人 郑通当然开心 林昭也坐了下来 他看向郑通 开口道 旧父与吐蕃有生意往来吗 郑通文言 低头想了想 然后开口道 从前好像是有一些 不过这两年 我对伤势没事腰兴趣了 大部分事情 都是你五舅郑帽在做 怎么 三郎想要去吐蕃做生意 不是要去吐蕃做生意 林昭摇头 把西北的事情 大致与郑通说了一遍 然后低眉道 西北的局势 不知不觉中 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我想要随时掌握吐蕃的动向 因此想要问一问 大通商号在吐蕃有没有生意 如果有 我的铜前卫要过去一些 铜前卫在西北布局比较晚 在河西节度史 与北庭节度史控制范围内 都没有什么眼线 更不要说是更远的吐蕃了 而西北这场乱局 明面上是河西节度史 萧城在主导 实际上 还是要看吐蕃人会不会出兵 吐蕃如果不出兵 一个朔方军 萧城就很难解决 听到凌昭的这番话 正通先是愣在原地 然后一拍大腿 大叫道 好 好啊 李州终于到了恶有恶报的时候了 正大官人眉开眼笑 他看向凌昭 笑着说道 三郎 这对于你来说是个莫大的机会 等到西北的萧城先手一动兵 你立刻就有理由后手出兵关中了 正通府长微笑道 到时候 平如军在关中大败贼军 既有理又有面 等平如军占据了长安城 在运营几年 实际成熟了 三郎便可以在长安受善 天下一醒 皆大欢喜 正通三言两语之间 就把凌昭的未来的事情 安排得明明白白 岳王爷低头苦笑道 突厥人也不是好相遇的 再加上天下诸侯不知道多少 也不止我和一个萧城 再说了 凌昭淡淡地说道 假使萧城出兵 我随后出兵去关中秦王 到时候 朝廷不会以为 我是去帮他们的 只会两边设防 甚至防咱们比方萧城 可能还要严重一些 他看向正通 陈生道 舅父 这件事情不能大意 我需要尽快在 吐布人那里布置耳目 知己知彼 才能做好万全的准备 正通低头沉映了一番 然后点点头 老五现在人在地周 这样吧 我这就派人与他联系 最迟后天 给三郎答复 如何 好 灵昭看向正通 微微叹了口气 舅父 这天下时事 有时候真是步步推人前行 正通哑然一笑 你能有这种感受 说明天命在你 这天下 需要一轮新的太阳啊 宏道三年秋十一月 和西节度史 萧城与北庭节度史 互言准一起 联名发布习文 以扶李周正硕为名 高举魏王世子李赵的旗帜 宣布即将于次年新义军 征讨长安 扶正朝纲 习文里 列举了宏道天子 近两年屠杀宗室之举 并且以宏道天子的身世为由 明说这位宏道天子 乃是野种 并非李氏宗室 习文之中 明里暗里地表示 宏道天子之所以能登基四位 是因为别有用心之人的扶持 这才导致李周皇室旁落 中宗皇帝血色遭难 同时 萧城呼吁天下议事 一同响应 以澄清还宇 静安天下 这两位节度史发布习文之后 基本上就是明治造反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习文发布之后 不管是何西军 还是北亭军 都没有动作 也就是说 他们只喊了喊口号 还没有开始行动 两个节度史都表示 他们将在次年 也就是宏道四年的春天 骑兵征讨长安 以还大洲朝野清明 虽然两个节度史都没有动作 但是这一纸习文 可以说是一旦激起千层了 习文发布之后 就被司工台的情报人员 火速送往了长安城 因为是六百里加急 这份消息到第四天 就送到了司工台 现任大太监陈景守中 陈景接到了这份习文之后 双手都在止不住的颤抖 他匆匆来到了甘露殿 然后贵夫在了天子面前 双手将这份习文高高捧起 陛下 西北急报 天子这会儿正在看书 文言放下了手中的书卷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 双手微颤的陈景 淡淡地说道 怎么了 荒成这个样子 天子面色平静 西北造反了 陈景深呼吸了一口气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是 河西节度史萧成与 北庭节度史互言准 共同发布大逆不道的贼书 奴婢们连夜将贼书带回来了 红道天子低眉道 拿上来给朕看一看 陈景恭敬点头 把这份习文递到了天子面前 红道天子展开文书看了看 然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文采还不错 看来西北也不是没有读书人 陈景身子微颤 低头道 陛下 这份文书 要不要封锁消息 这有什么可封锁消息的 天子面无表情 逆贼作乱 难道还要 朕替他们遮掩不成 请郑士堂载府 兵部尚书李旭 以及六部九卿 道甘露殿议事 陈景微微低头 声音恭敬 奴婢遵命 红道天子挥了挥手 去罢 这位天子 现在并不怎么慌张 事实上 从河西节度史萧成 收留魏王世子李兆开始 天子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件事 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很快 郑士堂的几位宰府 以及六部九卿 都被叫到了甘露殿之中 皇帝陛下很直接 对着陈景说道 把这习文给诸位爱卿传看 陈景连忙 把这份习文一一给众人传看 能坐在这里的 都是在文山独海之中 洗练出来的人物 阅读文书的速度都不慢 很快这份习文 就在众人手中传了一遍 等众人都看了一遍之后 天子扫视了一眼众人的表情 微笑道 朱卿 可有认同这份习文呢 如果在座朱卿 都觉得正是山野道士 非是李家血脉 那么朝廷 也就魅族与西北诸军打仗的必要了 朱卿可以立刻将阵绑了 交送西北 天子微笑道 然后把那位魏王世子李赵 迎到长安来为帝 这样皆大欢喜 也免得兵灾盗铃 生灵涂炭 听到天子这番话 众人都面面相去 最终 还是身为兵部尚书的李旭 缓缓站了起来 他先是对着天子躬身行礼 然后转身 看向诸位朝堂高层 陈生道 朱公应当记得 当年康东平造反的时候 用的也是宗室名义 扶植的是中宗皇帝第六子李济 可康东平进了长安之后 把持长安朝政部说 没过几年 便废了李济 自立为帝 建立了尾焉 这些军头的篡逆之心 昭然若揭 既然何西军与北平军 已经树其造反 朝廷万没有退避的道理 应当立刻起王室逃逆 听到了李旭的话 众人一阵沉默 谁都知道何西节度使萧城 只是给自己找一个造反的理由 不可能是为了什么李州这么说 但是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如果何西军与北平军联手到来 朝廷现在十来万的长安禁军 到底能不能挡得住这些叛逆 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毕竟 自泛阳之乱后 不管是百姓阶层 还是官员阶层 都对朝廷的战斗力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李旭 无疑是坚定的保皇党 他坚持保皇帝的原因是 现在 红道天子 依旧没有把火药方子拿出来 朝廷的火药司 也还在筹办之中 况且 萧城所谓的李州正硕 根本就是胡扯 当初红道天子李玄通 认祖归宗 是李家宗府给入的集 也验明了身份 不存在什么也重一说 即便朝廷真的把皇帝给交出去了 萧城等人 也不会放弃造反 更要紧的是 一个国家 如果仗都不打 就把自己的皇帝给交出去 那么这个国家 与灭亡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坐在地座上的天子 俯瞰群臣 然后 这位皇帝陛下 淡淡地说道 诸位都在长安 是非公道 应当都在诸位心里 中宗皇帝的后嗣 之所以被杀被贬 统统都有罪证 每一个宗室论罪 都是经过三法司公断的 宏道天子这句话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宗室犯罪 不在三法司管辖范围之内 应当交给宗府处理 皇帝 把这些人交给三法司 本身就已经说明了皇帝的态度 那这些宗室 自然没有办法讨好 不过 这些宗室 也的确都是因为自身有问题 才会被朝廷查到罪证 天子眯了眯眼睛 看向甘露殿里的这些六部九卿 声音沙哑 诸位都是朝廷栋梁 这个时候 一言不发 似乎不太合适吧 听到皇帝这句话 郑士堂的五个宰相坐不住了 现任的郑士堂首相陈正 默默上前 对着天子拱手道 陛下 这件事没有什么好商议的 逆贼作乱 朝廷自然要起王室征讨 我大洲 在西北还有朔方军 陈以为 当立刻给朔方军下圣旨 命令朔方军征讨叛逆 陈正顿了顿 陈声道 即便朔方军不动 也是西北叛军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 有朔方军在 陛下大可不必忧心 天子再一次眯眼 看向了站在下手的经兆尹齐轩 淡淡地问道 齐府军 你说 朕需要忧心吗 这份习文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爆炸性 因此很快便传天下 正巧这段时间 林某人的同前卫正在西北布局 因此这个消息 也在第一时间被同前卫知晓 并且火速送往了青州 只不过西北距离青州 比距离长安的距离要远上很多 因此 林昭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距离长安甘露殿会议 已经过去了三天时间了 而岳王殿下 看到这篇习文之后 立刻就把号称青州宰相的沈辉 请到了岳王府 给沈辉看了这习文之后 林昭坐在主位上 无奈摇头 我不曾得罪萧成等人 这次造反 还非要把我带上 说什么 我林昭扶持也倒是登基 意图颠覆李州正统 虽然习文上没有指明林昭 但是明里案里都说了 是林昭扶持宏道天子登基 图谋不轨 而萧成 因为受中宗皇帝提携 意图要扫清腰分 让大洲重新回到正轨 看完这封习文之后 沈辉沈昭明也摇了摇头 无奈一笑 王爷 这萧成宏道天子的反 还要把您带上 按照他这习文上所说 仿佛您成了宏道天子的靠山 要我真是宏道天子的靠山 朝廷如何会与我争夺一个太原府 林昭摇头 低眉道 最多 只能说是旧友而已 我那个旧友 从前心思干净清爽 他心里像什么 我能猜到个七七八八 但是他做了皇帝之后 心思似乎一天重过一天 现在的我 已经看不清楚 他心中所想了 说到这里 林昭指了指这份文书 开口笑道 不过不管怎么样 西北大乱 咱们也不能全无动作 先生如何看 沈辉坐在林昭对面 思索了一番之后 开口道 这份习文 对于咱们青州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长安城 却是如同震雷一般 现在要看长安城里的 那位天子手段如何 如果天子不能设服群臣 那么不等西北叛军入关中 长安城里的人自己 就把皇帝给卖了 沈辉缓缓说道 如果是这种情况 王爷就有足够的理由 出兵秦王了 到时候 关中难免一场大战 不过只要王爷 能够硬下这场战斗 中原大局 至此一战而决 如果皇帝 依然能够掌控朝廷 那么就看朝廷 能够对抗西北多久 以及朔方军 会不会下场了 假如朔方军不插手 等叛军入关 王爷 您依然有理由 进京秦王 如果朔方军插手了 那么朔方军 即便不被打烂 也要被打残 而即便河西军 与吐蕃人联手 朔方军 也可以把他们 打掉一半以上 打到半残 说到这里 沈辉看向林昭 突然淡然一笑 王爷 不管是那种情况 对于咱们平庐军来说 都可以说是好事情 现在 咱们只要静静地观望 时局变化就是了 沈辉是出了名的心思缜密 他的这番分析 可以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 林昭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低头沉思了片刻 他突然看向沈辉 开口问道 先生 如果皇帝可以掌握朝廷 并且给平庐军下诏 让平庐军立刻吸进 抵抗西北叛军 我应该如何做 听到林昭这句话 沈辉也愣住了 他并没有考虑到这个情况 而现在 林昭的的确却 还是大州的臣子 假如 皇帝陛下公开下旨 让他吸进迎击 或者围剿叛军 他还没有什么推举的理由 虽然平庐军可以养奉应为 可以装作没有看到朝廷的诏书 但是一旦如此 就说明林某人的平庐军 已经在明面上 完全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在这种情况下 将来诸侯争霸的时候 平庐军会第一时间 失去道德高地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不管做什么动作 都会艰难不少 沈辉沉默了片刻 看向林昭 微微低头 王爷 假使朝廷征召平庐军参战 王爷 您也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路 就是隔岸观火 坐视不理 等西北与观中乱成一团的时候 王爷您带着养精蓄锐的平庐军 在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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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天下 第二条路 沈辉抬头看向林昭 面色平静 假如王爷 您自认为平庐军 完全有控场的能力 就可以在接到旨意之后 立刻带兵重返长安 只要平庐军足够强大 就不用避回任何事情 王爷 您带着平庐军 就可以镇压关中 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林三郎眯了眯眼睛 摇头道 平庐军兵力再增长一倍 不用等萧成兵力关中 咱们现在就可以出兵 扫兵天下 但是现在 说天下无敌四个字 为时过早了 现在 先看一看长安城那边 会是什么反应吧 林三郎缓缓说道 这一切 都要是红道天子 能够控制住局面的前提下 如果红道天子 控制不住局面 关中恐怕会再一次 飞速陷落 到时候 咱们也没有第二个选择 只能出兵勤王了 不过 林昭眯着眼睛 缓缓说道 不过说起来 这萧成胆子也真是大 齐大将军刚给我送信 说萧成 似乎勾结土拨人 意图谋逆 这才过了多久 本王有一点想不通 沈辉看向林昭 问道 王爷哪里想不通 我想不通的是 这个萧成 他就不怕我吗 林昭这句话 虽然有些狂妄 但是却是不争的事实 红道天子李玄通 乃是一个 没有任何背景的山野道士 即便他是张明太子的孙子 但是一个 做了三十年山野之人的道士 想要一举登顶地位 谈何容易 说句难听一点的话 没有林昭 即便李家宗氏死的 只剩下两个人了 皇位也不太可能 落到他李玄通头上 李玄通能够在长安玩弄权术 甚至掌控朝廷 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背后 站着一个林某人 一个平庐节度士 现在 萧成公然起草习文 拿李玄通的身世说事 拿皇室正统说事 分明就是公然 与林某人畅反调 而萧成与林昭 更直接的冲突是 他甚至在习文里 点名了李玄通即位 是林昭所为 这就是公然在挑衅林昭了 这天底下 上一个与林昭作对的是 契丹克汗 耶律卓 而这位契丹克汗 现在手下的兵力 几乎折损近半 用元气大伤四个字 都不足以形容 非要形容的话 只能说是金断骨折 沈辉坐在林昭对面 微微低头 开口道 属下猜想 这个萧成之所以胆子这么大 绝不是他自认 能够与王燕宁叫板 而是因为他 背后有人 康东平 吐蕃人 林三郎微微低眉 面无表情 很快 他就不会这么想了 此时的长安城 暗中已经是乱流汹涌 城中的上层 甚至包括一些负伤在内 都是各有各的心思 只不过 现在的长安城 依旧在禁军的控制之中 这就导致 虽然大家心里 或多或少 都有自己的心思 明面上局面 依旧还在控制之中 最起码 大家该去太极公上朝的时候 还是会去太极公上朝的 毕竟即便西北叛军 要攻打关中 也是明年的事情了 真要慌 也应该明年的时候再慌 而洪道天子 表现的则是相当平静 他依旧每天接见大臣 该上朝也会继续上朝 只是几天时间里 他连续召见了好几次 金赵颖齐宣进攻议事 在长安城收到西北叛军 细闻之后的第四天 天子再一次把金赵颖 召进甘露殿意识 金赵颖齐宣齐府军 进入到了甘露殿之后 正要对着天子低头行礼 地座上的天子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缓缓说道 没有外人 表叔不必多礼了 齐宣恭敬点头 然后垂手站在一边 天子看向齐宣 问道 表叔 朕 即位至今 已经三年有余了 这三年多时间里 表叔一直是我大周的金赵颖 长安诸事 竟在表叔眼中 表叔看来 朕 朕这个皇帝做得如何 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都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 对着皇帝大拍马屁 但是齐宣心里清楚 这个时候的皇帝陛下 并不想听什么马屁 他想听一些实话 这位做了很多年 金赵颖的府军大人 沉默了片刻 对着天子嵌声道 圣人言行 非臣下可以议论 若圣人非要臣说 臣只能说 齐府军叹了口气 开口道 远胜先帝 论起个人能力 以及性格来说 先帝李循在大洲十余位皇帝之中 可以说是最糟糕的几个人之一 直追当年昏庸无道的大洲陵帝 因此 只要是正常人来做皇帝 都可以配得上 远胜先帝这四个字 本来 如果是李循的儿子即位 远胜先帝这四个字 也是不能说的 毕竟不能当着别人儿子的面骂爹 但是现在中宗皇帝世系旁落 宏道天子 还与中宗皇帝有些仇怨 因此远胜先帝这四个字 不止可以说 还可以大跃特说 说出来 皇帝表面上不说 说不定心里也会高兴 宏道天子看向齐轩 微笑道 这么说 在表叔看来 朕这个天子做得还算不错 齐轩恭敬低头 陛下圣名 天子低眉 继续说道 但是现在 西边有人举气造反了 不只是西边 长安城里也有很多人 不想让朕继续当皇帝了 齐府君沉声道 乱臣贼子 仅可以诛之 表叔能这么说 朕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天子说完这句话 从自己的桌子上 取下一本文书 让陈景帝到齐轩手里 开口道 表叔 这是朕亲笔写的一份诏书 也可以说是一封书信 劳烦你 劳烦你做一次天使 替朕送到灵州去 交给齐大将军 替朕转告齐大将军 就说朝廷存亡 全在他老人家一念之间了 齐轩接过这份文书 目光有些诧异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子 小声道 陛下您 放心派臣出京 齐轩是祝国大将军 朔方节度使齐师到的长子 也是齐家未来的接班人 齐师到一共两个儿子 小儿子一直跟在身边 如果大儿子也到了朔方军中 那么他的身上 也就不剩下什么束缚了 清元至子 太过下诚 天子面色平静 齐大将军置于朝廷 便是称天的住时 如果他有什么异心 朝廷他变塌了 难不成 朕还会用孤祖母一家人的性命 去威胁他不成 朕虽然出身山野 但是现在也是大洲的九五之尊 这种下作的事情 朕不会去做 天子低眉道 存则存 王则王 朕淡尽人世 然后尽听天命 齐轩双手接过这份天子文书 恭敬低头 陈灵旨 这一次 叔侄俩之间虽然很是坦诚 但是有些话 大家都很有默契的没有说明 比如说 齐轩也有儿女 齐轩家里的老大师的女儿 与林昭的儿子林青差不多大 他除了这个女儿之外 家里还有两个儿子 有儿女 也有夫人 这些人 齐轩没有理由带他们北上朔方 朝廷也不会让他带着孩子们去朔方 而且在这个时候 带家人出长安 与表明立场叛国 都没有什么分别了 齐轩向天子行礼之后 然后对着天子 再一次低头道 陛下 西北叛军 如果只是河西军与北庭军 那么他们连朔方军的屏障都过不来 更不要谈造反了 臣以为 萧贼既然敢竖旗造反 背后一定有倚仗 又可以突破朔方军的倚仗 因此 只一个朔方军为国屏障 是不够的 天子摇头苦笑道 朕也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朕现在 实在是无人可用了 陛下 您还有平庐军可用 齐轩面色平静 开口道 平庐军至今 还是大洲的军队 而且是大洲最强的军队 这种军队 朝廷没有道理不用 莫耸郭替活钩废剧横弓 忽如伏西夹煞钻 要勤骂戒功 AB奔汉 等侠去子火 杰鲁西艾曾 郭凡奔汉 佛起 全寻脊嘴 使为抗散捐炼片 会沾层翻护夹路 向达人 骂躺心 护西叫起 莫 天子叹了口气 看向齐轩 表叔 如今的平庐军 明面上是朝廷的军队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 只有岳王昭一个人清楚 关中应对西北叛军 已经很是艰难 如果再引狼入室 陛下 您不能这么想 齐轩深呼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您要想 假如岳王凌昭有一心 在朝廷面对危局的情况下 他是一定会来的 到时候 朝廷父辈受敌 会更加危险 也就是说 假如凌昭有造反的念头 不管朝廷下不下指召唤平庐军 平庐军都会来 而朝廷也都很难继续存在下去 因此 陛下要堵凌昭不会造反 或者说 凌昭暂时不会造反 如果是这样 朝廷就可以驱虎吞狼 朝廷仍然有喘息的余地 齐轩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声音平静 当然了 臣只是提出一个建议 这件事该如何做 还是需要陛下做出决断 天子神情复杂 朕明白了 齐轩恭敬低头 臣告退 明天一早 臣就出发前往凌州 嗯 天子叹了口气 辛苦表输了 不敢 齐轩恭恭敬敬地退出了甘露殿 等齐轩离开之后 天子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椅子上 沉思良久 许久之后 他才悠悠地叹了口气 罢了 这位置 反正也是你给的 大不了还你就是 陈锦 大太监陈锦恭敬低头 奴婢在 去指笔来 朕要写一封信 齐轩虽然是晋氏出身的文官 但是他实际上是将门之一 虽然没有弟弟齐平那样精通公马 但是他的奇数在当年长安城一众世家公子之中 也是一流的 现在他虽然已经三十多岁 但是马上功夫依旧没有丢下 接到皇帝的圣旨之后 他回家告别了弃子母亲 第二天便带着十几个随从 骑马奔向灵州 灵州 在长安正西北方向 距离西安差不多一千二百里路 因为关道畅通 再加上齐轩等人一路换马 每天能赶路四百多里 从长安出发之后的第三天 一众人便来到了灵州 到了灵州之后 齐轩直奔灵州朔方军大营 这个时候 骑士道也知道了大儿子要来 特意命令幼子齐平 在大营门口等待 见到了兄长的马匹之后 人高马大的齐平立刻上前 对着齐轩深深作依 大兄 齐轩跳下马匹 把齐平扶了起来 伸手拍了拍齐平的肩膀 叹了口气 二郎 你又黑了一些 此时 兄弟俩已经差不多三年未曾见面了 他们自小在一起长大 感情自然很深 此时久别重逢 兄弟来的眼眶都有些发红 齐平低着头 失去眼角的泪水 拉着齐轩的手 开口道 父亲知道大兄要来 一早上就在大营里等候了 我领大兄去见父亲 齐轩点头 在自己兄弟的接影下 很快来到了朔方军的帅杖 在帅杖之中 见到了头发 已经白了许多的骑士道 这位金兆营 立刻跪在地上 双目含泪 孩儿叩见父亲 骑士道也看向跪在地上 头上也有了几缕白头发的儿子 上前把儿子搀扶起来 好孩子 这些年辛苦你照顾你娘了 这么些年 骑士道一直在外带兵 尤其是泛杨之乱后 齐家的老二齐平 也跟在了他的身边 留在了朔方军中 也就是说 从泛杨之乱开始 长安城齐家的大小事情 就基本上是齐轩在打理了 更要紧的是 齐轩还在长安认金赵尹 大小事情繁杂 以至于现在的齐辅君 虽然才三十多岁 但是头上已经有白发了 孩儿分锁当围 齐轩站了起来 看向齐师道 叹了口气 父亲 您年纪也大了 要不然就回长安去 军中的事情 交给二郎打理 您也到了休养的时候了 就算休养 为父也不会回长安 而是回青州 齐师道低眉道 而现在的青州 齐师道是青州人 临昭麾下的赵甫平 齐盛等人 都是齐师道的青州老乡 其中 齐盛还是齐师道的族职 作为一个青州人 齐师道在外打拼大半生 如果想要告老 自然是要归还顾礼的 只可惜 他的顾礼 现在已经被灵昭发展成了大本营 一时半会 以他的身份 还真不方便回去 父子俩 续了一番旧之后 齐师道这才看向自己的儿子 开口道 轩儿 你是金赵乙 长安城里的许多事情 都要你来操忙 你你是如何离开长安的 齐轩叹了口气 从怀里掏出那份天子文书 递在了齐师道手里 开口道 父亲 这是天子给您的诏书 天子说 既是诏书 又是书信 请您老人家过目 本来 齐轩作为天使 也就是钦差 齐师道见了他 说不定都要下跪 尤其是宣旨的时候 更是要下跪迎接 但是毕竟是父子俩 这些过程也就省了 齐师道接过这份文书 展开看了看 然后就递回了齐轩手里 陈生道 这份诏书 轩儿你看过吗 齐府君摇头 给父亲您的信 父亲未看 儿子当然不敢看 看看吧 齐轩点头 上下认真看了一遍书信 然后合上这份文书 递给了一旁的老二齐平 然后看向老爹 开口道 父亲 圣人的意思是 让您在朔方沿县 构筑防线 准备防守西北叛军的进攻 齐师道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朝廷不说 朔方军也会去做这件事 萧承这丝 年轻的时候 也是中宗朝的一员汉将 尤其是跟吐蕃人打仗的时候 着实立了不少功劳 现在年纪大越活越回去了 竟然开始与吐蕃人勾结了 这种通敌卖国的国贼 为父是 万万不能容忍的 说到这里 齐师道看向齐轩 陈生道 只是构建防线 需要大量的钱粮 再加上我朔方军兵力也未必够 朔方军可以替朝廷出生入死 朝廷那边 不能只给一纸空文吧 天子已经再跟户部沟通 让户部愁挫钱粮了 齐轩看着老爹 长叹了一口气 父亲 钱粮朝廷或许能给您送不少过来 但是兵力估计很难支援过来了 前些天圣人 还亲自去了一趟长安禁军大营 观摩禁军训练 结果是大失所望 把禁军上下一众人 狠狠骂了一通 长安禁军的战斗力 恐怕堪忧 听到齐轩这么说 齐师道冷笑了一声 先帝用人就不行 金上用人也不行 金上四位之后 几次调换禁军将军 以及副将人选 据为父所知 现在禁军几个领头的 齐轩叹了口气 开口道 圣人他毕竟痕迹浅薄 他想要在长安 在朝廷迅速站稳脚跟 就必须尽快控制禁军 而想要控制禁军 就必须要任用私人 那些愿意第一时间 彻底道向圣人的将领 又多半是没什么本事的软骨头 偏偏圣人控制禁军 还必须要用他们 不然长安立刻大乱 这就 这就陷入了不想用 但是又不能不用的尴尬境底 这才导致了禁军战斗力 一直不太成模样 过年的经兆尹 对于长安城的事情 当然是了如指掌的 许多事情 他一眼就可以看出事情的原委 比如说 禁军之所以孱弱的原因 他就说出了个七七八八 宏道天子在朝廷里全无根基 他想要通过手段控制朝廷 首先是要控制司公台 再者就是要控制禁军 而想要控制禁军 当然就是要在禁军的关键位置上 安插上自己人 而皇帝对于原先禁军一无所知 再加上在朝廷里全无根基 他想要控制禁军 就只能用那些第一批 倒向他的禁军将领 这位间接导致了 禁军高层能力不足的巨大问题 齐大将军坐回了自己的帅位上 他闭目沉思许久 然后默默抬头 看向自己的大儿子 开口道 轩 儿子在 齐轩面色恭敬 你会长安之后 转禀天子 齐大将军长出了一口气 声音严肃 无论如何 朔方军一定替朝廷 站到不能再站位置 因为事态紧急 因此齐轩只在灵州朔方军大营待了一天 第二天就辞别父亲 以及自家兄弟 赶回长安城 齐轩回到长安城之后 将歧视道的话 以及歧视道的奏书密成天子 于是乎 从次日开始 天子便下令户部 开始往朔方运送钱粮 就在户部筹集钱粮的时候 天子的另一封密信 也从长安城里送出 用六百里加急 送到了青州 与此同时 另一道天子照命 被送往了太原 林昭接到天子书信之后 只简单看了一遍 便哑然一笑 这一次 他没有让赵城去喊人 而是亲自离开岳王府 来到了青州城外的青州军大营里 找到了正在处理军务的赵歇 赵歇原本是青州将军 后来陪捡带兵出征的那段时间 他被调任幽州 任幽州副将 以及带将军 后来 林某人得胜归来 陪捡仍然任幽州将军 其胜调任帝州将军 赵歇仍然任青州将军 知道林昭到来 赵歇连忙来到大帐门口 半跪在林昭面前 恭敬行礼 末将见过王爷 不必客气 到你的大帐里说话 林昭把赵歇扶了起来 两个人一同来到了赵歇的大帐里 林昭在赵歇的主位上坐下 然后笑着说道 这一次来寻赵大哥 是有些事情 要赵大哥去办 赵歇毕恭毕敬地低头道 王爷有什么吩咐 派人来知会一生 就是了 您亲自来 属下如何当得起 林昭摇头道 都是自己人 不用这么讲究 事情有点急 再加上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正好出来跑跑 岳王爷微微低眉 缓缓说道 朝廷 很有可能要从太原撤军了 我的意思是 从青州军里 再调两万人到太原去 如果朝廷的进军果然撤兵 那么这两万人就增不进去 与原先的两万人 组成我平如军的太原军 如果 听到这里 找些低头 微笑道 如果朝廷的军队没有撤离 那这两万人 就换下太原那两万平如军 算是一个轮换 林昭拍了拍赵歇的肩膀 笑道 还是赵大哥了解我 赵歇看向林昭 轻声问道 王爷 先前咱们跟朝廷争太原的时候 朝廷那边无论如何 也要吃下一半太原 当时王爷 您是捏着鼻子扔下来的 怎么现在 朝廷突然要退出去 把太原让给您了 因为他们自身难保 林昭笑呵呵地说道 西北萧城虽然没有造反 但是已经竖旗了 且不说他们背后有没有突厥人 即便没有 只凭和西军与北廷军 也够朝廷喝一壶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 朝廷自然想收缩全部力量 固守关中 况且给咱们办的太原府 也是朝廷向我们示好 赵歇看向林昭 脸上露出笑容 王爷您的意思是 朝廷想让您出手 替朝廷平息叛逆 那倒没有 林昭眯了眯眼睛 开口道 皇帝给我写信了 信里大概的意思是说 他把太原送给我 说 如果叛军突破朔方防线 进攻关中 希望咱们平如军 拉他们一把 说到这里 林昭笑呵呵地说道 反正不管怎么样 朝廷如果肯让出太原 对于咱们来说 是天大的好事情 毕竟 太原距离长安的距离 只有青州到西安的一半 而且 太原在我们手里 整个幽烟 就都在我们手里了 到时候 咱们进退自如 能够操作的余地 也会大上很多 赵歇点了点头 对着林昭低头道 王爷您放心 末将稍后 就去准备人手 从青州再派两万人出去 赶往太原 林昭低头思索了一会儿 然后看向赵歇 开口道 这样罢赵大哥 你亲自带两万青州军去太原 如果太原那边的朝廷军队 还在 你就让军队轮换 再把原先驻守太原的平如军 带回来 如果朝廷的军队已经走了 陈生道 那赵大哥 你以后就任太原将军 领兵驻守太原 现在整个平如军中 规模最大的 无疑是幽州军 总体人数在五六万人左右 而太原的平如军 如果在A增长两万 总体规模就会到达四万 到时候 太原的平如军 就会成为平如军内部规模第二的军队 赵歇深深低头 对着林昭陈生道 末将遵命 岳王爷脸上露出笑容 对着笑着说道 无论如何 动身最早也是明天的事情了 今天我来都来了 就在这军营里 与赵大哥喝上一顿 就当替赵大哥 你送行了 赵歇笑着点头 很快吩咐手下人准备酒菜 没过多久 便在帅仗之中 与林昭喝上了 两个人酒量都算不错 因此 这长酒喝的 也就格外漫长 林昭是下午到的青州军 一直到晚上 他才晃悠悠地离开了青州军 回到了岳王府之中 这个时候 铜钱位里的半前张英 已经在岳王府 等候了小半个时辰了 见到林昭回来 张英连忙上前 林昭深深低头 王爷 太原的禁军 已经收到令旨 准备动身返回长安了 岳王爷听到这番话 整个人立刻精神了不少 他摇了摇头 酒意消散了三四分 然后看向张英 开口道 继续盯着 等到那边开始撤兵了 再来报我 另外长安城那边 也要随时盯着 只要是事关天子的事情 事无巨细 彤彤送到青州来 听明白了没有 张英对着林昭恭敬点头 属下明白了 去吧 张英恭敬低头离开 林昭晃晃悠悠的 来到了自己的书房之中 然后在书房里 展开了皇帝 从长安寄给他的那封书信 信的内容不短 足足两三页信纸 笔记也不是特别方正 可以看出 是天子亲笔手书 非是身边的小太监代笔 信里的大概内容是 晋军将从太原撤兵 让林昭派兵守卫太原 除了这桩公式之外 其他就是关于西北叛军的事情 天子希望平鲁军 在关键时候可以出手相帮朝廷 而在这两件公式之外 还有一件私事 天子在信里说 他有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 在信的末尾 他还写上了这三个孩子的姓名 此时此刻 这位皇帝陛下虽然没有明说 但是已经在很明显地暗示林昭了 他在脱孤 这位已经即位接近四年的皇帝陛下 在请求林昭 将来如果林昭进入长安城 或者说 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 希望林昭 能够让他的这几个孩子活下去 林某人再一次认真地看了看这封书信 微微摇头 他看向长安城 叹了口气 看来 一个合格的皇帝 也不能拯救李州 禁军目前 还在天子的控制之中 因此 在收到天子诏命之后 太原的长安禁军 便开始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太原 返回长安 这些禁军 大部分都是关中而狼 能够返回关中 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因此 太原的禁军 只收拾了一两天时间 便离开了太原 朝着长安去了 而此时的长安城里 已经神色疲惫的皇帝陛下 把宋王李旭 请进了太极公甘露殿里 甘露殿中 大太监陈景 手里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子 站在皇帝身侧 等到李旭进入甘露殿 并且向天子行礼之后 天子低眉 淡淡地说道 陈景 把东西给宋王叔 大太监陈景立刻低头 捧着木盒子 把木盒子递到了李旭手里 宋王殿下 此时已经感受到了什么 他双手微颤着 接过这个木盒 然后抬头看向天子 声音有些微颤 陛下 这是 这是火药的方子 天子低眉道 朕已经全部没了出来 自今日起 由宋王叔你 还有司公台 一起组建火药司 朕希望 朕希望这火药在皇叔手里 真的能够就遗救大众 李旭恭恭敬敬 贵父在天子面前 对着天子深深低头 臣 定然不负陛下重托 陈景 大太监陈景 立刻跪在天子面前 对着天子叩手道 奴婢在 宋王叔认火药司司政 你在火药司里跟着帮帮忙 做一做宋王叔的副手吧 陈景跪在地上 毕恭毕敬 奴婢不胜荣幸 天子叹了口气 又看向李旭 开口道 宋王叔 这火药需要的材料 这这几年 也让人暗中采买了一些 藏在长安城外的几个库房里 稍后正会让司公台的人 把这些库房的地址给你 除此之外 这两年朝廷在青州 花了不少代价 弄出了一个在青州的火技术 替岳王昭制作火器的匠人 稍后陈景也会带你去见这个匠人 朕该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了 咱们长安城的火药司 能够发挥多大的能耐 就看王叔你了 李旭再一次对着天子扣手道 陈一定拼尽全力 好了 王叔这就去办吧 有什么需要的务实 就跟陈景说 陈景会给王叔想办法 是 一脸兴奋的李旭 手捧着这个盒子 兴冲冲地下去了 而陈景 也在皇帝的授意之下 跟着李旭一起离开了感觉 一起商量着 组建火药司的事宜去了 等到这两个人都离开之后 才有一个老道士 慢悠悠地从一旁走了出来 老道士看了看地座上的天子 微微叹了口气 你以前说过 你永远不会用火药充当武器 师父 弟子也没有办法了 弘道天子常常地叹了口气 看向老道士 可能弟子 生来就不适合当皇帝 这三四年时间 虽然已经担惊截律 但是还是做不好这个天子 平衡不了各方势力 说到这里 天子看向老道士 默默地说道 而且老师 弟子已经有后人了 从前的弘道天子 或者说从前的李旋通 除了一个老师之外 无牵无挂 但是现在的弘道天子 有了孩子 也就有了牵挂 这个时候 被世俗浸染了四年的李旋通 已经远远没有四年前的李旋通那样 自意洒脱了 李旭这会儿 虽然在宗室之中的名声不太好 但是他是朝廷的兵部尚书 又是弘道天子身边的弘人 即使是大朝会的时候 天子仍然是一口一个皇叔 因此 李旭在长安城里的地位 还是很高的 毫不夸张地说 即便换了个皇帝 他李旭依然是长安城里 最有权势的宗室 这位大洲的宗室 对于家国设计的执念极重 在拿到了天子点的方子之后 他甚至没有来得及看方子 就开始在城里城外物色场地 因为事态紧急 第二天 他就在城外包下了一处大庄子 把这里定为火药司的 首个生产作坊 定下了作坊的位置之后 李旭又开始马不停蹄地物色匠人 他毕竟是地位极高的大洲亲王 在长安城影响力很大 两三天时间 李旭就召集了一百多个匠人 聚集在了这处庄子之中 然后 然后李旭便前往皇帝先前交代的几个仓库 将仓库里所有的原材料 统统取了出来 取材料的时候 李旭还特意问了 问这几个库房存储原料的时间 这不问不知道 一问下来 最早的一个庄子 在红道元年的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在存储火药原料了 也就是说 这位皇帝陛下 在两年前就开始准备 或者说筹备建立火药司了 拿到了这些原料之后 李旭马不停蹄地奔向火药司 然后他拿着从宫里取出来的方子 开始亲自调配 李旭通的火药方子 已经不是他与他老师两个人 弄出来的那个制作爆竹的野方了 当初 林昭在青州开始弄火药的时候 曾经把他请了过去 帮忙支配火药 那个时候 李旭通拿到的方子 就是林昭提出来的方子了 在此之后 李旭通在青州军待了一年多 每天都在青州当时的火药署 在这个过程里 火药署的方子也更新了几次 因此 李旭通给李旭的方子 已经是比较成熟的火药方了 根据这个方子 李旭很快支配出来了 大洲的第一份火药 这位大洲的宋王殿下 在火药司里激动得又蹦又跳 紧接着 李旭让人买来大量陶罐 开始模仿青州 做火药填充陶罐的武器实验 整整三天时间 李旭都没有离开过火药署 三天之后 一个陶罐出现在了李旭面前 这位宋王殿下 激动得双手颤抖 他亲自抱着这第一个陶罐 然后来到了火药司前院的空地上 点燃了这个陶罐 随着宋王殿下的亲自点火 陶罐轰然爆碎开来 随着一声巨响 陶片纷飞四箭 这位宋王殿下 看着爆炸的黑烟 以及四下飞溅的陶片 激动得开怀大笑 他兴冲冲地抱来了 火药司的第二个陶罐 准备再一次点燃 这一次 还没有来得及点燃陶罐 李旭便直接一头栽倒在地上 昏迷了过去 人是不行 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怎么合眼 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赵仙还没有带着平卢军赶到太原 就已经收到了太原的禁军撤退了消息 与此同时 太原影也跟着长安禁军 一起回长安树址去了 可以预见的是 这位太原影回到长安之后 可能会称病 也可能会因为其他的原因 反正短时间内 他是不可能再回到太原了 也就是说 太原影这个位置 朝廷虽然没有直接给林昭 但是却给林昭空出来了 实际上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长安禁军离开太原 朝廷的太原影 就算继续就在太原 也没有办法再管什么事 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做得干脆一些 就在赵仙带人进驻太原的时候 京城的宋王李旭 已经卧床数日不起了 这位宋王殿下 一来是过度劳累 二来也是心神耗尽 再加上在火药丝 心情激动的情况下 直接昏厥了过去 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 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李旭一直躺在床上 没有办法下床 全天都需要宋王府的下人们伺候 偏偏他现在 在长安城里 已经没有什么朋友了 几天时间 基本上没有人来上门探望 只有他的表弟 京兆尹齐轩上门探视过 只可惜 李旭病倒在床上 连正常的沟通 都没有办法沟通 齐轩在长叹了 一口气之后 也只能无奈离开 这位宋王殿下 在床上躺了七八天之后 才渐渐意识清醒 但是浑身酸痛 没有办法起身 只能呼唤王府的下人过来 询问了这几天的情况之后 这位宋王殿下默默说道 去 把 把齐府军请来 下人们恭敬低头 立刻就有人去金兆府请齐轩了 只可惜 现在金兆府的事物 也很是繁重 齐轩分不开身 一直等到傍晚下班之后 他才坐着自己的轿子 提了一些国品 来到了宋王府门口 进了宋王府之后 齐轩很快 被请到了李旭床边 看着躺在床上 面容哭搞的李旭 齐轩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 心中感慨万千 他们的年纪相差并不大 林昭刚进长安考学的时候 林昭十六岁 齐轩十九 接近二十岁 那个时候的李旭 也就二十三四岁而已 彼时的宋王世子 乃是长安城一流的贵公子 不知道多少少女 暗中倾慕于他 但是现在 才过去多少年头 不过十几年而已 即便是现在 李旭也还没有满四十岁 但是这个还没有到 不惑之年的宋王殿下 此时头发白了许多不说 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荡然无存 比起十几年前那个宋王世子 简直判若两人 王兄 齐轩搬了把椅子 坐在了李旭旁边 看着李旭憔悴的面容 长叹了一口气 身子可好一些了 李旭努力伴坐了起来 看着齐轩 开口道 我的身子 没有大碍 冒昧请你过来 是想问一问 我卧病在床的这些天 长安 有没有什么大事 说到这里 他自嘲一笑 你也知道 我现在在长安城 人艳狗贤 也只有你这位府军大人 还任我这个表兄 齐轩叹了口气 开口道 王兄不必这么说 我知道你也有你的难处 说完这句话 齐轩大概把最近一段时间 长安城里的大事 跟李旭说了一遍 当听到皇帝 从太原召回禁军 以及太原影之后 这位宋王殿下 立刻瞪大了眼睛 把太原让出去 宋王爷声音沙哑 岂不是三境之地 进入林三之首 齐府军看了一眼李旭 笛声道 小弟觉得 圣人 太原的两万禁军 挡不住林三郎 甚至就连平路军 留在太原的两万人 都挡不住 与其这样 还不如把太原让出去 这样平路军距离长安野近一些 说不定可以威慑到西北的叛军 眼下朝廷这个局面 也只能如此了 李旭深呼吸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看向齐轩 再一次问道 火药丝呢 王兄依旧是丝政 齐府军缓缓说道 圣人说了 王兄暴病在身 由大太监陈锦 暂时熟理火药丝的事物 等王兄什么时候好了 再去打理火药丝 听到这里 李旭才松了口气 他看向齐轩 开口道 兄弟 长安粮食充佩服 齐轩是金兆尹 他管理的范围 不止一个长安城 整个金基都在他的辖下 而且 齐轩已经做了很多年的金兆尹 长安城的情况 没有人会比他更熟悉 不能算多 也不能算少 齐轩低眉道 最坏的情况 现在长安被人给围了 城里的粮食节省一点 够吃一年左右 如果正常吃用 也就够八九个月 宋王爷叹了口气 难为你了 老实说 这几年朝廷的日子并不好过 尤其是泛阳之乱后 哪怕是先帝重返长安 长安的繁华 也远远不如过往 在这种衰落的过程中 长安城还能有一点余粮 说明齐轩这个家 当的还算不错 但尽本分而已 齐轩对着李旭笑了笑 我与王兄不一样 王兄老是想力挽狂澜 想要救国救民 而我只做好自己本分之内的事情 至于其他事情 能顺带搭把手 就搭把手 实在不行 也只能听天由命 宋王爷咳嗽了一声 脸色有些发白 眼下这种情况 国破家王 只在瞬息之间 宋王爷忽然抬头 看向齐轩 他沉默了一番之后 开口道 大郎 我有一件事求你 齐轩面色严肃 对着李旭开口道 王兄有什么吩咐 小弟一定尽力 从某种意义上 齐轩还是很佩服李旭的 最起码 他可以为了李家 为了朝廷奋不顾身 拼上自己的一切 我这一生 有大半 是在替朝廷奔猛 尤其是成婚之后 基本上没有怎么着过家 亏待妻儿甚多 面容憔悴的李旭 抬头看向齐轩 默然道 假若 假若有一天 长安破城了 我定然是与国同死的 到时候 我不奢求大郎能够保住我家中欺小 只希望大郎 能给我家留个香火船事 李旭神色黯然 这样到了九泉之下 我对父亲 也能有个交代 假如长安破城 那么长安城里 现在的这些人 能够自保的都不多 能够保护别人的 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但是齐轩 肯定是一个 他的父亲是朔方节度使 更重要的跟 平庐节度使林三 是他的至交好友 齐轩看向李旭 苦笑道 王兄 怎么突然这么悲观了 宋王爷看向齐轩 语气有些复杂 左骁右邻 由不得我不如此想